1919年英格兰 俄共党与爱尔兰共和军 是英国政府的眼中刺 除了他们 当地的帮派也异常棘手 谢尔比家族是伯明汉的地头蛇 他们将剃刀藏于帽檐中 摘帽便是割喉剑邪 故此 他们又叫做剃刀党 即使家族自然血脉之情 剃刀党骨干成员 由谢尔比五兄妹与姨妈玻璃组成 老大亚瑟·谢尔比 是家族长子 为人彪悍暴力 性格十分冲动 典型的再瞅我试试型激进分子 但十分义气 袒护家人 亚瑟与兄弟参与过一战 患有战后创伤 一旦发病 将成风魔 老二汤米歇尔比 心思缜密沉着冷静 大师大飞面前 会压制所有情绪 同为一战士兵 汤米获得了国王勋章 战争改变了他也影响了他 在精明冷酷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温暖的心 汤米虽排行老二 剃刀党真正的老大 老三约翰·谢尔比 实打实的莽妇 感受我家人 天我老子来了也要跟你拼命 性格冲动 做人纯粹 第四个兄弟飞恩 还是个毛孩子不提了 与兄弟们不同 唯一的妹妹艾达 并不想掺和道上的事 以马波利作为长辈 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情感 掌管着剃刀党的财物 帮派若想在这存活 经济才是命外 除了街区打点的保护费 剃刀党更多的收入来源于毒马 谢尔比家族的宝马摩纳根 更是成为热门 汤米骑着他出现在街头 请中国人为其施法 替摩纳根的赛事保驾护航 这一举动 让更多人把钱压在了摩纳根身上 亚瑟茫然不解兄弟的举动 当众玩巫术 是要哪般呢 他警告汤米 绝对不能招惹中国人 另外 操控毒马会惹出大麻烦的 现在统治英国毒马圈的 是比利肯波 若同时惹了这两股势力 可是会掉脑袋的 汤米心里又说 他说完转身离去 身后 大哥告诉所有人 晚上八点家庭会议 弗莱迪既是汤米的战友 也是一名俄共分子 他总是煽动大家罢工 反倒看不惯汤米这个毒马图 吃人血馒头谋生 用汤米的话形容他 你只知道给穷人虚假的希望 与你不同 我的马偶尔还会赢 说到这儿 他们不在互防 弗莱迪最近收到了点消息 伦敦那边派来总督 坎贝尔前来调查一起案件 据说是足以震惊全国的结案 有趣的是 资料上有着他和歇尔比一家的名字 没有后话 酒馆大门被一个男人撞开 他叫丹尼 一战归来同样患上了创伤 汤米和弗莱迪死死安住了他 许久之后才恢复正常 他频繁发病 众人早就习以为常 作为曾经的长官 汤米的话 丹尼都会服从 酒馆的人希望汤米能处理一下丹尼 否则大家都不得安宁 可汤米始终没有回答 哪怕弗莱迪有些严重 他依然选择沉默 留下一句 所有损失 剃刀党 赵丹赔偿 汤米就离开前去家庭会议 列车上 堪贝尔总督死死盯着眼前的档案 想找回这批货物 就只能先拿谢尔比加速开刀 此时 姨妈玻璃一巴掌伸在约翰头上 下午他发现飞恩正在玩枪 而这把枪正是约翰的 恐怖的是子弹上了膛 面对姨妈 约翰只能连连道歉 发誓再也不会马虎了 玻璃没有为难孩子 毕竟 他还要单独抚养四个孩子 两人一起回了家 会议上 亚瑟告诉众人 上面派了一个总督 四处招收马仔 明显是想肃清博明汉 对此人 汤米知之甚少 只有从收买到的警察嘴里 知道点皮毛 总之 他来者不善 肃清城市不仅对帮派不利 还可能顺便收拾那些鹅共党 听到这 艾达表情明显很紧张 兄弟们表示 剃倒党不惧怕那些警察 赶来就割烂他们的脸 汤米心里清楚 是因为那批货物 但他选择了对家人隐瞒 玻璃察觉到了异常 一句话堵住男人十八万个嘴 晚上 玻璃早早就在教堂等待着汤米 他需要一个解释 在姨妈面前 汤米藏不住秘密 汤米只能说出真相 那天是个很平常的走私买卖 但手下人喝高了 搬错了箱子 原本等着出手摩托车 变成了二十五艇机枪 一万盒弹药 五十把半自动手枪 以及二百把满堂手枪 显然这批武器是为了战争准备的 却阴差阳错到了汤米手里 他把这批货藏起来 想堵一把 听到这 玻璃气得连扇汤米击巴掌 他警告汤米 趁东西没有被发现前赶紧处理掉 虽然口头上答应三天解决 但他心里还是打算铤而走险一次 坎贝尔的车驶过伯明汉的街区 眼前的一切 岂是一个乱字能形容的 完完全全的罪恶都市 神父自顾自的宣读 大人们吞云吐雾 无所事事 孩子们疯狂用石子砸着坎贝尔的车 可见警察在这很不讨喜 瞧瞧 艾达偷偷跑来见了男友 他便是汤米的朋友弗莱迪 一个是剃倒党的小公主 一个是俄共分子 他们的爱情 注定只能处在阴影中 辞职一早 酒馆迎来一位应聘女士 老板哈利上下打量 委婉拒绝 像他这般的美貌 迟早会被糟蹋 格雷斯没有放弃 他一边收拾 一边唱歌 歌声迷人 干活熟练 哈利同意让他入职 坎贝尔空降警署的第一天 给所有人来了个下马威 这个城市的肮脏 让他愤怒至极 而警署却没有作为 反倒收了剃倒党的贿赂 纵容黑暗 变得浑浊 在坎贝尔看来 警署比黑帮更邪恶 他立刻将三巨头 设为首要任务 黑帮 俄共 爱尔兰共和军 这个任务的目标 是斩草除根 坎贝尔招募了一批 英勇善战的打手 今晚 他们就会换上警服 晚上 亚瑟在电影院 左拥右抱 正幻想着一夜春宵 身后一批警员 将他应声拖走 暴打一顿 自报名号也无济于事 没多久 坎贝尔出现在他面前 照着门面 就是一拳 随后 他用亚瑟的帽子 擦起了血字 他这才问起结案的事 显然亚瑟是真不知情 白白挨了一顿折磨 从夜35年 坎贝尔能看出亚瑟的无辜 既然如此 那你们替刀党 就帮我找到这批货物 否则年底之前 把你们全家葬进大运河 此时 酒馆热闹朝天 汤米前来买酒 哈利特意叮嘱格雷斯 希尔比家族喝什么都要免费 两人的眼神意味深长 汤米如同哈利一样 劝格雷斯离开这里 说完 他就先回去看亚瑟了 格雷斯不解 他问哈利 这个人就是你说的危险人物之一吗 哈利表示 虽然汤米人很好 但你要小心 若是踢刀党的人看上了你 谁也救不了你 一家人为亚瑟包扎了伤口 互相调侃 已经成为了家族习惯 汤米买的酒 就起到了麻醉效果 亚瑟把结案一事 和坎贝尔所谓的合作告诉了他 汤米沉默了 玻璃没有说出真相 而是话里话外的提醒汤米 以往热闹的酒馆格外安静 他们都被格雷斯的歌声吸引 剃刀党也不例外 汤米的眼睛从头到尾没眨一下 但他最后还是告诉众人 伯明汉不允许唱歌 此时 艾达和弗莱迪刚刚锻炼完 问起汤米的想法 艾达也搞不明白 弗莱迪却告诉他 也许有朝一日 我和汤米还会在同一战线 另一边 国务大臣丘吉尔约见了坎贝尔 也正是他派坎贝尔前来调查结案一事 这次见面 与其说是一场汇报 更像是坎贝尔的表态 丘吉尔不在乎办案的过程会死多少人 他唯一在乎的就是那批武器 这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希望坎贝尔好自为之 告别国务大臣 坎贝尔秘密联络了自己的特务格雷斯 打入酒馆接近剃刀党 是格雷斯的任务 他转告坎贝尔 剃刀党里真正掌权者是汤米 而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俄共和剃刀党没有实力 劫走那些武器 阿尔兰共和军的嫌疑更大 当然这也都是格雷斯的主观想法 坎贝尔需要的是确凿证据 他交给格雷斯一张单子 上面对应的是枪鞋序列号 若有发现一对比变质 三天期限已到 汤米赶来处理货物 也就在这时他转变了主意 既然他们这么想拿回这批武器 那我得让他们付出足够的代价 机会只有一次 哪怕会给剃刀党招来大难 汤米也决定冒险一次 让查理把货物藏在其他地方 到了晚上 汤米再次被那个噩梦惊醒 那是战争上他们被一气等死的场景 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丹尼不行 因为发病 丹尼本能做出反击 捅死了一名意大利医生 意大利人疯狂施压 汤米为了避免争斗 只能做出选择 他会当着意大利人的面 处死丹尼 一起上过战场的兄弟 汤米自然不忍心 但如果他不亲自动手 丹尼会死无全是 汤米答应他 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握手告别后 查理的船也到了 汤米缓缓举起枪 片刻后扣动了扳机 满脸嫌弃的汤米来不及伤感 因为家族还在等他处理失误 宝马摩纳根竟赢了比赛 这让剃刀党损失惨重 汤米抬头告诉亚瑟 我就是要他赢 下次还会让他赢 但下下次 全程都把钱压在他身上的时候 我就会让他输 到时的赌注 会让你不敢想象 出城的路上 当你走出了船舱 汤米最终还是选择救他一命 那喷出来的只是羊血罢了 船的终点是伦敦 查理告诉他 汤米需要你去做一些事情 就当做是答谢 一两身的血迹 汤米直到晚上都没有清理 为了谢尔比家族 他这次要拼死一搏 这天 汤米带着几个兄弟 来和李氏家族谈生理 亚瑟以为弟弟 要用汽车换马 气得大骂他愚蠢 后来才知道 汤米只是借给对方兜一圈 李氏家族的马仔们 大声嘲笑着亚瑟 这让汤米十分不爽 爱于朋友的面子没有动手 这群马仔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 兄弟仨不幼儿童地摘下帽子 用剃刀生生割裂了他们的嘴 这就是招惹谢尔比家族的下场 可此时的伯明汉乱成了一锅粥 对丘吉尔做出了保证 堪布尔就要付出行动 他带领大批警员包围了俄共党的聚居地 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抓走 还地毯式搜索货物的下落 搞得伯明汉人心惶惶 弗莱迪和艾达赶忙提起裤子查看情况 他要是被抓进去 必死无疑 两人虽成功逃跑 但艾达遗留在现场的纸条成了物证 为了避嫌 弗莱迪准备出城一段时间 抓捕任务完成后 堪布尔找上了玻璃 想得到货物的下落 还说着推了玻璃一马 一马反咬一口 不好意思 我误会了 吃了憋的堪布尔只能离开 他命令手下搜查一下教堂 顺便让玻璃转告给剃刀党真正的老大 周五来茶馆见我 回城后 汤米他们才看到街上的惨状 这下有麻烦了 因为伯明汉的百姓一直被剃刀党庇护 保护费从来没有脱险 而警方却在抓捕时声称 行动得到了剃刀党的许可 还把他们出城谈生意 描绘成了避难 汤米当机立断 给人们拨款补偿 并派出人马去维修损失 趁大家去忙 玻璃再次提醒了汤米 你这么堵下去 会害死所有人 坎贝尔让我通知你 周五茶馆见面 这一切 汤米早就心中有数 但他并不打算赴约 自己现在掌握优势 是没有必要和他们谈判的 不过让他们吃一壶 还是有必要的 汤米安排手下挨家挨虎 搜集国王的画像 同意拿到街上一把火烧了 并且收买记者大肆报道 就说 我们不想让敬爱的国王看到 百姓正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曾经为国家流血流汗 现在却被警察欺负到了家门口 点火是为了警示示人 记者问起汤米是谁 汤米却说 我只是一介草迷 不过是获得了国王勋章罢了 报道一出 就影响到了伦敦那边 丘吉尔亲自打电话 行事问罪 他早就说过 游戏不能见光 这意味着 事情要低调的办 坎贝尔赶忙说 自己这就去抓人 却被丘吉尔拦了下来 事情若再闹大 会有更多记者根记 货物的事就瞒不住了 况且 有损国王形象是杀头的罪 希望你记住派你到伯明汉的原因 听到这 坎贝尔早就一头冷汗 报道上最终还是提到了 汤米歇尔比的这个名字 如今各地罢工 警署无忧的忙了 玻璃突然察觉到 艾达有些不对劲 一番逼问得知 他立驾已经迟到了五个星期 之前他在现场留下嘴条 也正式开药证明 玻璃马上推断出 他是怀孕了 在诊所得到确切答案后 艾达慌了 他不愿意打掉孩子 但眼下只能把 弗莱迪的名字告诉了玻璃 次日 汤米带着新马去保养 却得知 李氏家族已经对替刀党宣战 子弹上深深刻着汤米的名字 加上那批货物 替刀党已经有了两个大麻烦 查理怎么劝 汤米都听不进去 回去的路上 马匹被噪音惊动 汤米只能下来安抚他 牵着他慢慢回家 透过门缝 格雷斯看到了汤米 便假装偶遇介绍了自己 借着打散 格雷斯向汤米申请唱歌 每周六一次就好 大家也能放松一下 汤米没有立马答应 他需要格雷斯先陪他参加赛马会 接下来的赌马 就是照汤米的计划进展 基本所有人都把钱压在了摩纳根身上 也就在此时 玻璃把艾达怀孕的事 告诉了汤米 汤米勃然大怒 冲进靓院赶走所有人 得知让自己妹妹大肚子的人 是自己曾经的好友弗莱迪 汤米决定 下次见面就剁了他 这次摩纳根输得彻底 他们几乎卷来了全城的钱 汤米也拿出了一部分 打点了邻居朋友 尽管做得很完美 却还是惹怒了玻璃 背着比利肯波操纵赛事 又惹了一个庞大势力 汤米再一步一步 把家族往火坑里推 他自然清楚 比利是踢倒党惹不起的存在 但汤米心中有说 他是家族最聪明的人 玻璃只能去相信他 说着姨妈拿出一封信 这是艾达要交给弗莱迪的 他希望汤米能同意 和弗莱迪的感情 然而汤米直接把信 丢进了火坑 告诉艾达 这根本不可能 玻璃虽然气愤 但不得不承认 汤米是对的 弗莱迪已经逃出城了 是否能回来 都是个未知数 他安慰艾达 明天姨妈就带你出城散心 艾达虽然难过 却只能听话 到了周五 汤米赴约了坎贝尔 这次是为了生意 汤米开门见山 你希望城市安宁 我希望事业腾飞 两者都建立在 城市和平的基础上 说吧 两人坐下 坎贝尔拿出了艾达的 开要证明 你妹妹跟俄共党睡觉 你应该不会吧 汤米表示 自己不信俄共党 那套洗脑言论 况且妹妹的事 自己已经处理好了 这次的交易条件之一 就是警方放弃 追捕俄共党逃犯弗莱迪 即使交易就筹码 汤米直言告诉他 货物在我手上 想拿回去 你必须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任由我的事业发展 为我保驾护航 另外 汤米还要跟 比利肯波寻求合作 这意味着 要走出博明汉 到时候 得麻烦坎贝尔寻个方便 若是以上任何一点 坎贝尔做不到 汤米会直接把货物 运送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手里 到时候后果 想必你没能力收场 如此缜密且不容他人拒绝 坎贝尔只能同意合作 但两人都不愿意 跟对方握手 以示成交 歌剧院里 坎贝尔给格雷斯 下达了新的任务 不懈一切代价 接近汤米 找出货物到底在哪里 虽然这么做 如同把女儿送进了窑子 但局势之下 坎贝尔只能这么做 没把汤米都会被噩梦惊醒 还是那个遗弃等死的场景 他试图用烟雾麻痹自己 很快 楼下传来大喊 手下通知他 新的马生病了 赶过去一看 是李氏家族动了手脚 这一匹马命不久矣 查理告诉他 天亮后 毒素就会流到心脏 马儿会痛苦的死去 汤米无能为力 只能抬枪亲手送他上路 这样骑马落得痛快 他淋着大雨来到酒馆 想要喝一杯消愁 格雷斯得知他的马没了 也坐下来陪他喝了起来 汤米调查了格雷斯的背景 他出身不足 却意外怀孕 产下孩子也毁了生活 沉默许久 两人避开了这个话题 过些天就是赛马会举办日 届时夺马皇帝 比利肯波也会到场 汤米希望到时候 格雷斯能连听计从 格雷斯适时提出条件 除非你让我每周六唱歌 汤米当即 让他现场来一段 要听伤感的 在火车站 两人终成眷属 而弗莱迪却决定不走了 他们就属于博明汉 就要住在博明汉 周六 酒馆里大家欢聚一堂 汤米不仅允许格雷斯唱歌 还同意让所有老少爷们一起撒花 兄弟几个看出他对格雷斯有意思 大哥亚瑟更是调侃他 快则寡 慢则无 就在此时 大门缓缓开启 两名手持武器的保镖 护送着一个男人进了屋子 他便是比利肯波 朝天一枪 比利就让希尔比家族的人出来 这下就出来了三个 汤米疏散了所有人 包括格雷斯 比利此行自然是因为 踢刀党操控独马一事 他仗着势力庞大出言不逊 脏话飙向了兄弟三人 更是放下狠话 要灭了踢刀党 这一切汤米又岂能没料到啊 他站起身 丢过去一枚子弹 李氏家族的宣战证明 汤米深知比利和对方有仇 届时把锅一甩 李氏家族同样也操控独马 但他们的行事方式 你不了解 我们了解 踢刀党可以和你合作 除掉他们 到时市场会更加广阔 说完 不忘吹捧一波 比利的奋斗试 也并非不行 比利同意先除掉李氏家族 但他不想跟踢刀党合作 而上踢刀党替他工作 他把硬币丢到地上 先让汤米弯腰去捡 约翰当时就想动手 但哥哥拦住了他 汤米能屈能伸 不但没有生气 还感谢了比利的认可 汤米相约在赛马会 二次见面 比利走后 汤米把杯中酒硬而尽 一切依旧在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赛马会在即 格雷斯跟汤米协商家家买礼服 生意重要 衣着考究同样重要 然而汤米永远不亏 说完 便和两个爱尔兰人谈起了生意 江湖串言 踢倒党劫持了一批武器 他们无法确定流言真假 但汤米真有耳闻 爱尔兰共和军愿意出高价购买 汤米没有给出答案 反倒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给其中一人逼出了病 全程对话 格雷斯都听到了 他并未得到狭妖的线索 格雷斯和他互相推拿 套紧关系 从汤米口中得知 爱尔兰的一些叛军 就聚集在伯明汉的黑天鹅酒吧 汤米最终留下来一笔钱 让他去买件红色礼服 仅仅是为了搭配比利肯波的手帕 黑天鹅酒吧的事 到了总督的耳朵里 警长解释 那里都是些无名小卒 坎贝尔质疑他 无名小卒会去购买武器 你们还不如一介女流办事靠谱 当地警察的古板做派 难成大事 他最终还是觉得 派格雷斯调查此事 格雷斯一路跟随爱尔兰人 那只男人相当谨慎 已察觉身后有人 撕扯中 格雷斯为求自保开出一枪 男人当场去世 瞧下 弗莱迪与爱达偷偷见面 他们决定就在伯明汉举办婚礼 可谓是极其疯狂 得知此事的波利立马告诉了汤米 看得出汤米平静的外表下藏满了杀意 波利向他保证 自己会处理好这件事 为了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汤米告诉了他 自己和坎贝尔的交易 其中一条就是放弃追捕 俄共犯弗莱迪 但前提是 弗莱迪永远离开博明汉 波利也意识到了事情的棘手 傍晚 格雷斯口口酒都会吐出来 手上的鲜血早已凝固 第一次杀人的感觉 让他恐惧到发抖 可为了自己的任务 格雷斯必须马上把这些忘掉 警署一大早接到了消息 一名爱尔兰叛军惨死街头 警长结合昨天的情报 和一件雨流的话语 猜出凶手与坎贝尔有关 因为按照规矩 凶手应当处死 但坎贝尔却表示 那个阿尔兰人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其他事与你们没关系 见面后 坎贝尔警告他别再这么做 若格雷斯出了什么事 坎贝尔无法对他父母交代 出于私心 这次会保下格雷斯 但杀过人的手将不再干净 与此同时 波利也在简陋的出租屋 等来了弗莱迪 剃刀党拿出200英镑巨款 让他们潜逃 与俄共分子联谊 本就影响了谢尔比家族 在纵容他们留在伯明汉 会给剃刀党惹来大麻烦 船和钱都准备好了 他们立刻逃往美国 可愤清弗莱迪并不领情 汤米没有再去管这件事 明天就是赛马会举办日 他提前在西装店等着比利到来 目的就是通知对方 李氏家族也要去赛马会 而且他们还在暗地里 敲诈比利的手下 收取巨额费用 嚣张的比利没有把这提醒当回事 各种用身份地位压汤米一头 砖头 弗莱迪又进行了煽动言论 在最紧凑的时间里 鼓动大家积极罢工 这种非法聚会 已经惊动了警方 汤米奔向去找艾达谈谈 可约翰告诉他 大哥发病了 他连忙赶到了教堂 作为谢尔比家族的老大 却对替刀党近期发生的事 一概不知 枪械结案 妹妹结婚 人尽皆知的爱尔兰人 惨死街头他都不知情 亚瑟感觉自己被家人忽视了 汤米清楚大哥的经历和心情 也知道 以他的性格只能留在最后通知 汤米只希望他知道一件事 替刀党交好运了 他带着大哥来到了酒馆 打仗的时候 亚瑟一直希望能回国开家酒馆 今天这个梦想弟弟给他实现了 从现在开始 亚瑟成了这家酒馆的老板 这是合法的生意 既能帮助替刀党洗钱 还能让大哥开心 亚瑟终于笑了 但哈利该哭了 警长找上了汤米 坎贝尔让他传个话 弗莱迪还在伯明汉搞煽动 交易可不是这样的 汤米让他转告坎贝尔 自己正在处理此事 警长话锋一转 你妹妹已经跟俄共分子成婚了 若不交出弗莱迪 艾达将被警方视为共犯 此日他约见了弗莱迪 立场已经使他们丢了兄弟刑 弗莱迪把那200英镑丢在了地上 他坚决不走 汤米把钱扯进兜里 回起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趁弗莱迪分神 夺过了主动权 两人就这么枪口对枪口 真心相爱 却被视作妄想攀上高枝 弗莱迪反问汤米 知道什么叫爱吗 然而汤米流血去 你们注定不会长久后 转身离开 他回家把钱放在了玻璃眼前 你的办法行不通了 接下来 我要以我的方式行事 夜里 汤米再次梦见那个隧道 他 丹尼 弗莱迪 就在里面被遗弃等死 敌人早强的声音格外刺耳 弗莱迪为他挡下一枪 三人以死抵抗 噩梦惊醒汤米 传来了敲门声 他连忙藏起烟杆 来人是丹尼 他从伦敦回来有事报告 那边都在传是 踢刀党枪杀的爱尔兰人 汤米让他回去 转告爱尔兰人 一切都是误会 让他们派人过来谈判 从进门开始 丹尼就闻到了烟味 他们又劝解汤米 而是在共同的回忆里 结束了谈话 清晨 汤米醒来就看到了 丹尼的纸条 盯了那面墙许久 才穿衣离开 来到酒馆 格雷斯告诉他 艾达昨天来过 担心哥哥和丈夫会出事 还说汤米是个 只知道把秘密 隐藏在心里的人 汤米没有多言 通知他明天上午 前往赛马会 他茶汁抹粉 打扮精致 他剃静胡须 西装鼻挺 格雷斯带上了那把 少了一发子弹的手枪 身边人都劝汤米 多带点人去 毕竟那是比利的地盘 还有着一群 李氏家族的小子 说完 汤米就接上格雷斯 前往了赛马会 这次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亚瑟根据汤米的指示 集结了兄弟们 他们的任务简单又暴力 比利的手架早已腐败 在汤米忙着宴会的时候 把李氏家族的人办了 夺回比利手下被勒索的钱 让踢倒党拥有 站直说话的资本 一整车的伙计 前往了赛马会 然而 汤米这边没有邀请函 只能从后门绕进去 还必须让格雷斯 假扮身份 骗过安保人员 总之 他们顺利进入了会场 表面越高档 意味着背后越黑暗 两人在舞池上扭着 没会儿就吸引了比利的注意 他的二把手兼军师 罗布茨很看好汤米 认为这是个有种的男人 而比利却只缠格雷斯的身子 另一边 李氏家族的人照常 勒索比利的手下 只是这次他中了拳套 约翰和亚瑟将其抱锤一顿 用剃刀割了对方的耳朵 警告李氏家族 别碰比利的人 亚瑟抢回了这笔钱 来了个名场面 他抓紧时间把钱送到了汤米手中 得到筹码 汤米直奔比利面前 把钱扔在桌上 提议 从今以后 由剃刀党接管安保任务 费用为总收益的5% 以及三次操控赌马的机会 若合作愉快 一年后提高到6% 这些事他腐败的手下的确干不了 比利同意合作 留下汤米和罗布茨谈生意 他要去找格雷斯 跟聪明人聊天 汤米省了很多事 但比利突然横插一脚 要求加一个条件 他要和格雷斯睡一觉 作为回报 汤米也可以和他的女伴睡 维婉一说 格雷斯就懂了其中的意思 他提醒汤米 自己不是出来卖的 但为了任务 他必须获取汤米的信任 在比利试图玷汤格雷斯的时候 汤米都没正眼看他的女伴 只知道这女人是个冒匠 格雷斯这边时时刻刻紧握手包 里面就是装着五颗子弹的左轮手枪 然而在此时 汤米闯了进来 秉着人道主意 他告诉比利 格雷斯有迷毒 我及时告诉了你 是不是好兄弟 最后救下了格雷斯 还让比利无话可说 回去的路上 他很不满汤米今天的种种安排 却不得不感谢汤米最后冒险营救 与此同时 死性不改的弗莱迪 把所有钱都给了组织 希望俄共革命能打赢 这一切 汤米自然不知道 他持续安排线人寻找弗莱迪 有了比利肯波的认可 剃刀党的毒骂生意 可以放手去做 今天约翰有新事 他申请开个家庭会议 由于他负责账单 为此暂时关门品格 可他们没有人知道 外面的李氏家族 早已虎视眈眈 汤米前脚刚走 年幼的菲恩 就给鬼子开了门 仗着年纪没受欺负 但独房被洗劫一空 酒馆里 约翰倒出了苦衷 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 太贤了 孩子们终究需要一个母亲 所以约翰要和利兹成婚 听到这个名字 一家人都不淡定了 利兹是伯明翰出了名的 卖身不卖艺 他每天不是在杰克 就是在杰克的路上 可约翰表示 我俩是真爱啊 他不允许任何人 称呼利兹为卖身者 约翰希望能够得到汤米的支持 听着他那人总会变得 要相信真爱 这种盗梦爱人的话 大家都是皮笑肉不笑 心里笑 这时 菲根跑了回来 说玉琪的事 这次损失相当惨重 相比钱财 汤米更在乎现场的钢丝钱 这其中有个说法 当年打仗 若守不住阵地 他们会布下陷阱 留下钢丝钱 通知敌人之流炸 但不告诉你在哪 显然呢 李氏家族安放了炸弹 很快汤米明白过来 李氏家族想杀的人是自己 否则他们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爆炸了 他立马跑回自己的汽车旁边 菲根正坐在上面 模仿哥哥开车 汤米让他别乱动 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 可熊孩子不听 就要瞎鼓动 汤米只能在炸弹引爆前 丢向空旷的地方 索性 无人受伤 最小的弟弟差点出事 汤米已经坐不住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 李氏家族的地盘 要和他们的领头人谈判 这种相互算计 相互伤害的日子 不会结束 汤米提议 剃刀党和李氏家族 联手对抗比利 显然女头目 对汤米的忠诚方面 不太协认 汤米说出了比利的缺陷 她就是个有有无谋的匹夫 真正维系势力的是罗伯斯 归根结底 李氏家族和剃刀党是同根生 联手对外并不过分 此时的艾达对弗莱迪的行为 很激烦 夫妻俩都穷得住地下室了 弗莱迪却把钱都给了组织 为了不让艾达被连累 波利想办法拿到了 俄共党的窝点地址 他希望汤米用这个 去跟坎贝尔交易 夜里 汤米把地址告给了总统 端了窝点 要比单抓一个弗莱迪强了多 当然 作为条件 坎贝尔必须放过弗莱迪和艾达 说起交易 坎贝尔不得不说出利弊 这武器迟迟没有到手 国务大臣丘吉尔 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 他希望汤米能尽快解决 不然到时候 自己被上头开除了 拿不到任何好处 如果这样 坎贝尔会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 把谢尔比家族杀光 就连小弟弟菲恩 都得丢进成人监狱 说完 他转身离开 却不知道身后的汤米 已经举起了枪 只是理智让他没有扣动扳机 次日一早 坎贝尔带人端了鹅宫窝点 但他依旧想抓住弗莱迪 警长发出质疑 这和踢倒党的交易冲突了 坎贝尔却讽刺他 这世道交易有个灯用 况且对方还是黑帮分子 鹅宫小头目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警长都不忍心下手了 坎贝尔却让他再来一次 在母亲的坟前 弗莱迪见到了玻璃 玻璃提醒他尽快逃走 你们的窝点已经被端了 这其中不少有艾达的帮助 弗莱迪依旧固执 愣头青不仅指责 剃刀党多管闲事 还来他们害死了一群无辜之人 玻璃对他彻底无语 只能在他妈坟头骂街了 这一天 逼迪和罗伯茨来到了伯明汉 自从有了剃刀党的帮助 近期的八场赛马 没损失一分钱 此行特地来考察 顺便算来合法经营证书 汤米简单为他们 介绍了毒坊的情况 江湖传言 剃刀党的毒坊被李氏家族扫荡了 汤米淡定告诉两人 你们听错了 以约翰为首的三人 负责后续的毒马任务 罗伯茨微笑着给了汤米证书 带两人走后 汤米举起证书 从此以后 他们的毒马生意正式合法 剃刀党一片欢呼 这是扩张势力的第一步 庆祝过后 亚瑟回来经营自己的小酒馆 他是个粗犯男子 懒得算账 把琐事都交给了格雷斯处理 本想拍拍屁股 想起兄弟 还是算了 亚瑟十分信任的告诉他 剃刀党的违禁品 通常会放在码头边 那里的激动性很强 不会被抓住 格雷斯当晚就把消息传给了坎贝尔 警方连夜彻查码头 到头来处理烟酒 连个屁都没找到 武器并不在这 得知此事的汤米 本该起疑心 可他终究是个男人 有了感情就变得盲目 两人来到教堂 汤米直言 想让格雷斯当剃刀党的经纪人 就像比利身旁的罗布茨一样 有了许可证之后 会参加各种赛马会 汤米需要一个 拿得出手的女伴兼会计 他清楚 格雷斯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至于有什么秘密 汤米不想知道 他的信任源于感情 无情汤米勤完就走 第二天 坎贝尔询问他码头的事 忙了一宿屁也没有 为了不起疑心 警方把东西都还原了 对于黑帮分子还要会计秘书 坎贝尔嗤之以鼻 形容他们是矫情的动人心魄 既然格雷斯的行动进展顺利 坎贝尔只能让他小心安全 汤米这边则是找上了利兹 很简单的要求就是 别接近约翰 他愿意花钱消灾 毕竟汤米和利兹都是老水友了 利兹的口风一样 他和约翰是真爱 汤米反手掏出一打钞票 想和我弟弟结婚 那我们再睡最后一次 利兹思前想后的答应了下来 而汤米却冷了脸 心想狗改不了吃屎 为了尽一个兄长的职责 汤米把自己和利兹的过往 告诉了约翰 包括利兹愿意最后一次 约翰听完甩手就走 心情可谓是寒到极点 起码汤米没有让弟弟走歪路 他回到酒馆 递给格雷斯一张请柬 如果见到艾达 转交给他 就说要举办家庭会议 忙了一天的汤米打算回家落脚 但屋里明显有动静 他掏出手枪打开了房门 却发现是约翰在偷偷作烟 白天 哥哥的话让他想了很久 调查了一份 发现利兹现在偶尔还在接单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傻子 汤米模仿爷爷的生线 逗着约翰开心 气氛一下得到缓和 他告诉约翰 明天我们和李氏家族的战争 将彻底结束 去好好睡一觉吧 一大清早 西尔比家族就聚集了 所有人盯着约翰都很古怪 这让他有点汗毛树立 抵达了李氏家族的据点 汤米告诉约翰 今天你要成婚了 哥哥们把你许配给了 李氏家族的千金 虽然不知道对方长啥呀 但你别慌 因为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 约翰死活不愿意 生怕取个菜瓜回家 但他还是在兄弟们的簇拥下 走进了现场 老丈人直接送给约翰一辆汽车 直接认可了这个女婿 很快新娘赶来 两人面都没见 直接拜堂 掀开投杀 竟然还不赖待 约翰终于笑出了声 他们最终结为夫妻 而艾达也准时到场 这样一来 李氏家族与剃刀党联姻 彻底解决战争 晚上两大帮派前所有的放松 艾达怀着身孕 一点也不收敛 汤米便走上前劝他休息 没想到醉醺醺的妹妹 当众臭骂汤米 做事不道德 嚷到深处洋水坡 众人连忙为他接生 汤米破例允许弗莱迪过来陪护 兄长们则聚在酒馆 等着今天双心临闷 格雷斯听说弗莱迪也会到场 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弗莱迪冲到妻儿面前 还没来得及享受父亲的感觉 警察就破门而入 将其逮捕 硬生生拆散了一家散口 伯利愤怒地冲进酒馆 试图弄死汤米 他们都以为是汤米搞的鬼 殊不知 汤米自己也是懵逼的 真正的黑手 是他身后的格雷斯 这种误会解释不清 他来到丹尼的坟前 坟下埋的不是尸体 而是那批武器 也是汤米手中最大的筹码 自从弗莱迪被抓后 艾达就离开了提到党 和刚出生的儿子 躲在地下室不愿见人 此时弗莱迪的状况 也很不乐观 作为俄共煽动者 警署就喜欢折磨他这种人 汤米再三对姨妈 解释自己的无辜 但没有确凿证据 证明他的清白 玻璃是不会相信的 汤米是无信仰者 发誓没有任何意义 他从没有想过 那鬼是自己心爱的女人格雷斯 也没往那方面想 自从格雷斯当上经纪人以来 提到党的一切琐事 都有了规矩 这是向合法化迈出的一大步 汤米标注了一颗黑星 他告诉格雷斯 黑星上的那天 就是除掉比利肯波的那天 这个秘密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本就偷偷简单的亚瑟 背地里没少因为妹妹的事 数落汤米 他 约翰 李氏家族的几个兄弟 来到一个拳击场 主要原因是 这儿的老板没有上交保护费 双方的火药味都很足 擂台上一个男人大喊 我叫亚瑟·喜尔比 回头看去 两兄弟见到了失踪很久的父亲 便马上把他带到了毒房 作为长子 亚瑟很敬重父亲 但其他兄弟包括波利 多恨透了这个男人 因为他抛家弃子 没有责任心 汤米回到家 只说了三个字 滚出去 他让石头原厂的亚瑟闭嘴 今天无论如何 要赶走这个男人 父亲走后 亚瑟有些不满 汤米口口声声说 对方是自私的混蛋 家族威的妹妹 还是因为汤米离家出走的 面对质疑 汤米没有解释 他告诉亚瑟 你若觉得良心过不去 那你就跟他一起滚 亚瑟站起身来 没有多言 选择离开 他来到酒馆 想喝上一杯 顺便拿点钱去消遣 格雷斯的各种手续流程 让他放弃念头 最近核对财物 他发现 剃刀党每周都会给一个 叫丹妮的人挥钱 这人不是死了吗 亚瑟解释道 丹妮是假死 汤米派他到伦敦 打探情报去了 这么一说 墓地下方没有尸体 格雷斯对亚瑟说出了质疑 可这次亚瑟没有透露 女人来到坟头观望 心里的猜疑越来越大 亚瑟这边找上了父亲 他认为 血浓于水 没有什么死仇 不必搞分裂 父亲跟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战后他逃到了美国 在那里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 接触到了赌场和酒店这些行业 父亲觉得 这差事一本万利 还拿出一份自己编写的经营方式 给亚瑟画起了大饼 只要投资到位 希尔比加族会把势力拓展到世界各地 等赌场和酒店干大了 希尔比加族就能垄断地下 亚瑟一听就激动了 甚至幻想起了未来的日子 他决定大干一条 让汤米好好看看 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自己也是有商业头脑的奇才 父亲适当地用汤米来激将亚瑟 后者当即约定 偷钱 父子俩提前庆祝 上擂台打了一场 常年打拳的父亲 轻轻松松虐了亚瑟 这打打出了感情 酒馆内 一名爱尔兰人找上了汤米 他叫伯恩 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是之前汤米委托丹尼 叫来的谈判员 几个月前 伯恩一个朋友 来和提到党谈生意 但没几天就惨死街头 至于这件事 道理和提到党有没有关系 伯恩无法确认 但他此行 还是为了之前的生意 汤米请他到了包间 对方开门见山 我要买枪 你那个朋友丹尼总是喝醉 都知道喝酒乱事 丹尼说提到党的确有枪 汤米点了一根烟 调侃对方连酒蒙子都信 伯恩很快就搬出了其他证据 他们在兵工厂和警署的眼线 都说过武器在提到党手里 这次汤米没有回答 静等对方后话 伯恩马上改成威胁态度 若是不把武器交出来 爱尔兰共和军会杀光 替刀党成员 作为一众极端分子 这一句威胁绝对不是吹牛 汤米也意识到了这点 他淡定坦白了一件事 武器就在我手里 也该卖掉这烫手山鱼了 得是个好价钱 转眼 汤米见了坎贝尔 后者认出了伯恩的身份 是共和军里的一个旅长 算是条大鱼了 汤米打算跟坎贝尔合作 他负责涉局抓住伯恩 但警方必须暗中帮忙 而坎贝尔只需要负责散播消息 提到党与此事无关 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交易 抓住伯恩 坎贝尔还有望升职 说不定还能拿到国王勋章 汤米想知道是谁出卖的弗莱迪 坎贝尔却说了句 不正是你吗 夜里 亚瑟偷了500英镑巨款给了父亲 相约周五在拳击场见面 届时会一起坐船前往美国 按照约定 伯恩也会在今夜来酒馆交易 汤米清楚 爱尔兰人没有信用 一定会杀人灭口 所以他把上好堂的手枪给了格雷斯 让他在那之前现身掌控局面 并让格雷斯切记 不要主动开枪 警方要的是活人 钟声响起 伯恩准时赴约 警长就带人守在门外 可坎贝尔的命令是按兵不动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拿到地址的爱尔兰人 果真准备灭口 就在此时 格雷斯现实一枪毙命 现场瞬间混乱 汤米与伯恩扭打在一起 对方显然训练有素 格雷斯找不到再次开枪的机会 被顺带打晕 汤米也让伯恩死死捂住了头 警方没有按照交易现身帮忙 就在汤米即将窒息时 他回想起了被遗弃的那段时间 求生欲瞬间拉满 几个轴机狂轰伯恩的软弹 反身将其压在身下 用水桶砸烂了伯恩的脑袋 直到对方咽气才停手 这跟预想的截然不同 汤米拉起受惊的格雷斯 指责他乱开枪 但想到格雷斯是因为害怕才这样 汤米没有再说话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们抱在一起 警方这才及时赶到 好在他们完成了交易的另一边 就上踢倒党与此事无关 汤米这才把格雷斯送回了家 一根香烟两人换着抽 不间断的烟雾 就像他们无法冷静的心情 一大清早 格雷斯就叫来了坎贝尔 昨晚的突发行动 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坎贝尔也没有想到 格雷斯会参与其中 但凡知道 都不会让警长坐视不管 话锋一转 坎贝尔问起了 昨晚他和汤米拥抱的场景 他关心的点 让格雷斯很无语 正如之前所说 沾过血的双手将不再干净 格雷斯从第一次枪杀爱尔兰人开始 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但这些经历 也让他改变了心境 格雷斯不想再因为复仇而去执行任务 他已经知道了武器的位置 找回武器后 他会离开 并且让坎贝尔保证不去针对汤米 总督的表情很不自然 格雷斯和汤米的感情让他起了杀意 但表面上还是硬了下来 格雷斯这才放心告诉他 武器就在丹尼的墓下 当晚 坎贝尔就带人去刨了坟 直到天微微亮 才把那批消失已久的货物挖了出来 可原本25艇机关枪变成了24艇 这天也是个周流 格雷斯可以唱歌的日子 汤米就站在一旁静静的听着 对于其他人而言 这一天也异常难熬 艾达等不到丈夫 只能独自带孩子 本应该在周五见面的父亲 割了亚瑟 明显他被骗了钱 亚瑟带着怒火冲到了火车站 父亲正带着两个女人准备逃跑 若不是替刀党有些关系 他真就顺利卷款逃走了 话都说开了 父亲也不再隐瞒 他根本没有去过美国 就是来骗儿子钱的 实际上亚瑟就是个头脑简单的愣肿 钱亚瑟指定是拿不回去了 打架他又不是父亲的对手 被家人再次抛弃的感觉 让他失了神 落魄的离开了车站 玻利早就等他许久了 他又怎会不知亚瑟偷了钱呢 更料想到那个畜生又在骗人 这次玻利不想掺和了 他让亚瑟自己去和他们解释 丹尼的坟前 格雷斯见到了坎贝尔 并提交了辞呈 从今往后 他再也不想当特务了 坎贝尔见状 反手掏出一个戒指 你不再是属下 我不再是长官 那你介不介意当我老婆呀 格雷斯的三官崩塌 他果断拒绝了坎贝尔的求婚 这事想来就恶心 坎贝尔当场暴怒 责问他是不是因为汤米才拒绝自己 格雷斯没有理他 转身就走 等到汤米和往常一样 来坟前检查时 才发现武器已经丢了 他知道麻烦来了 如汤米所料 坎贝尔安排起了最后一个行动 抓捕武器窃贼汤米谢尔比 以解决国家安危之友 完成自己的私人恩怨 事情很快传开了 格雷斯没有想到坎贝尔这么不守约 汤米逃跑前来见了他 想做最后的告别 但格雷斯这次决定帮他一把 警方突袭了谢尔比家族的地盘 无一例外扑了个空 坎贝尔来到酒馆 逼问汤米的下落 受过帮助的人们 纷纷帮助汤米拖延时间 直到枪口抵到头上 才慢慢开口 格雷斯带着汤米跑了 这句话让坎贝尔如无灵红顶 心里是又酸又气又无奈 最终只能是取消了行动 此时格雷斯带汤米回了家 外面一群人想要他的命 而汤米却若无其事的 跟格雷斯跳舞 此乃真神势 两人逐渐激情的身影 楼下的坎贝尔是看得清清楚楚 删减片段自行搜索 直到阳光照在脸上 两人还在熟睡 此时坎贝尔把情况交代 给了国务大臣丘吉尔 向上面申请做最后一件事 亚瑟这次心寒到了极点 他从来都是不被兄弟看中的大哥 这次想表现自己 却被骗了所有钱 亚瑟试图上吊自尽 他无言面对家人 可命运没有安排他就此陨落 绳子断了 汤米见到了大哥脖子上的勒痕 缓缓拍了拍他的肩膀 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 歇尔比兄弟有限公司合伙人 亚瑟 大哥不理解什么意思 汤米告诉他 自己成立了公司 一家合法的公司 他 亚瑟 约翰 三人平分股份 没有画大饼 直接给你大饼 汤米又开玩笑的调侃大哥 你要是自杀了 我可就和约翰 把你的股份拿了 亚瑟这才露出微笑 认识也没有想到 坎贝尔悄悄找了个姑娘 堂堂总督干出如此危急之事 他的暴力 让女孩受了伤 老板也在一怒之下 禀报了提到党 汤米在坎贝尔提裤子前进了屋 戏血的眼神 让坎贝尔下不来台 后者强行镇定 告诉汤米别得意 今晚你会心碎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注定孤独 坎贝尔让警长见了格雷斯 骂完 警长转身离开 纸条上写满了坎贝尔 对格雷斯的失望 波利前来探望了艾达和孩子 他之所以这么懂得照顾人 是有原因的 波利也曾经有两个儿子 因为一次误会和嫉妒 波利被警方盯上了 他们也没有资格抚养为由 带走了两个孩子 也正是从那天起 汤米变得很辣 发誓绝不让人欺负自己的家人 只有你狠 别人才怕你 波利想接这件事告诉艾达 汤米绝对不会伤害家人 也希望艾达能够原谅他的哥哥 因为弗莱迪的事情 另有隐情 今天是黑星标记日 意味着替刀党将除掉比利肯波 汤米召集了所有家人 把床上的约翰拉了起来聚在一起 有了李氏家族的势力 他们正逐渐把业务变得合法化 除掉比利之后 将无人阻挡踢倒党发展堵马 这场家庭会议 艾达也参加了 所有兄长把小婴儿视为了掌中宝 会议以汤米和艾达的拥抱作为结束 这次的突袭计划少不了一个人 弗莱迪正在被押送到其他监狱 半路遭到了丹尼的阻拦 而丹尼手中正是丢失的那艇机关枪 汤米的计划顺利解走了弗莱迪 此时 这群西装暴徒整齐化一 全体来到酒馆倡议 汤米有意让格雷斯成为歇尔比家族成员 但要等到除掉比利之后 格雷斯把他拉倒包间 表示自己要离开伯明汉了 他始终无法勇敢的告诉汤米自己的身份 这一层窗户纸一旦捅破 将万劫不复 坎贝尔没有闲着 他来参见了国务大臣丘吉尔 授勋的肯定的奖励 见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之前那句最后一件事 坎贝尔想要让比利和汤米狗咬狗 很快 一个消息传到汤米耳朵里 比利带着两车人即将抵达伯明汉 显然 踢倒党的突袭计划被人告密了 汤米连忙让家里的女人躲起来 直到今天之前 突袭计划 只有自己和格雷斯知道 出卖他的人只能是格雷斯 这件事情让波利很愤怒 他无法接受家人被利用感情欺骗 姨妈找上了格雷斯 英语之间虽然和善 但台词之下尽是威胁 使得格雷斯掏出手枪自保家门 波利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很轻松的串联起了这些日子的情况 用女人的方式解决这次问题 姨妈点了根烟 询问她是否爱上了汤米 得到是的答案后 表示惋惜 格雷斯前一天救过汤米一命 这也是波利没有带人过来的原因 希尔比家族欠他一次 聊起汤米这个孩子 波利很骄傲 所以更不能让格雷斯接近他了 波利表情突然变冷 警告他滚出保密汉 否则下次见面 就会杀了格雷斯 汤米这边很快整理了状态 这次警方告了密 自然也不会维持治安 他们要用剃刀党的方式解决战斗 人数虽然不如对方多 但各领各都是真男人 就连新封上帝的贾马尔 都扛起了他娘的枪杆了 汤米转告众人 不论希尔比家族的谁 死在战场上 都要葬在一起 另一边 警长对坎贝尔的行为很不解 为何要纵容黑帮火平 而不管不问 起初 他以为坎贝尔来到波民汉 是为了和平 如今看来 也没什么改变 大战前十分钟 汤米在酒馆喝了一杯 哈利告诉他 波民汉每个人都希望你能赢 虽然你是个坏人 但你只能是我们的坏人 汤米还难以接受 出卖自己的是格雷斯 但战争不会给他时间 比利的人很快就来到了酒馆门前 与踢倒党对立而战 哪怕人数悬殊三成 希尔比家族的眼神 也没有丝毫畏惧 比利放着垃圾话 但很快被赶来的两个人阻止了 丹尼和弗莱迪扛着机枪 站在汤米身边 如他之前所言 总有一天 自己会站在汤米这边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此时 艾达推着儿子闯了进来 直接停在双方之间 他想告诉众人 火皮没有意义 你们都有爱人等着你们回家 正如我的哥哥 我的丈夫 今天我穿着丧服来此 做好了收拾的准备 但你们要清楚 我和孩子不会退缩 若想开战 先杀了我们 这句话让所有人冷静了下来 比利表示 那就干掉罪魁祸首 说着就开枪击中了汤米 又连扣几下扳机 致命的子弹都被丹尼挡了下来 见到兄弟躺在血泊中 自己又受伤意识不清 汤米用最后的力量 举枪抱头比利 然后奉劝他们的手下回家 这场战斗 因他和比利开始 也已生死结束 这个结局 显然出乎所有人意料 包括坎贝尔 格雷斯临走前见了他 想知道坎贝尔 到底和汤米说了什么 心碎的不只是汤米 还有他们两个人 汤米忍痛取出了子弹 这次终于可以把他埋进 早就挖好的坟墓里 送走丹尼的遗体 汤米站在街上 迟迟没有离开 他来到了格雷斯的家 格雷斯希望汤米 跟自己一起来开 汤米没有给出回答 爱情来得快散得快 从此成为两路人 踢倒党和李氏家族 接了比利的势力 远比计划的还要顺利 如今希尔比兄弟有限公司 成了第三大赌马公司 作为踢倒党老大 这值得庆祝 心爱之人的背叛 作为男人 这的确惋惜 汤米自己写了封信给格雷斯 可惜后者再也看不到了 格雷斯在离开 勃命汉前 遭到坎贝尔堵截 因爱生恨男人打算灭口 但枪响之后 格雷斯并未倒下 他反杀了坎贝尔 可情况危急 也只让后者断了一条腿 最终前往了美国 踢倒党平安无事发展了两年 这两年 势力扩大 生已蒸蒸日上 但不幸啊 弗莱迪死于传染病 只剩下艾达和儿子相依为命 这场葬礼 汤米给他办的算是隆重 可这依旧无法让妹妹回心转意 远离西尔比家族重新开始 艾达铁了心了 他无法接受哥哥们 靠烧杀抢掠发家 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伦敦 当个打工人挺好的 说到伦敦 这是汤米的下一个目标 那儿的对手才是大人物 意大利黑手党萨比尼 以及犹太老大阿尔菲 但目前而言 这两股势力 剃刀党都招惹不起 信则传来消息 酒馆被人炸了 所有人连忙从葬礼赶了过去 不久前 两个女人把推车放在了酒馆门口 没有人知道推车上放的是炸弹 这场袭击显然蓄谋已久 挑在了葬礼举办的时候 抓不了就加入的警长 早早就被剃刀党贿赂 全心全意为汤米擦屁股 事故现场的止血 引起了玻璃的注意 他怀疑 这是伦敦势力的警告 但汤米清楚 炸弹是谁放的 他独自来到了爱尔兰人的地盘 小跑腿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门前没收武器 麻布折头 神秘感失足 他们盯汤米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次见面 主要是想让汤米参与爱尔兰人内战 旁边的男人更是用枪威胁 汤米淡定的说出了 女人的家庭信息 包括他儿子在哪上学 他自然调查过对方 如此缜密的做事方式 反倒让对方更有兴趣了 可这不是邀请 而是命令 汤米离开了小窝 被人威胁 让他心情逐渐暴躁 回到办公室冷静了片刻 汤米叫来了警长 要求他夜里清空马就周边的警察 发生什么全当没听见 警长收钱办事 不多过问 同时转告给了汤米一个消息 坎贝尔回来了 瘸了腿的总督升职到了少校 他拄着榔头拐杖 来到了监狱 因为前不久 坎贝尔派人杀了个爱尔兰人 但如今他的地位 想脱身非常容易 典狱长也不敢造词 坎贝尔代表的是国王办事 杀手只能被无声地绞杀 事关爱尔兰内战 坎贝尔不允许任何差错发生 又到了谢尔比家族的家庭会议之间 两年的时间 飞恩长成了小伙 亚瑟已在经历了父亲的事情后 做出改变 苦练拳击和体能 试图用暴力来治愈战后创伤 汤米回来前 一家人聚集 会议主要是围绕伦敦那边的视野 约翰提出了一个问题 以踢刀党现在的势力 每日收入都至少150磅了 为何不安居现状 而是去伦敦找麻烦 那边的大人物 灭掉踢刀党根本不费事 这时汤米赶到 给大家机会 把问题都明白 约翰和伊斯米这对夫妻 想法很简单 当下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他们没有野心 也不想铤而走险 将来有了孩子 再养几个鸡 生活普通又幸福 汤米闷了杯中酒 向大家保证 扩张计划会顺利进行 也许前期很坚好 但成功后 伦敦将刻上剃刀党的名字 汤米自然不强迫任何人 想退出的 现在就可以退出 见约翰夫妇并没有离开 汤米才告知大家 明天就前往伦敦 计划突然 让玻璃很意外 则被汤米没有和自己商量 明天还是很重要的赛马日 各地大佬都会参加 得有希尔比兄弟在场掌据 汤米想打开保险箱 拿完东西就去准备 没想到被波利改了密码 他表示 不说出个所以然 就不给密码 汤米只能透露了爱尔兰人的事 但没有深提 波利是担心 他带着兄弟们到伦敦送死 这才再三阻挠 萨比尼和阿尔菲 在伦敦混战六五月 没有实质性结果 阿尔菲统领的犹太黑帮 甚至处于下风 汤米决定 露一手让阿尔菲刮目相看 这样才能提出联盟的要求 他的这种不要命的野心 让波利想到了 两年前的女特务格雷斯 也只有他才能把汤米伤成这样 最后 波利打开了保险箱 放弃了劝说 汤米之所以选择 明天执行扩张计划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阿尔兰人交给他的任务 刺杀一名看似普通的铁匠 汤米在阴影里静静等待 他完成任务 随后 毫不犹豫开枪射击 再和利兹春宵一夜 就等天亮前往伦敦 三兄弟的疯狂作死 让波利很难过 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据说 波铭汉有个神婆算得很准 波利便前去尝试了一番 自曝家门谢尔比 最近就总是梦到女儿 女儿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 神婆确认了这个消息 让波利非常崩溃且自责 天一亮 汤米就开车接上了约翰和亚瑟 大哥的创伤使他逐渐暴躁 靠着喝药来压制脾气 汤米健壮 直接摔了瓶子 今天就得暴躁才行 三兄弟在临近伦敦的郊外施着围 汤米把后座的爱尔兰人尸体搬了出来 埋进土里之后 才前往伦敦 他们来到萨比尼旗下的俱乐部 靠着丰厚的小费 收买门卫入场 这里乱的只能打马 三兄弟友善地接了个座位 当场就喝了起来 大人物今天都去赛马会了 留下看场子 全都是各种沾边亲戚的小人物 尽管这样 他们也看不起提到党 直接招呼经理干人 三兄弟坐怀不乱 告诉他们 自己是来玩的 那些小人物依旧虎视眈眈 甚至主动挑衅 搞得踢倒党被迫正当防卫 汤米摘下帽子一顿割脸 其他两兄弟见谁都是一套财袍 打到不省人事就换下一位 没会儿 来挑衅的就都躺在地上 经理无奈之下 掏枪劝退 面对枪口 汤米眼都不眨一下 自信对方不敢开枪 更对众人撂下狠话 踢倒党欢迎朋友 也不怕敌人 这一下打得痛快 约翰也改变了养鸡的想法 三兄弟就地找乐子消遣去了 神婆家扯伦敦 两件事让玻璃一夜未眠 伊斯米听不到流言蜚语 都说谢日比家族的姨妈 去找了神婆 那个神婆是当地出了名的骗子 只会把你的情况 提油加醋的再说一遍 伊斯米也问出了玻璃两个孩子的事 但玻璃却威胁他 别告诉任何人 包括汤米 爱尔兰内战关乎到 英国内部的政治问题 之前胁迫汤米的爱尔兰人 正是出自坎贝尔之手 他来见了丘起尔 告知对方汤米通过了考验 作为老对手 坎贝尔清楚汤米优点和弱点 派他去接入内战 最合适不过 到时候再谢莫杀驴即可 丘起尔直接授权 让坎贝尔负责此事 回到伯明汉 汤米直接找来了利兹 让他成为提导党的新经纪人 接替格雷斯的老活 三兄弟大闹俱乐部的事 萨比尼已经知情了 提导党一定会遭到报复 一封匿名邀请函 也发到了汤米手中 第一点是卡姆登镇 汤米本打算现在就去 却在汽车旁 发现了萨比尼的拳套 夹不住人多 被打得头破血流 而身在伦敦的妹妹艾达 也被萨比尼的手下活捉 扬言要遭他来打 汤米没有了反抗能力 只是说出了萨比尼的名字 就被拔了金牙 在他看来 剃刀党和一群狗没有区别 说灭就能灭 而这群狗 还要到自己的地盘撒尿 却无法忍受 萨比尼今天必须杀了汤米 可优先开枪的是坎贝尔 他带人赶走了意大利黑手党 拄着拐 来到半死的汤米面前 把他带到医院接受治疗 同时 剃刀党暗中保护艾达的人 也出手了 可艾达不领心 宁愿自己不是谢尔比加的人 汤米醒来后 坎贝尔已经在身旁了 他给汤米递了盒烟 说起了不久前 被枪杀爱尔兰人的事 汤米答回所问 告诉他 格雷斯已经在美国结婚了 这些事坎贝尔比他清楚 不管对方问什么 汤米动用格雷斯 接坎贝尔的伤疤 老瘸子不想跟他废话 掐住汤米的脖子 让他听话点 伤好之后就会有任务之行 汤米又怎么可能待在医院等死 他逃了出来 找上了查理 要一条船连夜赶往卡姆登镇 只有耐力的人才能帮自己 喝了点给马匹用的药物 汤米就带伤上了路 去卡姆登镇的路程要四天 足够他续养状态 发烧疼痛 伤口的撕裂 熬了四天 汤米终于抵达了卡姆登镇 这背影 这口印 这走路姿势 汤老师终于亮相 就是他给汤米发取了邀请函 阿尔菲觉得这小子很有勇气 敢直接到萨比尼的地盘上闹事 这个犹太大佬有点神经质 看汤米这件事充满了关爱 还带了点不正经 但他绝对是个狠人 曾把一根十多厘米的钉子砸进了敌人的脑袋里 汤米这些天的遭遇 阿尔菲也听说过 他对警方很没好感 汤米也点破 这是他的缺点 萨比尼就收买警方 所以在伦敦争夺战有了优势 一个小势力对自己指指点点 阿尔菲很不高兴 但不得不承认 他现在确实处于劣势 汤米提出合作 卡阿尔菲搬出了比利肯波的下场 言外之意想说 跟汤米合作就会被捅刀子 汤米用精明的大脑给他算了一笔账 犹太黑帮有八成的收入来自于赌马 开场子收保护费 也只能赚到皮毛 而现在 剃刀党是第三大赌马集团 可以从中拨点利益 况且 几次大战下来 阿尔菲还丢了不少资产 局势很不乐观 听到了这些话 阿尔菲直接掏出了枪 这枪下去 汤米的脑浆就会见到后面的柜子 那他就只能把柜子丢掉了 很简单的比喻 话操理不操 汤米伤势还未痊愈流出了鼻血 贴心的阿尔菲丢去了手帕 顺便告诉他 不要去当那个柜子 说吧 他转为笑容 正式谈起了生意 路过伦敦的汤米找上了妹子 直接给他来了一栋楼 作为道歉礼物 这种补偿 换作谁都难以继续生气 另一边 萨比尼的沿线 探到了汤米和阿尔菲的会面 他质问收买的警察为何没发现 这帮守规矩又没有完全守规矩的家伙 只搜查了火车 忽略了货船 这种纯淡手下 让萨比尼很不满 狂飙意大利语喷他们 萨比尼下了最简单的命令 下次再见到汤米 直接无留的逮捕 但这群警察也是刚刚被阿尔菲手买 他还是听了汤米的话 这些两命派 给萨比尼切得够强 他安排手下 直接杀了谢尔比兄弟 回到波明汉 汤米给玻璃准备了礼物 他自然不会忘记家人的生日 这礼物也是一套房产 是提到党安排资金的一种方式 拿到钥匙的玻璃 还是一脸蒙蔽 他软软的坐了下去 汤米支开了兄弟们 给姨妈点了根烟 单独告诉他 尼斯米把你孩子们的事 告诉我了 只要你愿意 我会动用各种势力找到他们 到那个时候 这房子就是你们的家 玻璃的眼泪一直在打转 他说不出话 只能紧握汤米的手 靠一个微笑 来打写孩子们的心意 此时 艾达也带着儿子到了新房 进门那一刻 他又待住了 是前所未有的安宁 家人们的笑容 是汤米拼死发展的原因 丽兹告诉他 有封来自美国的信是给你的 汤米知道是格雷斯 但他没有打开看 提到党最近忙着重建酒馆 资金问题 他交给丽兹负责了 另外 还让女人写了一封信给丘吉尔 一方面是自我介绍 另一方面是通报坎贝尔的交易 在座的军官都打过仗 他们对汤米是个地道兵的事 满脸嘲笑 作为参与内战的回报 汤米在信里 要求政府为其发放 进出口许可证 说实话 这个要求对丘吉尔而言 不过是几句话的事 但这几句话 能为国王带来优势 能为国王找一个 不怕死的士兵挑起战争 简直转翻了 坎贝尔其实不太赞成这种回报 汤米这个人心狠手辣 溃出差错 但丘吉尔心意已决 他一个办事的也不好多说 根据内线的情报 汤米找到了玻璃失散多年的 儿子迈克尔 男孩现在改名为了亨利 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 迈克尔未满18岁 做出的决定不合法 所以汤米只能是过来踩个点 留下一个地址给了迈克尔 让孩子自主决定 该不该见亲生母亲 拳击场的亚瑟又失控了 他暴走 导致一个孩子被活活打死 作为目击者小弟飞恩 绝对会被警方叫去做证人 汤米提前串好了口风 就说是意外 孩子的后事和家人 替刀党会掏钱 亚瑟这个问题让汤米很头痛 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久 这个大哥 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需要人照顾 亚瑟形容失控的感觉 像是船翻了 他自己作为一条船 根本无能为力 汤米的压力也很大 没工夫照顾这个老小孩 两兄弟抄出了几句 不欢而散 想起上次大哥上吊 临走前汤米清空了 手枪的子弹 康贝尔特意进了警长一面 他清楚对方 收了提刀党的钱 很感叹 警长这样政治的人 也会被毒虫侵害 接下来的行动很重要 坎贝尔警告他 尽快弃暗投明 刚刚告别大哥 汤米又见了玻璃 从听说汤米有了孩子们的消息后 玻璃就一直很激动 汤米不得不告诉他 你的梦境是真的 女儿安娜已经病逝 但儿子迈克尔 住的地方离日不远 有了心理准备的玻璃 还是很心痛 他想知道儿子的地址 去弥补一个做母亲该有的职责 汤米见他情绪不稳定 况且迈克尔未满18岁 所以拒绝了提供地址 不曾威胁汤米 见他这么容易动怒 汤米更确定自己不能开口 玻璃朝天开了一墙 愤然离去 酒馆重新开张 本应该是个高兴的事 但大哥亚瑟自闭没来 玻璃也不愿意和家人说话 小弟飞恩找上的大哥 给他推荐了一个上头的玩意 只要一口 亚瑟就会像公马一样兴奋 果不其然 亚瑟走路都带风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了酒馆 他就是整个伯明汉最靓的仔 汤米见状也没有扫兴 他悄悄告诉亚瑟 那玩意是赛马用的兴奋剂 没事 少用比较好 说着 还没收了小弟的酒杯 搞起了黑帮的文化教育 他独自来到包间 格丽丝走后酒馆被炸了 现在又翻新开业 一切都回不到过去 想到这点 他点燃了那封信 至今也没有去看里面的内容 艾达带着儿子来参加了开业典礼 显然 他慢慢原谅了哥哥们的事业 来这里更重要的劝说玻璃 玻璃不傻呀 他知道汤米的意图 不说出儿子的下落不可能和好 醉酒的玻璃选了个小鲜肉 来了一夜老牛吃嫩草 直到清晨才衣衫拦绿的回家 路上 一个男孩拦住了他 男孩已经等了一夜 天亮才见到人 他叫迈克尔 是来见亲生母亲的 玻璃高兴之余也格外紧张 他对这个孩子亏欠太多 担心他误入歧途 也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工作 迈克尔虽然距离18岁 还有段时间 但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思考方式 与同龄人截然不同 近期 内务大臣要整治非法生意 给各地下发了警方抓捕任务 同流合物的提导党 自然有义务帮忙 他们花钱请人进去 只用待个七天 就能够得到丰厚报酬 汤米看中了一个 没有暗底的男孩 哈罗德 他来做这个差事 再合适不过了 而且男孩很老实不作妖 佩戴的木头假手枪 和那些向往大人物的孩子一样 汤米当机撬定 救他了 三兄弟也拿着真枪 打闹着回了家 迎面撞上了团聚的玻璃木子 亚瑟跟约翰一连怀笑 以为玻璃又找了小鲜兽 汤米则介绍了麦克尔 后者主动上前握手 哥俩没想到 眼前这个孩子 就是小时候常常欺负的麦克尔 总之 团聚是好事 好歹留的是谢尔比家族的血液 汤米让他把这儿当自己家 至于谢尔比家族是干什么的 有机会再和他介绍 这边 汤米要为伦敦势力招兵买马 曾经的战友凯奇 是他第一人选 凯奇将带领100名手下 前往卡姆登镇 以阿尔菲手下工人的名义 驻扎伦敦 这一天 麦克尔找上了汤米 他想给另一个妈妈打个电话 说自己要留在伯明汉一段时间 汤米不赞同这个想法 麦克尔未满18岁 不应该自主决定去留 况且 留在剃刀党不一定是好事 但人消鬼大的麦克尔 早就猜出了他们这黑帮了 他就想把村子里的许愿池炸了 就为了见证那散落满地的碎块 所以说 留在剃刀党对他没有影响 这孩子够聪明 也够腹黑 汤米微微一笑决定留下他 很快 100个人抵达了康姆登镇 由阿尔菲亲自登记身份 即便是他 也感叹了一句 汤米的业务能力 登记完的众人 全部化身成了面包室 身份和工作都合法 至于他们干什么 警方不会过问 里面都是自己人 其中一个人举手提问 调侃 这面包工厂里看不见面包 众人以准哄笑 阿尔菲表情一变 走到了提问的男人面前 一拳撂倒了他身边的人 阿尔菲会让人 拔光地上那个人的牙齿 让他直记得男人的冷消化 最后 阿尔菲大声警告所有人 规则一 不许讨论工厂的面包和酒 规则二 不许讨论上级领导说的话 规则三四五六七八九并不重要 因为和他们无关 最后的警告是 别碰犹太女人 说完 他把发言权还给了汤米 汤米悄悄安排凯奇 处理掉那个多嘴的人 散场后 他叼着烟离开 汤米顺路拜访了妹妹 正所谓物以类聚 作为弗莱迪的妻子 艾达也慢慢变成了 仇视黑帮派分子 可他还得享受着黑帮的福利 这栋豪宅外面 有警察有打手 都是汤米安排保护妹妹的 艾达没有反驳 玻璃同样开车 载着迈克尔 到了自己的豪宅 酒馆里 亚瑟刚刚提完事 正感觉世界都是自己的 一个女人闯了进来 用枪对准了亚瑟 之前亚瑟发病 失手打死的男孩 正是他的儿子 亚瑟没有逃避 还见他一枪爆头 否则死得太痛苦 然而 女人根本没有这个勇气 开的唯一枪 还是手斗打偏了 女人慌了 但恐惧很快就被仇恨冲散了 离开前 他告诉亚瑟 总有一天 你们会受到制裁 亚瑟心里很不适滋味 踢刀党的进出口生意 这都归功于 丘吉尔颁发的许可证 汤米的野心之大 让查理都感觉到了一丝陌生 爱尔兰内战的事件 愈演愈烈 那些反和平条约的 爱尔兰人猖狂至极 自相残杀的程度 让警长颤礼 他为坎贝尔 安排了一个临时住所 因为两年前的合作 不是很愉快 所以警长有意 跟他保持着距离 只是普通的秉公办事 回到住处的坎贝尔 被格雷斯的照片 带进了回忆 直到房东太太 送来日用品 才回过室来 正准备去进食的 坎贝尔 见到了汤米 今天并不是 他们见面的日子 剃刀党 利用许可证的风生水起 内部很多人 都当笑话来看 这些东西 汤米不在意 他话里话外地 告诉着坎贝尔 那些笑话我的人 说不定也在笑话你 这次见面 其实没什么大事 汤米就是想告诉坎贝尔 房东太太 是出了名的老宝子 如果他有需要 不用跑太远 家里就能解决 坎贝尔的心态 接近炸裂 哈罗德按照指示 到警署自首 警长按照流程 完成了任务 将男孩送进了监狱 因为这件事情 再普通不过了 只要七天就能出来 距离萨比尼派人 刺杀汤米的事 也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可手下迟迟没有进展 现在的踢刀党 太谨慎了 无法接近 他还听说 踢刀党 安排了一个人 进了监狱 萨比尼问起 康姆登镇的情况 手下基本上 一问三不知 会尽力调查 这种答复 不是萨比尼想听到的 他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很气愤 该怎么做 还用亲自和你说吗 杀了监狱那个孩子示威 然后找机会 做掉汤米 萨比尼这才满意的坐下 回到住处 坎贝尔叫来了房东 扔了一笔钱 让他脱衣服 见女人淡定照做 坎贝尔就知道 汤米没骗自己 他让房东带个话 告诉那些人 自己会笑到最后的 哈罗德在监狱里 瑟瑟发抖 仅一天都很难熬了 这时 门外走进了两个大汉 不由分说 把他暴打一顿 他们是萨比尼的手下 专门来清理 踢刀党的 说着 就要割开 哈罗德的喉咙 男孩苦苦爱求 称自己根本算不上 踢刀党的人 可对方还是下了杀手 哈罗德就这么 死在了监狱里 踢刀党召开了 紧急会议 玻璃还刻意 支开了麦克尔 意大利人已经放了横话 下一个死的就是汤米 如果踢刀党 安排进监狱的人 得不到安全保证 那他们就不可能 再效力了 这是要解决的 第一件事 汤米安排数名兄弟 随便犯点事 他会让警方 安排众人进监狱 到时候 务必除掉那些杀手 受害者这个孩子 即便踢刀党是黑帮 也很不舒服 汤米让玻璃 好好补偿孩子家属 顺便拿一笔钱 去买一匹 优良血统的小木马 与其说是买一匹马 不如说是买了个入场券 萨比尼操控艾普森独马场 有十多年了 汤米要把这赛事 从萨比尼手中抢过来 届时 小木马就能让他们轻松入场 听到这 玻璃又早了 这是什么馊主意 花重金买马 还要去萨比尼的地盘闹事 迈克尔悄悄推克了门 参与到了会议中 他申请和大家一起去买马 打小迈克尔就喜欢骑马 兴血还能帮什么 兄弟们都在帮迈克尔说话 可玻璃还是拒绝了 这让迈克尔顺门而去 散会后 约翰让玻璃别管得那么紧 不让鸟儿自己去飞 迟早会害死他 玻璃这才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并为他准备好了便当 门口的三兄弟疯狂按喇叭 让玻璃气不打一出来 路上 大家把迈克尔的干粮分脏了 他们万万想不到 平时很辣的姨妈 还会做三明治 理达拍卖会 汤米让大家小心行事 不能喝酒 不能掏枪 更不能分开行动 入场后 对座的女富婆就注意到了汤米 因为汤米迟到了 接下来的拍卖过程 女人也跟着汤米叫着劲 把一千吉尼币 稳拿的小木马 抬下到了两千 最终 汤米大出血拍得了手 礼貌的点头告别 汤米就给了拍卖会一个地址 把木马送过去 完事后 正准备离开 女人就叫住了汤米 他对眼前这个男人来了兴趣 很好奇汤米是做什么工作的 得知汤米买马是为了比赛 女人自我介绍了一下 她叫梅 是名训马师 曾经结过婚 但丈夫死在了战场上 汤米收下了名片并告诉她 我的工作就是干坏事 兄弟几个正往场外走着 就被萨比尼的手下拦住了 哥几个早有防备 亚瑟打得男人满脸是血 嘴上还说着想杀汤米 不如先杀我亚瑟 中间联盟拉克的失控了大哥 但还是防不住他置井凯森 直到场面被控制住 迈克尔都没有表现出害怕 汤米担心这种场面影响到孩子的心灵 却没有想到 迈克尔冷静地表示 我来开车 晚上他准时回了家 对于玻璃的担心 迈克尔说一切顺利 哥哥们都很照顾他 他们都是人才 说话也好听 迈克尔超喜欢和他们一起玩的 汤米亲自去了哈罗德的葬礼 见到他 男孩的家人疯狂动手 伤得汤米涅不流血 他没有还手也没有还嘴 拿出了抚慰金之后默默离开 这一天是个周日 也是他跟坎贝尔要会面的日子 进到屋里后 汤米愣了 之前绑架他的两个爱尔兰人也在场 看来他们跟坎贝尔是一伙的 三方势力时也不肯退让 首次会议就火药味十足 那名爱尔兰嘴臭男继续辱骂着汤米 这让汤米起了杀意 这两个爱尔兰人 是主张签署和平条约的那派 与国王合作也仅仅出于利益 上次汤米执行的刺杀计划很顺利 所以他们需要汤米再来一次 只是这次的目标很不简单 坎贝尔保证事成后会赦免汤米 嘴臭人更是用威胁的态度逼迫汤米 即便如此 汤米还是拒绝了 他无视众人转身就走 坎贝尔追了出去 走廊里汤米告诉他 这俩爱尔兰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每周都会和反和平条约的人见面 若想合作 就先把这俩人干掉 坎贝尔思考片刻答应了下来 汤米这才拿着档案离开 夜里 亚瑟带人抵达了伦敦 打定了警察之后 他们砸了萨比尼的场子 把这里的经理打得头破血流 面目全非 更是直接在麦克风前宣布 俱乐部易主 辞职一早 嘴臭男就死在了梅队里 汤米按照约定翻看起了档案 他的刺杀目标是拉塞尔元帅 地位可想而知 这让汤米翻了难了 从当初 他第一次被迫参与开始 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政府和阿尔兰人的逼迫 一个帮派老大 想让家族活着 就必须服从 利兹敲门打断了汤米的思考 外面有个人 想面试经纪人 进门一看 竟是麦克 男孩直接坦白 自己数学方面很有天赋 而且清楚提导党是干什么的 他来面试 原因有二 提导党需要一个自己人 来管理账面 从而洗白所有违法的勾当 二便是他想让 西尔比家族成为自己的骄傲 说这么多 其实没什么大用 汤米不能直接录用他 起码要得到玻璃的同意 这事儿 比麦克尔自己解决 玻璃只要点头 麦克尔就可以入职 梅来到毒坊 见汤米 他已经成为了汤米的训马师 这次见面 也是为了艾普森毒马赛 顺便把小木马接走去训练 梅用来接马的马拉拉 要中午才能感到薄敏汉 汤米便带着他 到酒馆休息了一会儿 倒酒的过程中 更是直接爆出粗鄙之语 这一给梅都整得不会说话了 他告诉汤米 我就是为了马来的 纯洁的目的 当然 在接下来汤米的训马差事之前 梅的确调查过他的身份 连勋章的事都查了出来 这样的男人 他没有办法不感兴趣 菲恩赶过来通知汤米 马拉拉到了 临走前 没问他小木马叫什么 汤米回答道 格雷斯的秘密 到了晚上 汤米跟玻璃聊起了麦克尔的事 孩子不在博明汉 也能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到那时候 玻璃就不能天天看见他了 当然 玻璃若是不舍的 就让他为家族办事 两全其美 汤米一本正经的说着 玻璃这才反应过来 这是他的套路 说到底 他这个当妈的也是舍不得 便问起了儿子的工资 听到这 汤米就知道 姨妈同意了 在一番讨价还价下 玻璃为麦克尔 争取到了不错的薪酬 同时 汤米也保证 不让麦克尔去接触违法的东西 这天是麦克尔的18岁生殖 家人们为他庆生的同时 也欢迎他正式加入踢到党 在姨妈面前 兄弟们也不敢开黄枪了 汤米送给麦克尔一个怀表作为礼物 一家人快快乐乐的玩的一夜 早上 汤米叫来了几个合伙人 今天踢到党正式开启进出口的生意 他搞到了一批不错的酒 用来试水 汤米选了个颁布禁酒令的城市 到时候 会把酒藏在汽车配件的箱子里出货 只能大赚一笔 踢到党的优势是上面给的许可证 等于是一路畅通没人敢查获 麦克尔只负责管理账务 不会受到牵连 汤米亲自监督装货构成 他认为汽车才是未来 才是发大财的路 他又连忙找到了位于伦敦的亚瑟 自从他暴力接管了萨比尼的俱乐部后 帮派又额外多了一份收入 可汤米一对账单就发现了不得劲 西日比家族从不直接贩卖为禁品 而亚瑟怎么做了 这是内务大臣们严重打压的东西 稍有不慎 剃刀党的一切都要玩完 汤米希望大哥能振挫起来 有些东西一旦沉迷就出不来了 聊完正事 兄弟俩笑着喝起了酒 未来正变得一片美好 汤米一个人驾车来到了元帅的府邸 天还下着蒙蒙雨 但府邸门口依然重兵把守 仅仅停靠便客 都会有警卫上前警告 这个行动相当困难 但汤米算出了警卫巡查的间隙 23秒 自打被迫接受了这个任务后 汤米的心就从未静起来过 他找到了妹妹艾达 开门的却是一个男孩 艾达说他是个族客 也是个同性恋 汤米这才放下第一 这次来见艾达主要是为了签字 汤米担心刺杀任务会让自己牺牲 所以安排起了后事 让所有家人都成为受益者 倘若有一天他死了 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巨款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面包厂来了一群客人 是萨比尼为首的意大利人 他们举着白旗来见阿尔菲 目的是谈判 作为两大混战多年的势力 萨比尼自认为和阿尔菲之间 是有些情愫的 但踢刀党的到来 打乱了这种平衡 阿尔菲也有什么说什么了 意大利人常年种族侮辱犹太人 还控制着艾普森塞马会 不让任何犹太人加入 这种情况下 自己为何不能招收新势力 听闻这些 萨比尼果断道歉 表示自己再也不会拿犹太人开玩笑 态度很诚恳 阿尔菲招呼手下记录了下来 并且添了一个条件 犹太黑帮可以加入艾普森塞马会 这个要求萨比尼也微笑接受了 两人签署了休战协议 在利面前 阿尔菲果断卖了提到党 不愧是汤老师 从伦敦返回伯明汉的路上 汤米绕了60公里来见媒 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豪宅 富婆无疑了 汤米走了进去 屋内堪比皇宫 看了看格雷斯的秘密的最近情况 这只匹有潜力的马 没得调教 也是重中之重 汤米想给汽车借点油 额外绕这么一大圈 可回不来博明汉了 梅也不确定家里有没有 别让他留宿一晚 这里客房多得很 说到这儿 梅有些难过 房子这么大有何用 自己还不是一样孤独 这个地方又偏僻 平时根本没人拜访 汤米借事撩了起来 你有地图吗 我怕午夜会迷失在找你的路上 梅表示 勇人们会轮流守夜 你不可能进入我的卧室 而汤米反问他 落真的声音 他们也能听得到吗 如果能听得到 就让他们慢慢听 汤米一夜未归 与梅激情搏斗到了天亮 进出口的货物已经发出 麦克尔为大家结算了工资 艾萨想叫他去侯爵酒馆喝一杯 因为他这个黑人 那里的人不会招待他 除非有谢尔比家族人带着 想来今天忙了一天 麦克尔就跟着去了 在这里 他第一次吸烟 小哥俩正喝着酒 一个不长眼的男子走了过来 要求老板把这个黑人赶出去 艾萨没有理他 老板也劝男子逼着事 这俩孩子不简单 可男子不听 还动起了手 哥俩二话不说就开轮 可嫁不住人多 老板见状 直接大喊 那孩子是剃刀挡的 他是玻璃的儿子 刚刚还找事的男子 瞬间怂了 恨不得现在就跪下道歉 他连连道歉 离开了酒馆 而哥俩若无其事的继续喝酒 回到自己的地盘 亚瑟一眼就看出 俩孩子受了伤 麦克尔轻描淡写的 说了刚刚的事 亚瑟和约翰当即 起身赶了过去 麦克尔还不知道 他啥情况呢 艾萨就已经为 侯爵酒吧上了香 两人一把火 点了侯爵酒吧后 连同那个找事的男子 一起抬走 告诉麦克尔 这是为了剃刀党的名誉 之后就跟什么 我们都没发生一样 坎贝尔专程 给汤米传个话 上面下了命令 三周内刺杀元帅 汤米踢到府里周边 重兵把守 希望坎贝尔一方 能出手解决 但坎贝尔拒绝了 政府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会引起怀疑 一切只能由汤米一人解决 他能做到的就是 保证事后汤米被赦免 这对汤米来说 就是空头支票 他转身告诉坎贝尔 我已经准备好了后事 一旦我不幸死亡 你坎贝尔也得死 汤米焉不发的回到了办公室 喝了杯酒 点了个烟 坐在椅子上 静不下心 他翻出一封信 照着上面的号码拨了过去 接通的是个男人 汤米听到声音之后 正是格雷斯的丈夫 如此不乐观的情况 生活还是给汤米来了个雪上加霜 本来谈好条件 联手对抗意大利黑帮的 犹太帮老大阿尔菲 突然变卦 萨比尼给出丰厚条件休战 其一是不再侮辱犹太种族 其二便是犹太帮 可以参加艾普森独马会 这是英国规模最大的独马赛之一 萨比尼控制了他十多年 最后的要求是除掉提到党 对方给的太多了 阿尔菲无法拒绝 他摆了鸿门宴 请来了驻扎伦敦的亚瑟和凯奇 这次行动 警方也参与其中 坎贝尔同样想给汤米示威 他带人抓走了家中的麦克尔 理由是参与了黑帮火拼 玻璃无能为力 只能让儿子小心点 他会尽快让汤米处理此事 红门宴上 阿尔菲的人锁死了大门 凯奇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亚瑟出于合作信任没有多想 开餐之前 阿尔菲讲起了犹太同胞的奴婢史 指责法老滥杀无辜 对此 亚瑟还傻傻地表示同情 犹太人的习俗中 会在月节屠杀羊羔 将血涂抹在门框上 躲避死亡 也是为了纪念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 正当亚瑟兴奋在考全羊大餐前 阿尔菲却说出了这只羊羔的名字 汤米歇尔比 突在的瞬间 阿尔菲抬枪击毙了肯奇 将亚瑟死死控制住 把新鲜的羊血涂抹在了亚瑟脸上 阿尔菲擦经了枪伤痕迹 警方如期而至 忽略了假死装无故的阿尔菲 直接以杀人罪逮捕了亚瑟 同时 提刀党在伦敦的距点也遭到洗劫 出手的正是萨比尼带头的意大利黑兽堂 提刀党一夜之间人才两空 此时汤米并不知情 他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梅的家中 并告知了他一个养马的小巧门 马尔之所以会感染鸡成虫 是因为水槽中的水不干净 只要买几道金鱼 养在里面净化水环境 马尔就会健康的成长 作为一个专业的驯马师 梅从未听说过这种手段 他和汤米的感情发展得很顺利 正计划着夜里烧起篝火 每睡一觉 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 汤米急忙赶到教堂 怒斥坎贝尔不守信用 无耻之徒坎贝尔 马上就把责任甩了出去 称剃刀党干的那些事本就该抓 况且内务大臣们严打违法勾当 上策的指令让他一个小组只能照办 汤米清楚 这也都是借口 他质问坎贝尔到底想要干什么 刺杀拉塞尔元帅的差事他接了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坎贝尔拄着拐 废机的站了起来 直言告诉汤米 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你听话 正所谓 狗不听话还打一顿 你汤米歇尔比不怕死没法威胁 那就只能从你的家人下手 逼得你跟狗一样听话 对了 我们也在监视爱他 他的平安也是我一句话的事 汤米沉默了 但并不代表着他妥协了 一场解气的报复正在筹备 回到办公室 他就接到了格雷斯的电话 之前几次来电没有声音 他就知道是汤米 格雷斯想和他见一面 汤米同意 但要晚些时候 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赌房 对于不停念叨着先救我儿子的玻璃 汤米选择了无事 他优先让约翰爆出了损失情况 可以说 这次夹击 让提导党在伦敦的势力全无 见玻璃愈发失控 汤米只能大喊让他闭嘴 后者带着怨气离开了房间 伊斯米打算去找李氏家族 借点人手帮忙 汤米接受了 伊斯米还刻意支开了约翰 就是为了告诉汤米 该考虑下逃亡了 普通的生活同样幸福 没有人能让汤米放弃野心 他拒绝了 没能让汤米出手 玻璃独自来到监狱 见了坎贝尔 得知儿子遭了大罪 玻璃心里慌了 坎贝尔有手段 放走迈克尔 欠个字的功夫而已 但他需要玻璃给个释放的理由 或者自己能得到什么也行 情报方面就不必了 要说了解剃刀党的勾当 除了汤米之外 就是他坎贝尔 于是 无耻之徒坎贝尔想到了肉肠 让玻璃去完成那变态的欲望 为了儿子 玻璃放弃了尊严照做了 坎贝尔也答应 明天黎明时释放迈克尔 玻璃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痕迹 根本洗不干净 整个人的状态 也极度萎靡 艾达还想鼓励他振作 可惜这个世道 鼓励等于放屁 自日黎明 男孩默默点了根烟走到玻璃面前 监狱里已经传开了玻璃 为了救他干的事 麦克尔很失望 汤米这边 下潜到底层干活 时刻提醒自己怎么站起来的 产了半天麻屎 发现自己干不来这个 别让查理帮忙 准备六桶油 明天他要出行一趟 在此之前 他要去见格雷斯 格雷斯精心打扮 比两年前只多不少 他对丈夫谎称去见姑妈 浓妆艳抹 因为姑妈是个完美主义者 男人很绿意的同时 说出了那句等你回来 见面地点是艾达的住址 进屋后 格雷斯显得很拘谨 他在楼上生活 不急的话 上去每一睡一觉 汤米说出这番话 脸都不红 却把格雷斯气到了 来见你又不是为了翻云覆雨 气得格雷斯接连说出 我有丈夫 我很幸福 他很有钱 这种话来证明自己过得很好 听到这儿 汤米微微一笑 其实他楼上没生活 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确认 两人是否放下了过去 格雷斯的回答 证明了他的猜想 两人重新打了招呼 他们要去见喜剧大师 卓贝林 那是格雷斯最大的偶像 事实上 铁道党并没有通天道 和卓贝林是朋友 但是有关系 出席同一个场合 聊上几句是没有问题的 格雷斯很开心 聊天之余 汤米给坎贝尔打了个电话 你不是喜欢监视我的家人吗 今晚就让你的人 仔细盯住我妹妹的住址 到时 我会和你得不到的女人春宵一夜 放心 这次依然不会拉上窗帘 想想两年前 想想两年后 凯贝尔几乎气死了过去 就这样 汤米和格雷斯活塞了许久 鬼是出了 但格雷斯的良心却过不去了 他和丈夫正准备要个孩子 也按照计划检查着身体 如今看来 不知如何面对 约翰到监狱探望大哥 吓唬他将被执行死刑 整得大哥说起了一言 见他这样 约翰只能说出实话 汤米让我告诉你 早几天就出去了 起初亚瑟还很不屑 因为汤米从来不会告诉家人计划 但这次 约翰传达了计划 首先想救出亚瑟 就必须拿捏坎贝尔 而汤米手里最大的牌 就是刺杀元帅 他派约翰和李氏家族的兄弟 打着配合 引开警卫的静细 在元帅府里安放了炸弹 由约翰一手引爆 制造麻烦 后面就交给汤米了 汤米这边带着六桶油 来到了梅的庄园 见水槽养起了金鱼 他的表情很复杂 此行来是想结束掉 跟梅的感情 因为汤米心里 始终忘不掉格雷斯 互相耽误 没有意义 可以继续做朋友 一起驯马 汤米的话如老翁放屁 毫无意义 梅感觉到了欺骗 感觉到了侮辱 他兢兢业业为汤米训马 搞得满人泥水 现在汤米却说出这种话 他本以为马儿会赢的比赛 正如他和汤米迎来感情 只能是汤米不知富婆乡 没有强过格雷斯无数倍 汤米带来的六桶油 就是来此的决心 这回不用借宿一宿了 元帅府被炸之后 坎贝尔就火急火燎的 去找了汤米 可惜汤米还没有回来 故意让他等了半天 汤米才跟他聊起正事 坎贝尔有意无意的 问起玻璃的状况 看样子汤米还不知情 今天元帅府突然被炸 导致拉塞尔更换了咒处 刺杀行动要重新规划 对此汤米表示 我有把握 刺杀的时间和地点 我已经定好 与其等你坎贝尔重新规划 不如现在就电报大臣丘吉尔 让他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坎贝尔泄末杀驴的计划 汤米早就猜到了 安排这一切 也是为了绕开坎贝尔 若想刺杀计划顺利进行 政府就必须答应汤米的条件 在汤米的操作下 证人们撤了证词 亚瑟被无罪释放 领域长都没明白是什么情况 亚瑟有李氏家族的兄弟接走 执行汤米的下一步任务 他计划在艾普森独马赛上 刺杀元帅 这场独马赛规模极大 国王都会进临现场 并且能对萨比尼发起报复 顺利的话 家伙给意大利黑手党 行动前汤米写了一封信 内容是政府胁迫他挑起艾尔兰内战 并写明了坎贝尔的真正目的 一旦他今天出事 信立刻会送到媒体手中 汤米联盟招呼艾达的租客 一起出发 妹妹这才知道 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哥哥的人 他优先来到了阿尔菲的地盘 在酒桶边上系了个鞋带 特意让阿尔菲的随从看到 亚瑟那边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确保兄弟们能执行下面的计划 汤米这才跟阿尔菲开始谈判 首先 汤米掏出了政府颁发的许可证 有了这个许可证 货船就没有人敢查 阿尔菲能把东西藏进去 出口售买 汤米清楚 萨比尼还没有履行约定 然而 阿尔菲的野心更大 他写了个霸王条款 要求汤米把提到党所有生意 转交给自己 不签字就得死 汤米相当淡定 甚至抽了口烟 这门前我寄了鞋带 其实是在酒桶边放了个手雷 拉下就在门外的马仔手中 只要我没走出这个门 或者是别人先走出了这个门 手雷就会立马引爆 易燃的酒桶会让整个工厂消失 你阿尔菲或者是我汤米 咱们全都得死 阿尔菲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但汤米系鞋带的动作 大家都看到了 他不敢堵汤米再说谎 汤米从兜里掏出拉环 证明自己没有虎人 当他参加一战时 他就用这个雷炸的高低 曾经是为了求生 如今同样如此 阿尔菲选择退一步 抽成伦敦出口的35% 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汤米出门和兄弟们齐去 直奔艾普森独马赛 这时 波利给了迈克尔一打钱 让他今晚离开博明汉 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迈克尔不知道 这是母亲和汤米的约定 让他自己选择之后的人生 放完钱 波利也前往了独马赛 是时候去复仇了 当然 坎贝尔也留了一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找来了恐怖组织 红色右手军来处理汤米 失成之后杀人灭口 汤米则是安排着计划 在他行动的同时 兄弟们负责搅乱独马赛 给萨比尼找点麻烦 靠无力接管艾普森 至于警察们 汤米自有办法 独马赛人山人海 各种达官名贵 接在场 汤米在后台见到了梅 他们之间的关系藕断四连 今日的刺杀行动过于危险 汤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来 只能许诺给梅一个 无法保证的承诺 亚瑟和约翰两兄弟 接着买票 监视着萨比尼 确认他入场之后 才开始行动 而汤米则是一路 尾随着拉塞尔元帅 人权就是最好的伪装 正当他要接近元帅时 格雷斯突然走了过来 强行将他拉到一边 汤米的心思都在元帅身上 根本没有注意听 格雷斯的话 直到他告诉汤米 自己怀孕了 而这个孩子 还是汤米的时候 汤米这才反应过来 眼看拉塞尔越走越远 汤米让格雷斯编个谎话 瞒过他丈夫 女人突然之间的深爱 让汤米冷静了下来 无论如何 要先解决元帅 随着马儿的接连入场 提到党的兄弟们 也陆续埋伏在了四周 汤米叫来了利斯 想把元帅引入人少 且没有警察的地方 只能靠美人计 元帅是个老色批 绝对吃这一套 可让利斯这么做 违背了之前的约定 箭在弦上 汤米只能放弃承诺 保证会在利斯 受到伤害前赶到 并试图提前解决 这让利斯的自尊心 很受伤害 他很不情愿 但还是为了汤米答应了 利斯调整了衣服 在脚底写些了暗语 拉塞尔一眼就明白了过来 在等待的间隙 汤米遇到了坎贝尔 对于这个男人 汤米没有一丝信任 汤米想起两年前 坎贝尔说的话 向他们这种人注定孤独 可笑的是 刚刚格雷斯表达了爱意 还是在急了婚的情况下 而坎贝尔这个伪君子 只得到了一颗子弹 跟一把离不开身的榔头拐杖 自从他动了自己家人那一刻 两人就已经撕破脸皮 汤米清楚玻璃的遭遇 迈克尔说得对 今天 特坎贝尔只能活一个 踢刀党的兄弟 也没心情去看比赛 他们等待着汤米的信号 丝毫不敢分身 而利斯这边 成功把元帅吸引到了更衣界 汤米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但因为道路封锁 被迫绕路 赶到时 利斯已被强占 汤米抢过守卫的枪 对准拉塞尔扣动扳机 然而 手枪没有上场 错过了最佳的刺杀时机 两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 元帅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在一旁捡起手枪的利斯 因为不会用 帮不上任何的忙 元帅掏出自己的配枪 试图击毙汤米 这给汤米反杀的机会 一枪毙命 元帅阵亡 利斯对汤米非常失望 但汤米无暇安慰 必须继续执行计划 他首先告诉警察们 自己听到了枪声 由军人牺牲 将所有警力吸引了过去 由于国王在场 警察们不敢松懈 大批赶过去保护国王 其余全部都前往了枪击现场 这样一来 踢倒党就有机会 突袭萨比尼的手下 全副武装的兄弟们 几乎没费力气 就接管了马场 警卫们很快搜查到了 坎贝尔面前 亮出身份后 他成功摆脱了嫌疑 汤米这时等来了萨比尼 面对意大利人的威胁 汤米没有任何反应 他很清楚 萨比尼和阿尔菲的缺点 前者过于信任警察 后者根本不相信警察 全部警力一走掉 萨比尼就失去了安保 得知汤米计划了他 打算杀人 可汤米直接劝他放弃 这种时候 开枪会被当成嫌疑犯 毕竟国王在此 动武就会被抓 听闻阿尔菲又跟踢倒党合作了 萨比尼当即暴怒 砸了瓶子交通手 动静引来了三位警察 按照规矩 他们本该抓走萨比尼 却不讲理的带走了汤米 这样汤米的计划被彻底打乱 枪口的威胁下 汤米只能跟他们走 而这三个警察 就是坎贝尔找的刽子手 格雷斯没有等到汤米 却等来了梅 向汤米的兄弟打听下 很容易就找到他 前任与现任的会面 空气几乎都降到零点 梅不服输地 说出了汤米对自己的信任 而格雷斯也拿出 过去的事对抗着梅 两人的会面 梅几乎完胜 且不提他能给汤米带来的帮助 光是这份面对情敌的从容 就已经赢了 他只输了一件事 太晚遇到汤米 另一边 坎贝尔给上面打去了电话 报告了现在的情况 元帅已死 汤米也在死的路上了 他得意洋洋的邀功 期待着艾尔兰内战 一声高跟鞋声 让他变了脸 来人是玻璃 汤米为他铺好了复仇的路 见到玻璃 坎贝尔还是满脸猥琐 自行的不敢在这动手 可他低估了姨妈的狠辣 坎贝尔的乌言慧语 让玻璃想起了之前的遭遇 他气愤的发抖 气愤到眼眶湿润 一声枪响 坎贝尔他软在地 说完这句话 玻璃不顾衣服上的血子 优雅的离开了现场 七刀党接惯了艾普森独马赛 没费一兵一族 大家都在庆祝胜利 丽兹深深的看着约翰 希望他远离这种生活 在约翰的眼神里 没有汤米那般复杂 颠簸了一路 汤米被压到了荒郊野外 见到为自己挖好的坑 汤米知道生命要结束了 没办法履行与格雷斯的见面 他请求点一根烟 三人所有人性 允许了他的行为 点燃深吸力口 汤米感叹了一句公百垂成 是 他差点就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汤米回过头扔掉了烟 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但眼里还是充满了不甘 三个刽子手正要枪决 其中一人突然反水救下汤米 他是直接听命于国务大臣丘吉尔的 救下汤米是因为丘吉尔另有吩咐 汤米踉跄着爬了出来 一路走向远方 惊惚未定的他并没有 结后余生的感觉 而像是避坑落井 兄弟们都在庆功 没有人知道汤米的遭遇 回到办公室的他 只看到了一个人 迈克尔 看样子表弟已经等了很久 他就是为了告诉汤米一件事 自己要留在剃倒党 和汤米发大财 哥俩碰杯之后 汤米靠在椅子上 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打响内战的两年后 剃倒党的势力迎来了一次版本更新 房子变大了 生意扩张了 汤米也要结婚了 婚礼当天 剃倒党们恶人集结 对立而坐的 一身红衣的是新娘的家属们 他们是爱尔兰骑兵 作为伴郎的大哥亚瑟 笔直的站在兄弟身边 随着新娘入场 提到党扫夫人的身份 揭开帷幕 正是汤米的真爱 格雷斯 有情人算是忠诚劝属 有些观众可能就要问了 格雷斯的绿帽老公去哪了 结脱太快 不要着急 男人在发现妻子出轨后 就含恨自杀了 汤米是顺理成章 娶了儿子 他妈这不过分吧 随着众人的欢呼 黑老大汤米又多了两个身份 丈夫 父亲 人群中 一个法令文大叔 引起了汤米的注意 他没有去管 有限把妻子接回了家 在这大喜日子 汤米却格外的焦虑 一部分来自成婚 一部分来自生意 他让所有兄弟在后处几何 千叮宁万嘱咐玻璃 憋出什么妖蛾子 汤米点上一根烟 警告大家别惹事 格雷斯是军人世家 而自己是黑帮老大 本就是黑白对立 就更不能让兄弟们 丢替刀党的脸了 不搞违法 不躲马 不谣传不打架 迫害规矩的他会重罚 格雷斯看出汤米的焦虑 另有隐情 作为合法夫妻 他有知情权 可汤米不想说 只能把黑锅推给大哥亚瑟 亚瑟管不住嘴 是人尽皆知的 要是在致辞上说漏了嘴 那就麻烦了 趁着宾客们在楼下等着 汤米先活塞了一顿 餐桌上的亚瑟 也在为一会儿的致辞紧张着 妻子琳达不停的鼓励着他 而那法令文大叔悄然走到了玻璃身边 他来自俄国 这趟来是想和汤米谈比生意 孩子大婚当天 玻璃并不想谈记这些东西 这边亚瑟上楼催促汤米 迎面撞上不该看的 为了不让大哥在致辞上出错 汤米让他闷了一口酒壮胆 赶回餐厅的路上 听到了麦克尔在和丽兹的争吵 原因是丽兹的男朋友没影了 而他的男友又是意大利黑手党成员 这事是谁干的就很明显了 丽兹作为踢倒党核心的人物 众人绝不允许 他爱上一个图谋不轨的家伙 哥俩无情转身 惹得丽兹大骂幸好 终于到了开餐的时间了 亚瑟先进行了致辞 为了一方万一 致辞内容其实早就写好了 但亚瑟喜欢Festale 一边说着汤米是够义气的好兄弟 有跑题聊着弟妹真贤惠 虽然俩人在一块的过程很悲剧 但说到这汤米起身庆舅 打断了亚瑟的致死 再让他说下去 踢倒党的底裤都要被掏出来了 可亚瑟却黯然离开了餐桌 妻子琳达紧随其后 汤米也跟了上去 在门口 琳达赞赏着亚瑟 说真心话 会得到上帝的认可 汤米过来赶走了琳达 他担心的就是亚瑟 抖出格雷斯前夫的死因 被绿自杀肯定不好听 这让亚瑟大怒 你当我傻叉吗 会把人事说出来 汤米联盟轰走了门口的骑兵守卫 和大哥追逐了起来 俩人又知道了几点 汤米能看出亚瑟改变了 结了婚的大哥 不再是那个以前的暴徒 他坦白了今晚的机会 俄国派人来接头了 对方要从汤米手中购买武器 所以他才显得格外紧张 因为俄国人不好惹 他让亚瑟跟兄弟们等信 晚上就得行动 与此同时 法灵温大叔还在跟玻璃谈条件 为此说出了行动代号 康斯坦定 根据汤米的指示 兄弟们在庄园内玩起了毒马 引来了大批二蓝骑兵参与 堵住压的也都不是小数 汤米则是在没人的地方 接见了法灵温大叔 后者表示 剃刀党的一举一动 都在被监视着 汤米不想磨叽 直接要钱 法灵温称公爵的侄女 正在把钱往这带 这与汤米刚开始得到的消息不一样 而且康斯坦定的这个代号本就错误 但他还是告诉对方 自己会让警察把人接来 汤米让兄弟们戒备起来 真正的街头人还没到 生意归生意 汤米还得去招待所有贵宾 格雷斯和波利也颇有兵士前嫌的架势 商业互捧 那是在所难免的 无讳上 格雷斯希望汤米向自己保证 干完这一票就金盆洗手 他们干合法生意 享受纯粹生活 汤米答应了 回过头来 警长莫斯把女公爵接到了状元 所谓老擦屁股侠 莫斯对汤米相当忠诚 女人叫塔蒂安娜 上来就被汤米给骂懵了 因为丘警的命令是 任何说错代号的人都是奸细 而法令文就是奸细 这种风险汤米担不起 塔蒂安娜直接给了钱 并询问汤米能不能杀人 非个人数了数 刚好一万没进 汤米没有直接回答 而上警长亲自送女公爵离开 因为按照丘警的命令 汤米只需要把武器卖给保皇派 而突然插入的革命党派奸细 法令文大叔搅了局 汤米希望亚瑟能出手干掉法令文 当下的局势 不允许替刀党说弄 不光是俄国人和阿尔兰人 就凭丘警一句话 希尔比家族就得整整齐齐 这让从良的亚瑟被迫答应 亚瑟以女公爵要见面为由 骗来法令文 汤米则上约翰和李氏家族的兄弟们 来一个擂台赛 引走了其他人 亚瑟这边的内心经历了挣扎 最后还是开枪射杀了法令文 由于人都被引走了 并没有人注意到枪声 城里来了个小贵妇寻求刺激 她选择让迈克尔带路 在家人面前 迈克尔大老范十足 得知女人还有个未婚夫 迈克尔更伤心了 俩人借着劲头夹大了玛丽 玻璃也桃花运来了 一位叫做罗本的画家 三番两次上前搭讪 玻璃没办法不动容 而法令文的尸首问题 兄弟们已经处理好了 当下火花下葬 此时的格雷斯 已经幻想起了美好的未来 与他们不同 再次开了杀戒的亚瑟 恨事挣扎 妻子琳达是个活菩萨 和他在一起的这些年 亚瑟就差剃头皈翼了 在琳达的指引下 亚瑟对上帝谢了罪 婚礼彻底结束 歇尔比家族回到了毒房 当汤米打开保险柜的那一刻 映入眼帘的只有票子 可见 提到党现在的财力多么恐怖 他们组装售卖的汽车 已经出口到了各地 这天 汤米找到兵工厂管理员 要来了六号仓库的钥匙 这里面藏的 就是要卖给保皇派的 27辆坦克 汤米来见了神父 目前看来 神父也是保皇派成员 汤米告诉他 27辆坦克没出问题 神父便为他指使了 下一步的行动 去伦敦建一个名叫 彼得·洛维奇的公爵 后面简称洛维奇 塔蒂安娜正是他的侄女 保皇派的人汤米同样惹不起 只能是听命照做 罗维奇被英国政府 安排在一座皇宫官邸居住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除此没有别的待遇 罗维奇与塔蒂安娜一样 都是流亡的俄国贵族 他也早就得知 自己要与汤米见面 另一边 亚瑟几兄弟跟意大利的 上格莱特家族见了面 对方的老大维森特 过来是想讨个说法 可说好的老大见老大 结果汤米没来 萨比尼失事之后 意大利人和替刀党 一直和平相处 可维森特听说 自己的儿子谈个恋爱 都被替刀党阻止 他的儿子 正是利兹的新男友 维森特希望他们 给汤米传个话 只要让儿子恋爱自由 替刀党可以随便谈条件 然而亚瑟和约翰 却一直在嘲笑对方 现在的替刀党 并不惧怕意大利人 何况是搞不了对象 就找老爹的货子 约翰甚至威胁他 要开枪打断他儿子的腿 这让维森特感觉不被尊重 当场宣布 上格莱特家族 与替刀党开战 亚瑟感觉事情闹大了 可约翰并没有意识到 今天的决策会带来什么 得知此事的玻璃 狠狠教训了约翰 上格莱特家族 正四处宣扬要杀了约翰 但约翰依然没当回事 如今替刀党的势力 整个伦敦乃至 整个北方 都不敢有帮派招惹 区区几个意大利人算什么呀 玻璃的意思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和亚瑟 已经去让利兹 带约翰道歉了 一是替刀党不羞辱人 二是那边老家伙 要真不要命起来 会给替刀党带来麻烦 约翰根本不答应 他认为 家人都被琳达腐化了 左脸挨了打 还要伸出右脸来保持协调 约翰摔门而出 独自一个人 找上了维森特的儿子 二话不说 一顿胖揍啊 大骂着让他离利兹远点 还念叨着 就他妈你没有杀我呀 约翰摘下帽子 直接割了他的脸 随后跟没事人一样 转身离去 赶在去见洛维奇前 汤米先找妹妹埃达 借了些资料 了解了一下 俄国流亡贵族 与洛维奇的信息 在一家高档酒店门前 迎宾拦住了汤米 因为洛维奇还欠着酒店很多钱 英国政府希望 他们对俄国同志宽容一下 资账到现在也还没还 汤米慷慨地掏出一点钞票 还请洛维奇欠款的同时 多出的钱 还让他成为了VIP 这一来 汤米心里就有数了 这一群俄国贵族 算是穷困潦倒了 洛维奇狼吞虎咽着美食 半天没聊到正事 说到法令文大叔 汤米直奔主题 一万美金是定金 俄国贵族 还得支付剩余的三万美金 但根据汤米了解 贵族给不起这个钱 所谓的贵族 只能生活在英国政府的同情下 杀了一名革命派分子 可不是小事 这笔钱贵族给得给 不给得给 洛维奇表情一变 坐到了汤米身边 他表示 侄女家手里有16颗钻石 跟两颗蓝宝石 妻子手里共还有7颗 都存在了他们自己的金库里 洛维奇拿出一颗蓝宝石 支付尾款 多出了价格 算是后续的定金 汤米收下了宝石 但他得找董行的人 验验真假 罗维奇自然不是个软包 他们贵族虽然现在寄人篱下 骨子里 狠劲还是有的 计划着利用完汤米 就干掉他 随后 汤米迅速赶回了伯明汉 约翰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家族会议上 约翰不敢喘大气 他犯了错 等着二哥的教育 汤米直言 家人都劝你道歉 你却还是把人家毁了容 亚瑟在一旁 担了一份责任 毕竟约翰也是他的弟弟 汤米突然话锋一转 给意大利人道一次歉 就会有无数次等着 不如保持公事 一举拿下 上格莱特家族的酒吧 让他们知道 在伦敦 谁才是老大 反而言之 约翰老弟做得对 别问为什么 亚瑟频频表现出了和善 汤米知道 大哥被活菩萨大嫂 给洗脑了 忙了一天的汤米 终于回家见了娇妻 格雷斯兴奋地告诉汤米 政要人员都会来参加 他们的基金会酒席 以格雷斯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一切正在往正轨上走 格雷斯还计划着 重新装下房子 给儿子建一个乐园 看来 他的确当了个好妻子 汤米为了不扫兴 拿出那个蓝宝石 直接送给妻子当礼物 大宝石谁能不挨呢 与此同时 亚瑟正要去见警长莫斯 琳达就拦下了他 用他的话说 在黑暗里行动的是魔鬼 亚瑟心想 我就是 他给了警长一笔钱 让他撤走纳切斯周围的警力 互到晚安后两人分别 亚瑟带人 把意大利人的地盘抢了过来 最后 用雨水清洗掉了手上的鲜血 准时回了家 维森特的儿子成天在医院里哀好 当爹的自然是不忍去看 他迅速计划着复仇 汤米的庄园里 一切祥和 黑老大带着儿子四处玩耍 强壮的马匹 水槽的金鱼 似乎任何事情 都能让一家三口着迷 陪完家人 他匆匆回到赌场 让约翰穿起裤子戒备起来 因为这一路上 警察都在跟踪自己 不出意料 大批警察突袭毒法 抓走了汤米 临走前 汤米让约翰告诉玻璃 这事跟俄国人有关 汤米被带到了监狱 并没有遭受到什么折磨 因为 这也就是故意设计在里面见面 神父给他传来了新的任务 话里都是威胁 神父背后的组织是共济会 在他们眼里 伦敦警厅就跟狗一样 何况是剃刀党呢 神父警告汤米 不要再去探望艾达 艾达与革命派俄共分子牵扯太大 若是不听命 只能让艾达去死 汤米猛的站起了身 摸了摸眼前的狗告诉神父 你还没办法杀了我 神父自然料到汤米会说这种话 他让汤米回家检查一下 小儿子的枕头 下面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汤米的表情瞬间变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 果然呢 在儿子的床头下面 背面就刻着儿子的名字 汤米这次害怕了 家人是他的动力 也是他的弱点 他不敢告诉格雷斯 那只会徒增压力 那名叫做罗本的画家 很快就和波利联络了起来 相约为其画一幅画 正经的那种 罗本相当高雅 让波利老路乱撞 这晚慈善基金晚会正式召开 一家人都穿得极为隆重 到场的都是英国有头有脸的人物 汤米和他们谈笑风声 格雷斯有意引进会议主席 给汤米认识 然而 男人早就为汤米效力了 这给格雷斯整蒙了 神父与国会议员 帕德里克也参加了 根据会议主席介绍 两人都是共计会成员 汤米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邀请这俩人 是格雷斯的无意而为 两人的到来 让汤米措手不及 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帕德里克告诉汤米 宝皇派已经有人过来了 那个人就是塔迪安娜 他们要确保27辆坦克的状况完美 这件事情不允许任何查错 并强迫汤米 要带塔迪安娜进入兵工厂内部 亲自掩护 这很困难 因为兵工厂是革命派的人的底盘 可汤米又不得不同意 此时 塔迪安娜和格雷斯刚刚认识 通过女人和汤米的对话 格雷斯就判断出 两人不是第一次见面 碍于场合也没有多说 塔迪安娜用贵族的习惯 要求汤米亲吻她的手 格雷斯没有表现出不悦 还用蓝宝石项链来证明自己在汤米心中的地位 两个女人的火药味有些窜头 汤米便让艾达支走了格雷斯 她这在开口聊起了明天宴货的事 带她去 汤米同意 但明天不是个好日子 可惜 俄国人不肯退让 塔迪安娜更是坦言 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愿意和你sleep一下 随即提起了格雷斯蓝宝石项链 塔迪安娜玩味的说 那宝石被诅咒过 我是打死也不会带的 汤米正在吸收这句话的含义 他愈发感觉不得劲 连忙让格雷斯摘下项链 格雷斯还以为丈夫在挑逗自己 正要离场去摘下项链 一名尚格莱特家族的杀手突然开枪 亚瑟第一个冲了上去 可子弹还是打中了格雷斯 希尔比家族的兄弟们 把杀手活活打死 却还是没有改变格雷斯的命运 其实看到这 很多讨厌格雷斯的人都说着爽 作为第一任女主 格雷斯一直都是汤米的之爱 结婚生子对汤米是很幸福的 持了三计 忠诚却说 还是死了 尚格雷斯家族的报复也才刚刚开始 后面还会有更加扎心的内容 断心之痛 令汤米少了份灵魂 常常在坟前一手便是一夜 迈克尔和波利前脚刚离开 亚瑟和约翰就告诉汤米 我们兄弟俩已经把安吉尔弄死了 上次割了脸 这次割了喉 让提到党的兄弟们 一举赶走了当地的意大利人 但安排行凶的维森特逃走了 根据线人说 对方准备逃往纽约 将于周六去利物府乘坐移民船离开 听到这儿的汤米心想稳了 他在那边有关系 知道时间地点 复仇就好办了 正安排着兄弟们去活捉对方 哥俩插嘴说 维森特和他夫人奥德利会一起成船 奥德利是个善良的人 还是他们学校里的老师 汤米已经没了理智 下令亚瑟杀了奥德利 活捉维森特 好人会上天堂的 哥俩很难办 也只能是听命行事 约翰很不满线子的二哥 他优先照顾合法生意的麦克 完了 脏活累活让亲兄弟干 还什么都不解释清楚 三兄弟闹得不欢而散 家族会议上 兄弟俩自嘲是清洁工 一样怪气的宣泄不满 麦克自然能听出话里有针对 火切上来了 差点起了冲突 还是艾达儿子骂了句街 才缓解气氛 这家越来越没个家样了 伯利再次出马 维森着家庭关系 表示干完这票 全家合法 正当大家碰杯和解时 汤米已经上了路 他还有更操心的事要解决 那就是俄国的内斗 道梦岸然的神父 用儿子的安全威胁了汤米 他必须要把孩子 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虽然查尔斯还小 但汤米还是告诉他 母亲已经离开了 原本幸福的三口 现在只剩他们父子 把儿子留给 李氏家族的强尼手里照过 汤米起身 去见了一位神婆 他把蓝宝石项链递给对方 格雷斯遇害的当晚 就是戴着这枚项链 有人提醒过他 蓝宝石受过诅咒 这次来是希望神婆 能够亲口告诉自己 项链的确被诅咒了 这么做 虽然不能让格雷斯 起死回生 但可以让汤米的愧疚少些 作为无信仰者 汤米这次可以撒开膀子 大干一场了 这边 亚瑟开始教麦克用枪 合法归合法 黑道哪能不动我 他分享着成为 刽子肘的每个细节 情道深注 更是让麦克拿枪轮流 对准了自己和约翰 场面随时 有可能会因为走火 而提前大结局 这让玻璃很不开心 但儿子大了 他管不了 前去霍州威森特之前 他们先走了趟工厂 早前 俄国贵族支付了定金 要从汤米手里 买走27辆坦克 为了不被对立的 俄共党发现 两兄弟奉汤米之命 前来威胁管理员 务必开除名单上的 俄共工人 管理员清楚 开除俄共党 会引起大型罢工 可奈何提导党 给的太多了 实在是拒绝不了啊 两兄弟这才在 六府的码头上 活住了维森特夫妇 老头其实察觉到了 有人跟踪自己 也向码头的警卫求助过 但没有一个人 站在他这边 警卫跟着亲手 把这俩人送到了 提刀党面前 奥德利夫人 一眼就认出了 约翰和亚瑟 小时候你不听话 我还打过你的屁屁 还有你亚瑟 小时候的你多可爱 以至于老师 都不忍心惩罚你 两兄弟的良心 非常刺痛 一边是昔日恩师的求行 一边是汤米的命令 奥德利死死抱住丈夫 试图唤醒两个学生的善心 事实上他成功了 约翰和亚瑟 没有对老师下手 只抓走了维森特一个人 约翰还悄悄地让奥德利 逃去美国 眼前这个一身肥镖 头发都快掉脱的老头 就是刺杀提德党 二嫂的罪魁祸首 如今落到了汤米手里 只会有一种下场 但在死前 汤米要好好折磨他 嗨 就是不给个痛快 不如先拉个双眼皮 让你流血之死 还是嘎个舌头 看看你到底多恶心 逐渐变态的汤米 被一张枪下发现 亚瑟抱了老头的头 约翰紧接着说道 我们放走老德利 这两个举动 都没有让汤米生气 足以证明 他原本也没想做的太极端 回到家的汤米 继续当着好爸爸 一个人给儿子两份关爱 猛抽一根烟后 他找上了爱打 弗赖迪的一个老俄共朋友 在苏联大使馆那边 听到了点消息 事关神父的背景 汤米用波士顿分公司 收买了妹妹 那边就卖卖口红 衣服啥的 适合女孩打理 这才从爱打嘴里得知 老朋友的名字詹姆斯 汤米分分钟派人 抓来了詹姆斯 只是简单一个照片 男人就认出了汤米 一顿友善的问候 汤米问出了神父的身份 简而言之 神父就是个嚼屎棍 或或俄乌贵族 和俄共党之间的关系 但具体计划 汤米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亚瑟这边美人出狱 正沉迷于镜子里的自己时 妻子琳达告诉他 你要当爹了 这对亚瑟无疑是最好的礼物 他着急忙慌 叫来了所有兄弟 把自己的私房酒都拿了出来 待人到期后 亚瑟正式宣布 我喜当爹了 不是 是我当爹了 汤米没有像其他兄弟一样 把心情表现在脸上 而是正经抱住了大哥 由衷地说了句恭喜 有了家事 意味着亚瑟得放下头刀 汤米也不能让他去当清洁工了 由公爵洛维奇 与侄女塔迪安娜举办的晚宴 邀请了汤米和神父一惊人 磕套的同时 汤米一直在盯着神父 思要把对方看穿 又根据塔迪安娜和洛维奇的眼神和举动 汤米看出 俄国贵族真正的老大是洛维奇的夫人 开饭前 汤米拿出了一份计划表 将近期筹备的计划说了出来 他已经派人清除了各大工厂中的俄共党 表示会操控他们发起罢工 届时不受控制的警方会去处理暴动 而他们并会趁机劫走27辆坦克 连夜用火车运往伦敦 最终的目的地是圣尔本斯的一个煤厂 由提到党看守直至交易结束 汤米叙述计划的过程中 神父不停打岔 这会儿汤我喝 那会儿使真相 总之就是不想让汤米全盘拖出 至于早就查出他身份的汤米 是完全不在乎 他假装列了清单交给公爵夫人 实则上面写的是 我有话要说 完事后汤米表示 这神父太下头 这饭我不吃了 塔迪安娜领会了公爵夫人的眼神 跟上去问了个清楚 这才从汤米嘴里得知了 神父的双重身份 俄国贵族信不信由他们 塔迪安娜聊到格雷斯 这让汤米破了房 他让塔迪安娜少废话 现在立刻下令干掉神父 不久后迎来了耶稣受难日 谢尔比兄弟举办了一场葬礼 曾经抛家妻子 还骗了亚瑟巨款的父亲死了 其实聊起这个父亲 兄弟们都没有好感 教过他们唯一一件事就是打猎 他们用打猎纪念了父亲 然后从此忘掉这个人 这天 宿醉的玻璃来到教堂忏悔 他承认自己是个杀人犯 还表示得继续杀人 对方还是个神父 自己的良心实在过不去 可能是干扰智商的酒精争发了 玻璃赶忙闭嘴离开了教堂 可他已经酿下了大货 玻璃回到赌坊 保险库的门却打不开了 利兹把密码脱口而出 原来汤米早就改了密码 跟利兹活塞的时候 顺口告诉了他 这让玻璃更加郁闷了 汤米信任利兹大于自己 利兹也很苦啊 活不活在 那都得看汤米的脸色 我又能怎点 众女一听是一脸蒙蔽 男人们去干体力活了 作为大嫂 琳达给姐妹们送来了早点 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想出了个馊主意 不如我们组建个妇联 去参加女工人们的抗议游行吧 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发声 天天坐办公室的众人 早就不满意了 当场就决定出发 汤米这边 计划着劫持坦克 麦克也参与了行动 贵族会拿出钻石蓝宝石以及现金 总价值15万美金的酬劳 给踢到党 参与干活的都有油水可漏 剩下的钱 足以到美国投资合法生意 失声之后 我们金盆洗手 再也不干违法勾当 条件相当诱人 亚瑟甘愿加入这最后一票 行动前 塔蒂安娜不请自来 他代表贵族来向汤米要个证据 证明神父是双命间谍 汤米点了个烟淡定告诉他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 不相信我 老子就罢工 塔蒂安娜当场就要脱衣服 试图用取长不断的方法 问出答案 此时 约翰推门而入 妇联的事给他整肖蒙了 哪能想到替党党自己的人马 还去参加罢工游行了 汤米只问了约翰 琳达是否在场 得到了确切答复 他一下就清楚了 又是大嫂的搜主意 汤米没有去管这件事 而是让老弟把塔蒂安娜的车胎炸了 理由是没处补胎 客人要留宿一脚 约翰哪能不懂啊 可就在完成任务后 他发现 妻子伊斯米留进了保险库 他早就听不到了密码 就想拿点钱去买那个东西 约翰说 那个东西对孩子不健康 伊斯米最终答应 再也不买那个东西了 激情过后 汤米把证据告知了塔蒂安娜 后者一句话给汤米整无语了 他们家的宝石贼多 公爵夫人甚至可能拿那个干哪个 汤米知道 贵族家里肯定有个金库 为了寻求刺激 塔蒂安娜拿起了汤米的左勒手枪 这一路给汤米吓住了 书桌前 塔蒂安娜只留了一颗子弹 玩起了战斗民族的轮盘度 那份从容就跟我们小时候撒尿活泥一样 班级扣下没有想想 倒是把汤米搞得满嘴fucking 再往后的内容放不出来了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我知道你们都有兴趣 塔蒂安娜深情的看着汤米 让他放手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如果汤米想干掉神父 那就去干掉吧 第二天一早 塔蒂安娜就已经离开了 女仆说 他把汤米的轮胎安到了自己的车上 这让汤米相当无语 我是老大还是他是 对于和塔蒂安娜春宵一夜 汤米和兄弟们说 自己那是在工作 他汤米只能白嫖别人 别人不能白嫖他 所以他召集兄弟们打算 护学探保 偷走俄国贵族的金库 通过艾达的一个朋友 他们拿到了贵族家的布局图 准备买通一个小伙子进去 当仆人卧底 安排完之后 汤米回去教训了复连 在这节骨眼上去游行 对铁道党可没有任何好处 那可是政治问题 想要啥不如直接跟自己说 那可比游行要管用得多 汤米没想到 劫持坦克的事 这么快就传了出来 找大哥是名用了 他打算一会儿去找琳达 出发前 他让玻璃对刺杀神父的事情保密 这事你知我知 玻璃心里慌得一痞 因为他早前的多嘴 让神父本人知道了 自己要被杀的事 这给了他反击的机会 见了琳达 他们就明白了 什么让亚瑟赎罪 都是狗屁玄学 女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为亚瑟多挣一笔退休金 琳达要求汤米 拿出15万的三分之一给亚瑟 否则自己就会阻止亚瑟行动 汤米foking了 讨价还价还不让抽烟 与琳达本人没屌毛关系 单纯是为了大哥的退休生活 他答应了 终于等到了刺杀神父的时机 汤米在远处 看着他那假仁慈都想吐 可计划还没开始 就发生了变故 早就听到消息的神父 提前安排人处理了汤米 汤米被暴打了一顿 被抬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神父这才出现 汤米早就意识模糊了 得知身份暴露 神父威胁汤米 务必要对俄国贵族洗白自己 让他们认为是情报失误 否则神父会让汤米失去儿子 并且透露汤米身边有自己的人 失去意识的汤米被扔到了路上 缓过事来 先解雇了所有军事背景的佣人 防止有人对儿子不利 最后他忍着伤痛进行了膳后 在餐桌上洗白了神父 这种羞辱汤米忍了 但他从不坐以待毙 汤米又通过艾达的关系 连夜见了俄共党的人 直接把贵族的事挑明了 贵族买了这批坦克 然后故意让俄共党知道 这样一来 俄共肯定会去阻止 拦截火车从而发生暴力行动 在英国本土上采取暴力行动 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会瞬间中断 此时的他疼痛难忍 鲜血和汗水一直不停 汤米不希望俄共党去炸毁运输火车 理由很简单 西尔比家族会死绝 汤米颅骨断裂 脑震荡内出血 人到现在终于昏死过去了 好在他身边的是妹妹 是值得信任的家人 汤米这一倒下 剃刀党还能否反击 神父这个恶人 难道真的没有恶报吗 病房不能吸烟 这话对汤米西尔比无效 因为消息走漏 被神父百利道 汤米颅骨断裂 脑震荡内出血 严重的伤势让他躺了好几个月才恢复 这不正抽着烟吃着药 好一顿吸收营养 康复的汤米马上策划起了反击 他事先要将贵族跟神父的勾当 全盘拖出给了俄共 并派约翰亚瑟两兄弟 处理了用来交易的武器 同时 喊来了李氏家族的强倪 将犹他带队 打通去向贵族金库的地道 至于挖坑的手续问题 汤米已经解决好了 他买了块地皮 直接扎营动工即可 汤米担心贵族不支付尾款 这才决定去多借点珠宝 但坚定珠宝的真假 需要一个专家 那便是犹太黑王的老大阿尔菲 这些年来 汤米的大名在业内鼎响 有钱不赚是傻蛋 阿尔菲当场答应 踢刀党的兄弟们 在餐厅听亚瑟胡败 很快被汤米一起交进了房间 迎面撞上阿尔菲的亚瑟 脸色可谓难看到了几点 当年代查的事 他可忘不了 碍于大局 亚瑟忍了 阿尔菲真知道庆 表示自己已经向上帝忏悔 跟老婆一起信了基督的亚瑟 能怎么办 当然是选择原谅他 阿尔菲态度诚恳 亚瑟这才放下了手里的烟灰缸 逐渐平息了内心的火焰 毕竟 盗金库的事 还离不了阿尔菲 汤米带着亚瑟 约翰前来踩点 凭他和塔迪安娜的交情 贵族还得豪华招待 堆立派的人都会以纹身 装饰身体 亚瑟和约翰被迫卸下 瞧 老三都老二老大了 对妻子绝对忠诚的亚瑟 在美色之下 小兄弟还是不争气的 有了反应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是一场XX宴会 约翰借机对接了 提前安排进来的卧底 得知金库的守卫甚是森严 这群毛贼也是极其变态 在塔迪安娜的带领下 汤米来到了金库 贵族许诺 他随便挑选金额合适的珠宝 以作为购买27辆坦克的尾款 身为犹太人的阿尔菲 对俄国人没有一点好感 但这次来不是搞矛盾的 他逐一评估价格 跟公爵夫人讨价还价 专业系数直接拉满 但嘴臭的毛病实在改不了 中途机会要把 罗维奇公爵起婚爵过去 阿尔菲更直言询问公爵夫人 你有没有淡淡 别误会 我说的是法背热彩蛋 是俄国非常著名的一种宝物 罗维奇当然不想给了 但贵族是女人当家 算上法背热彩蛋 所有的宝物总价值达到了要求 待事成之后交给汤米 双方握手算是达成协议 接下来继续回到了XXX典会 亚瑟正疯狂输出着面板伤害 汤米也被塔利安娜拉回了卧室 虽然身体交给了他 但曼格雷斯想的都是脑子 这边 玻璃和化石罗本也干柴烈火 那幅画让他感觉遇到了真爱 第二天一早 三兄弟春光满面 埋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离开了贵族庄园 随便施个肥的时候 约翰和汤米还在回味昨晚的愉悦 但亚瑟典型是占了便宜还愧疚 一路上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汤米的地道小组也已经聚集 成员皆是一战其间的战友 各顶各的老挖掘工 接下来 汤米便开始根据昨晚的彩点 安排起了工程计划 这些天 只有麦克萎靡不振 像是遇到了什么压力 玻璃在儿子抽屉里翻出了一颗子弹 上面写着神父的名字 汤米便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玻璃 住院期间 麦克来找过自己 申请亲手干掉神父 原因是麦克小时候在教区被神父侵犯过 得知这些事的汤米自然同意让兄弟报仇 汤米要求麦克一枪打爆那混蛋的头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 这时候 玻璃又整腰额子了 他不想让儿子双手沾血 威胁汤米说 如果麦克开了枪 我会搞垮整个提到党 不久后 格雷斯的基金会正式开幕 这本就是汤米以至爱之名 办理的慈善机构 专门去帮助那些出身贫贱的人 这些人 将会受到剃刀党的庇护 台下的政客不少 但真正改变城市的 却是黑帮 可见讽刺 望着格雷斯的照片 汤米久久未雨 神父突然不请自来 他特来告诉汤米 24小时内 你必须要让俄贡的人炸了火车 否则动得都懂 从始至终 汤米没有开口 他返回开幕室招待客人 但凡有功夫 都得问问地道的事 被妇女们包围的汤米被迫营业 等缓过神来 他突然脑子一嗡 因为儿子不见了 焦急的汤米 一口酸水吐了出来 这一刻 他什么计谋都想不出来 整个人都是发麻的状态 好在兄弟们封锁了所有路口 警方也大批出动 寻找查尔斯 但都没有线索 这时 神父见了汤米 孩子咱是这个些东西帮走的 因为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更要确保汤米足够听话 他之前通告了俄贡 让对方千万别炸毁火车 那会导致鹰额断交 引发冲突 更会让剃刀党万劫不复 未曾想 这件事让神父知道了 现在 拿汤米儿子威胁 命令他亲自炸了火车 必要时炸死几个工人 更有说服力 神父突然话锋一转 听说你们提到党 在挖地道找金库 挖出来的东西 也必须都给我 有人说 这里面还有法备热彩蛋 我们攻击会的一个成员 就喜欢这个 也一并拿过来吧 新年儿子单位 汤米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赌坊 汤米面色沉重 因为挖地道的事 只有自己人清楚 神父知情 那必是我们中出了内鬼 他怀疑了家里所有女人 突然想起了 和波利暧昧的画家 说不定就是这个杂碎 不然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 还懂得医术的男人 为何会看上 波利这个黑帮老太呢 这番话伤透了姨妈 他也不知真假 没法反驳 波利哭着毁掉了那幅画像 转日一早 汤米叫来了阿尔菲 他已经冷静了下来 汤米先是花钱 买了份情报 名单上是所有 对法备热彩蛋 感兴趣的买家 上面与自己调查的名单 有所出入 阿尔菲的这份名单 少了个人名 汤米当场掏枪 指向阿尔菲 因为那鬼就是阿尔菲 阿尔菲一件事情败露 也就承认了 还震震有此 当我看见金库的那一刻 上帝就告诉我 那都是你的阿尔菲 那都是你的 汤米不想废话 当场foking了 怒斥阿尔菲没有底线 让敌人绑架了自己的儿子 他那眼神明显是 不知道汤米儿子这啥事 但嘴处的毛病 实属改不了 惹得汤米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随行保镖试图控制住汤米 但身边的迈克突然开枪 第一次见血为了汤米 也为首刃神父埋下了伏笔 见汤米和阿尔菲要御食俱焚 迈克赶忙拉架 毕竟阿尔菲身后是犹太黑帮 能不交恶就不交恶 这些话反倒让阿尔菲爆起了 马上化身鸡汤之神 说自己这么做 是为了让汤米明白一个道理 当然会迟早是foking要还的 汤米哪都不懂这些 但儿子是逆临 他失去了理智 死在汤米手里的父亲 或者儿子不计其数 大家都是砸碎 你给我阿尔菲装什么高尚 一番嘴泡红茶 让汤米都直呼牛逼 阿尔菲最终算是 为儿子的事道了歉 汤米这才转身离开 他安排警长 莫斯和亚瑟 抓来了名单上 疏漏的那名买家 此人正是神父口中的 那名共计会成员家属 一顿友好招待 问出了儿子的下落 为了一方万一 汤米亲自来到了挖掘现场 神父那边只给了24个小时 他必须亲自把这地道 挖通完成任务 这让他回到了一战的时候 更是在与曾经的恐惧作斗争 另一边 麦克对众兄弟 坦白了早上杀人的事 几名兄长很安稳他的情绪 约翰把孩子的位置给了麦克 神父和孩子在一起 这次薪酬就账一起算 与此同时 工厂全面罢工 踢刀党接过了地盘 亚瑟本就是本次的爆炮手 如果麦克那边没有救出孩子 他会炸了火车嫁祸给俄贡 让英俄彻底断交 第道理 因为泥土潮市 挖掘工程遇到大障碍 但汤米坚持向前 最终攻破最灰道墙抵达了金库 珠宝通通打包带走 其他行动也在同时进行 亚瑟和约翰在铁道旁安置好了炸弹 净等飞鸩传来消息 而麦克则是杀到了神父面前 因为没有第一时间下手开枪 经验丰富的神父直接展开反击 即将窒息的麦克 一刀刺下了神父的眼睛 手下们赶来帮忙 去被麦克挡了回去 他要亲手解决掉 这个酸萝卜别吃 一刀封喉 神父叠数了最后的一生 得知行动顺利的飞根 马不停蹄地赶往工厂 此时已经过了24小时 亚瑟决定 当这个夺走工人性命的屠夫 他引爆了炸弹 飞根赶到时已经晚了 麦克擦干了血 抱着孩子回了家 眼神也不再有以往的清澈 汤米这边拿到了宝物 第一时间联络了家里 听到儿子的声音后 如是重负地笑了出来 哪怕是自己一个人 也要硬撑着双眼里的泪水 真正抱起儿子的那一刻 前所未有的踏实 包裹住了汤米 然而 跟塔迪安娜光静地交情 汤米真的会白嫖所有珠宝吗 自然不会 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塔迪安娜的秘密 财产没继承 那能叫财产吗 至于坐中间的那哥们是谁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黑吃黑不允许中间商赚差价 汤米拿到了一大笔钱 塔迪安娜拥有了财产 两人谁也没有白嫖谁 至于贵族和俄共那点内战 这俩人谁也不感兴趣 至此 乃13万美金的款项 终于批了下来 汤米叫来了全家人 他为自己失去理智带来的伤害 为众人道了歉 大家跟着汤米混 都吃到了肉 可利兹却一毛钱没要 他要的是人 染过血的麦克决定黑化 跟着汤米干更大的伪业 以玻璃为首的女人帮 要规划他们的未来 大哥亚瑟要金盆洗手 跟着妻子去美国生活 这场告别 让所有兄弟低下了头 亚瑟一句我走了 约翰的眼泪当场虚空 你以为到这就算逼滴了吗 汤米突然开口 伯明汉的局长 未踢到党见过血的成员 发起了逮捕令 这是莫斯警长告诉他的 全家人一瞬间集体崩溃 都指责汤米知而不言 闯进来的警察逮捕了众人 汤米让他们相信自己 自己会解决这件事 至于如何解决 又如何发生这件事 真正的幕后黑手 从未露面 开幕雷击 约翰·谢尔比阵亡了 这事得从提刀党和意大利黑帮 尚格莱特家族的愿说起来 利兹和尚格莱特的太子 谈起了恋爱 作为英国黑帮的霸主 提刀党自然不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 赶上约翰性情盲撞 破了太子的像 这一来二去的 双方彻底交误了 尚格莱特发起了报复 在晚宴上 意外枪杀了汤米的之爱格雷斯 这可不是捅了马蜂窝 而是直接扎了蜂后 汤米是什么性格 直接让兄弟们 活捉了维森特夫妇 并且做掉了他的儿子 本想折磨维森特到死 结果新封上帝的亚瑟 仁慈地解决了他 这之后 西尔比家族遭遇大难 博明汉新上任的局长 对他们发起了逮捕力 凡是手里沾过血的 全部都被抓了起来 而这背后 是丘吉尔在控制 其中虽然没有汤米 但他却成为了 家族眼中的恶人 入狱的众人 早就磨平了往日的锐气 一个个变得沧桑无比 玻璃更要靠药物来维持 这天 他们被接连带出了牢房 绞行的日子到了 惊恐到无奈 再次接受 只能祈祷死后能上天堂 汤米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 他把串联第三季的所有证据 连带国王的亲笔信 寄了出去 这足以证明 提导党是在为政府干活 跟国王沾杯的事 警察局哪敢怠慢 吓得赶紧就forking放人了 同时 汤米还提出了个条件 为自己颁发官左宣章 认定他汤米希尔比 对治国有利 就这么着 过了一年 直到圣诞节 汤米也成了 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 可因为侥幸那件事 家人们跟他有了隔阂 大过年的都不愿意见上一面 利兹希望汤米能带着孩子 回去看看 孩子会解开他们的矛盾 况且亚瑟和约翰都当了父亲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 汤米肯定是没听进去 断了一下身体 就回到了工厂 目前这合法的大生意 由他和麦克照料 最近有个叫杰西的人 总是在场子里找麻烦 原因是他认为男女待遇不平等 女人的薪资少太多了 这事汤米倒没在意 他问起麦克 玻璃最近如何 姨妈依然是那浑浑饿的样子 整天神神叨叨 风风天天 矫情对大家带来了太大的伤害 细想下 你知道家人会出手救你 你上了刑场 跟你不知道家人会不会救你 你上了刑场 这是完全不同的 汤米再三叮嘱麦克 要好好照顾他 自己已经和他们走远了 这杰西亲自找上了汤米 想着为女同胞伴伸张正义 走路都有点飘了 甚至威胁汤米 如果不给女工加薪加待遇 他就要神动巴工 汤米不吃这套 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约翰这边也隐居到了自己的庄园 整天打打鸟骂骂鸡 生活还是不错的 艾达这天来拜访了他 送来了新年礼物 跟自己的哥哥叙叙旧 没什么毛病 但约翰的老婆不乐意了 任何跟汤米又来往的人 他都要骂一顿 唠了几句 艾达就走了 他还要去亚瑟家看看 亚瑟留起了长发 整天陪着孩子玩耍 曾嘲笑约翰的养鸡梦 现在 他自己倒是养起来了 可以说 亚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退休生活 艾达很快就到了大哥家 大嫂虽然也不接受汤米的帮助 但面上的事还是做了 跟亚瑟一起招待了艾达 还拉了拉家长 听说大哥现在要为了生计去打工 艾达有些心疼 但想到大哥也乐在其中 也就算了 没会儿 约翰打来了电话 今天早些时候 他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有个黑手印 是尚格莱特家族的长子 卢卡寄来的 黑手在意大利人那边的意思 是黑手党 他来寻仇了 亚瑟在家里找到了同样的信 他只可以老婆 跟艾达单独聊了聊 西尔比家族的每个人 肯定都会收到这封信 黑手党的报复 可不是闹着玩的 艾达偷偷把自己的手枪 留给了大哥 完事就快速奔向了汤米家 这事需要他来做主 信汤米也收到了 他比谁都清楚这代表什么 黑手党的人已经来到了英国 卢卡亲自带人 去踢倒党的地盘上旅游 有点疯癫的玻璃 本来就不去查任何信件 自然还没有发现 黑手党的警告 迈克带来了汤米的嘱托 同时也希望 玻璃能够振作起来 正在家里哄孩子的汤米 突然听到了引擎声 他让佣人带走了儿子 提着枪警惕地看着周围 来人并不是黑手党 而是艾达 还没等妹妹开口 汤米就表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黑手党那边 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通常十个人左右一起行动 他已经安排警方 去排查英国的入境名单 过圣诞节的心思全无 走错一步棋 就得过清明节了 卢卡清除每个人的地址 大家必须待在一起 待在一个黑手党 不敢来的地方才安全 想到这儿 汤米让艾达通知下去 西尔维加族 要召开家庭会议 任何一个不想死的人 都要到场 说完 还给了艾达一把枪自保 约翰这边还是约翰 不过 名字后面该加上威克了 为了提防卢卡的报复 算是全服务装了 最久的伊斯米 搂着他活动了活动 这一来二去 错过了汤米的电话 提着枪守夜的亚瑟 接到了电话 简短地通知了 时间地点后 汤米就挂断了电话 艾达亲自找来了玻璃 从一堆垃圾里 翻出了黑手党的信件 并通知他准时参加家庭会议 汤米安排迈克 亲自去找一趟约翰 时间紧迫的他 还得操心着视野 身为一大老板 过年期间 肯定要招呼不少客人 庸人走过来告诉他 新来的主厨 想知道客人什么时候到 汤米一下就警惕起来了 庸人还说主厨带了个副手 两人都是意大利人 汤米连忙翻看起了 主厨的档案 发现他曾在圣马可餐厅工作过 那可是萨比尼曾经的地盘 汤米二话不说来到后厨 唯独这个副手 不对自己打招呼 一个副手又不是实习生 却还在削着土豆皮 汤米确定他身份不干净 扔了十英镑后 就找来了主厨 这个主厨看起来挺和善的 汤米把客人来到的时间告诉了他 并且正式地认识了一下 趁机逼问他副手的身份 这个主厨曾在萨比尼手下干活 而萨比尼又是意大利人 这次的矛盾 他要站队黑手党 所以安排副手在自己身边 伺机待发 这些事 汤米很容易就想通了 他汤米歇尔比是什么样的人呢 想必萨比尼和这主厨都清楚 于是乎 汤米让他喊副手进来 开门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男人的命运 汤米干脆利落地杀了他 留了主持一条命回去 给萨比尼传个话 解决完了卢卡 就去解决他 汤米快速喘云了呼吸 叫来了强尼处理尸体 汤米带着儿子离开了家 接到消息的迈克 火急火燎前往约翰家 避开了辆马车后 一路不停地见到了约翰 伊斯米按照惯例排斥了一下迈克 因为在他看来 远离汤米才是最安全的 但结合他跟约翰上次信任汤米的下场来看 这种心情算是可以理解的 争吵还没结束 之前的马车上跳下来了几名杀手 乱枪之下 约翰当场阵亡 而迈克也受到波及 重伤倒地 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汤米万万没想到 希尔比家族的重聚 会在这种场景下 亚瑟一直在停尸房守着 他的弟弟死在了家门口 这样他曾经的暴躁性格又出现了 亚瑟甚至都不敢去看眼死去的弟弟 汤米要求他 以在那个寒冷阴郁的冬天 送走约翰 鼓足勇气回头的亚瑟 还是在见到兄弟的那一刻破防了 伊斯米的失控 汤米没有任何反应 而他决定 从此和希尔比家族一刀两断 约翰阵亡 迈克重伤 汤米没有掉一滴眼泪 他一个人在浴缸里点了个咽 脸上是泪还是水 已经无法分辨 终于 家庭会议还是开启了 只是有个人再也无法参加 弟弟死后 亚瑟剔掉了长发 他早就在子弹上刻下了卢卡的名字 总有一天 会把这颗子弹打进他的脑袋里 祭奠死去的约翰 现场除了没完没了抽风的玻璃 每个人都很严肃 汤米懒得去管他 现在 需要所有人表态 跟卢卡死磕到底 为约翰复仇 还是选择休战 不用多想 以亚瑟为首的所有人都选择复仇 抽风的玻璃要代表着迈克选择休战 但这都无关紧要 少数服从多数 汤米宣布开战 他让强尼招募了一群打手 每个人分配一把手枪 当然 需要通过查理的层层审核 完事后 提到党为约翰举办了葬礼 曾经打仗的时候 汤米和一群兄弟们就被遗弃过 众人等待死亡的时候 加玛尔提 大家一起唱 在那个寒冷阴郁的冬天 命运眷顾了他们 大家都活了下来 所以他们立下约定 大县将至的时候 会再次唱起这首歌 火化约翰的同时 两个杀手埋伏在了暗处 可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被格尔登父子干掉了 对此 汤米和亚瑟并不惊讶 这就是他们两兄弟的计划 以约翰之火提醒黑手党 西尔比家族的复仇要开始了 玻璃自然是要阴阳怪气一番 汤米哪有功夫跟他过家间 直接选择无事 哪知道 琳达要跟着作妖 宣布离开提到党 还拒绝了亚瑟的安全物料时 但事实上 没有汤米 你们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是艾达强行把钥匙交给了他 让琳达别forkin的拖大家后腿 这格尔登父子的来历也不简单 变态 亡命图 坏蛋 恶棍 野蛮人 邪教徒 反正不好的词都能用来形容他们 汤米开架 杀一个敌人给500英镑 他让菲恩跟着去处理尸体 自教和格尔登父子正式见面 老头一开口 就要买下查理祖传的工厂 这让汤米怎么能答应 他掏出了一枚硬币 正免 就让你买下这工厂 背免 就让我和你大女儿活在一下 格尔登脸色突变 满眼都是杀意 但这次赌注 他最终是放弃了 不敢拿女儿去博 他收下了硬币 回头给汤米上文用 这就能看出 他们只是暂时性的利益合作 双方同样水火不容 比作卢卡是外患 那格尔登父子就是内忧 总之形式上 大家还是比较融洽的 大家一起举杯纪念约翰 强尼和查理准备起了 讲究的大菜 就是要让混蛋格尔登知道 他们是野蛮人 我们不是 另一边 玻璃接到迈克苏醒的消息 马上赶了过去 刚恢复意识 迈克就有两个要求 给爷儿来个宴 我要见汤米 迈克要求玻璃正常点 去帮助汤米渡过难关 西尔比家族 现在需要真正的玻璃 过来这个坎 他愿意跟妈妈远走高飞 于是女人帮大张旗鼓的赶了过来 不抽风的玻璃 马上问起了汤米现在的情况 有几件事要优先处理 排查下伯明汉的小姐们 不招不熟悉背景的缘故 最后 好好跟格尔登聊聊 直觉告诉玻璃 这老头想要的东西不值钱的 汤米听了他的意见 主动上前询问 想让他们父子暂时忠心 就必须了解更多 格尔登很直白 他希望儿子能够当上拳王 这需要提到党的帮助 汤米马上操办了起来 工厂郭卢布 有个叫做比利的男人 他曾经在博明汉 蝉联多次拳击冠军 汤米让他跟邦尼打一场 此时此刻此地 量级都不同 比利担心失手打死这孩子 外人看来 这等于是狗熊打兽猴 但谁能想到 这兽猴是卡卡罗特 邦尼分分钟KV了比利 这就是亡命图的家教 汤米一瞅 这可好 这小子前途无量 可以成为提到党的赚钱机器 送去伦敦打比赛 情况好再送去美国 跟毒马一样控制胜负 大大地赚钱 阿尔菲就干过这事 汤米清楚这里面的利益 假以时日 这小子说不定 还能成为提到党的打手 于是他和亚瑟一排几何 先支付了一笔钱 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比赛 说完 还给了邦尼一副帽子 他现在就是提到党的医员了 汤米回到了办公室 杰西又找上了他 自然是继续为女性打包拼 汤米依然不让步 西脸纳闷 怎么楼上楼下都打拳 杰西透露自己 跟共党有牵连 别没事找麻烦 汤米放开了 爱鼓励罢工就鼓励罢工 想见面也随便见面 但就是不可能退让 很快秘书过来告诉汤米 欧洲贸易理事会的代表要求见面 人已经在门外了 汤米接近了他 只是一个眼神对视 汤米对他的身份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他自然就是卢卡 汤米点了个烟 卢卡掏出了牙签 两位大佬针锋相对 汤米靠话术 佐证了自己的态项 卢卡表示 见你面太容易了 言外之意 他想杀汤米也很轻松 汤米掏降对准了他 哪知卢卡坐牌不乱 汉宗兜里拿出了六枚子弹 刚刚在下面打拳的时候 他的人已经进来卸了所有子弹 卢卡一一摆放在桌子上 梅克子弹 代表一位希尔比家人 约翰死了 只剩亚瑟 麦克 波利和艾达 卢卡的计划里 汤米必须是最后一个死 只有让一个人亲眼目睹家人死去 那才是最大的伤害 对于踢倒党那可笑的安保系统 卢卡根本不想提 想灭踢倒党 记心的时候就能注意刺杀了 至于为何大费周章见汤米一面 卢卡是想来一场光明正大的对决 一场复仇之战 汤米毫不犹豫点头大眼 两人约法三政 不牵连孩子 不牵连平民 不用警察 送走了卢卡 汤米和大哥坐在了小时候的房子外 伯明汉 小西斯 这是希尔比家族的根基 一起闯天涯的约翰走了 这对亚瑟打击巨打 俩哥哥体内的杀神之火 已经在熊熊燃烧 杰西是共党成员 为达到平等目的 不惜以煽动罢工来威胁汤米 他身后的人有这个实力 于是 大量工人不管男女都开始了罢工 不过有句话说的好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为了生计 有的人挤破脑袋都想投靠踢倒党 人群中 自然有共党煽风点火 不过亚瑟专制各种不服 嘴硬 骨头可不一定硬 上有踢倒党保护 下有博命汉警署照顾 工人们的安全有了保障 今天是玻璃正式回归岗位的日子 作为提导党财务部主管 仪式方面 汤米置办足了 麦克这边生事好转 杨母特来医院看望他 养育之恩的温暖 永远冻结不了 但曾经一别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嘴上说着 欢迎麦克随时回家 但两人心里都清楚 有解入蛇意 有蛇入简难 短暂的叙旧后 杨母离开了 之后麦克便跟汤米 静等玻璃等人到来 玻璃对脚型的事耿耿于怀 跟汤米的关系 肯定还是有隔阂的 这次见面有几件事 其一便是玻璃的复制 待遇要比以往更优越 其二 麦克现在优先养胜 手上的工作暂时交给艾达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如何应对黑手党的报复 这需要亚瑟到场参与 亚瑟这会儿正忙着锻炼身体 众人等了一个小时 也没见他来 这件事汤米只能越过他了 卢卡是上个莱特家族长子 不过后来移民了美国 六年前 他曾来博命汉参加了一个表亲的婚礼 提到党拓关系 拿来了摄影师的底片 得到了卢卡正面照片 把他的样貌发出去 重金悬赏线索 另外 还要让戈尔登父子找机会刺杀他 杀人的事 绝对不能让亚瑟去做 汤米做出这个决定 并没有问过大哥的意见 当然 亚瑟他也没到场 大家投票一致同意 工厂这边 有几个共党闹事 亚瑟拿着锤子本想吓走他们 可非对我懂事的孩子要搞下 被打得哭爹喊娘抱头鼠窜 两个黑手挡刺客 突然从后门走了进来 冲着亚瑟连开竖枪 蛇皮走位躲开追击 进步绕后 完成反杀 想起约翰的死 亚瑟将其中一个人 按在油漆里活活憋死 完事后 搬进熔炉双双火化 两个杀手一直没有回来 卢卡自然猜出他们失败了 得安置一下后事 顺便吐槽了另外两个手下的衣品 那人只能解释出 英国的食品太恶心 导致衣服不合适 这让卢卡暴怒 我他喵的让你来杀人的 我让你来探店来了 其中一个人连忙打圆场 他找到了另一个办法 接近亚瑟 曾一次失手 亚瑟打死了个男孩 那个男孩的妈妈 一直没有办法申冤 卢卡一听就点了头 这人能利用啊 刚刚洗干净的亚瑟 就被汤米一通指责 说他不按时参加家庭会议 亚瑟把刚刚的事 轻描淡写说了一遍 还不忘讽刺一下 戈尔登负责 这意思很明显 我亚瑟才是大杀神 同时还告诉汤米 卢卡他杀定了 你们那所谓的投票 我本人不同意 他必须替约翰报仇 亚瑟还让汤米去查查内鬼 工厂的后门 并不是谁都能走的 回了家的亚瑟烂如一探尼 琳达不停的安慰着他 希望亚瑟能把那枚 刻着卢卡名字的子弹 打进墙里 让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可亚瑟绝不妥协 约翰的仇他必报 汤米很快就抓住了 给意大利人开后门的内建 正是汤米在工厂的秘书 逮住他的时候 正要坐火车离开 对付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 汤米直接念出了 他妻儿老小的住址 想硬些就比我软肋 秘书这才破防 他就因为惧怕汤米 每天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 现在博明汉闹起了罢工 他只想离开 但他发誓 自己没开过门 秘书认为 是他们指使了共党的人干的 清楚了这些 汤米要求他再待些日子 家人替刀党会照顾 共党罢工 归根结底还是杰西 汤米找上他询问 共党里有没有出现过意大利人 突然上门要求自己回答问题 杰西自然不会开口 汤米也早就想好说辞了 他怀疑 由海外来者挑拨离间 这趟来是为了国家安全 说完就拿出了国王颁发的证明 他汤米现在可是个临时警长 回答问题前 杰西说了说汤米的过往 他调查过 参战前的汤米单纯可爱 是个阳光的大男孩 汤米的初恋事事 他曾守护了三个月 汤米不甘身弱 也说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杰西的丈夫也参加战 回来时患上了炮弹休克症 这种无聊的调查游戏 汤米点到为止 他的目的是查清谁在帮意大利人 可惜 杰西表示并不知情 汤米最终也只能无功而返 大哥亚瑟这边是彻夜未免的 一大清早就喘着粗气 逼着自己 在后院开出了奶枪 这动静着实给哥儿几个吓一跳 汤米飞快跑到大哥身边 来龙去脉一听就放心了 如果大哥能主动放弃那更好 这嫂子可算是干了回人事 琳达的改变不止于此 曾满嘴上帝的她 也败给了现实 来到赌坊和众女搞起了同流合物 玻璃忍不住吐槽了琳达一句 上帝允许你这么做了吗 约翰走后 小弟飞恩也得到了重视 汤米和亚瑟有意培养她结尾 今天第一站 就是当一天赌坊的老板 几女都能闻出她乳羞未干的气味 一致决定要给她找个妹子 让飞恩当一回男人 丽兹把这事告诉了汤米 汤米纳闷啊 琳达都不阻止了吗 这才知道 大嫂已经顿入黑暗 现在张嘴闭嘴都是foking啊 汤米无语 今天要给飞恩找 那就找好的 说完就拉着丽兹 到了一个桥洞待着 这是汤米以前等初恋的地方 两人在这活塞了一顿 汤米要为贫困儿童建立学校 楼房已经选好了 这个慈善项目 将由丽兹全权负责 直到傍晚飞恩才回来 他说自己不想花钱了 要找个真爱 听闻老弟在玩活时 还为对方的辛苦道了歉 汤米语重心长的叫他坐下 每个人都很辛苦 但不是每个人都要道歉 现在 家里需要飞恩顶替约翰的位置 自然希望他能活得更歇而比一点 这天 玻利收到一封信 顺着地址来到一个宴会 没一会儿 卢卡就坐在了他身边 两人想谈个合作 只要卢卡不去动迈克 亚瑟和飞恩 玻利就愿意暗中提供汤米的情报 用他一条人命 换其他三人 卢卡很多关于谢尔比家族的消息 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奥德利 曾在波明汉当过老师 跟谢尔比家的人比较熟悉 奥德利就告诉过儿子 玻利是个技术的人 反叛他帮自己对抗汤米 太轻松了 卢卡双管齐下 还让那个男孩的母亲去找了汤米 意思是 想让亚瑟来参加儿子的追悼会 以此放下恩怨 说得挺冠冕堂皇 但忽悠不了汤米 谁动了坏心肠 汤米清清楚楚 他招呼一帮兄弟 暗中保护亚瑟 卢卡来了个请军入梦 那他汤米叫奉陪到底 亚瑟这边准时赴约 这女人的心虚太明显了 所有人都等汤米一声令下 很快 几个黑衣人就出现在了街上 心知肚明的亚瑟直接问对方 叫自己想来做什么 女人浑身发抖 说不出话 结果没一会儿 几个黑衣人又退了出去 汤米见状 直接下令开火 并且意识到这是个圈套 愤怒的亚瑟就要击毙这个女人 也庆幸他信了上帝 否则这一枪 送这个女人见上帝 卢卡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迈克 保护迈克的人 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一枪就抵在他的头上 卢卡扣动了半击 但什么也没发生 这可给迈克吓个半死 他这一记光走鬼门关去了 卢卡离开前 让他转告玻利 合作生效 汤米几人快速赶回医院 见迈克安人无恙 才放下心来 为了给玻利找说辞 迈克谎称对方 听到你们的动静 吓跑了 但他骗不了汤米 汤米马上打去了电话 让戈尔登父子 在南边伏击卢卡 这时迈克才见到母亲 得知了他跟卢卡的交易 虽然心里很复杂 但还是决定 为母亲保密 被路障堵住的意大利人 感觉情况不对 下车查看了一番就要撤退 可司机一动不动 再仔细一看 司机已经被割了喉 随之来的枪声 又让一名黑手党成员暴毙 开车逃跑 戈尔登见乔上有警察 顺手来了一枪 这也不知道叫细节 事后汤米按一个人头 500磅结了账 他解释自己为何击中警察 这样一来 警方就会关注意大利人 对方就不敢明目张胆的 在博明喊行动 这天 梅来见了汤米 为的还是驯马这件事 丽兹这一丑 心里肯定不服气 勾起了他女人争抢男人的心 办公室里 梅和汤米还没聊几句 丽兹就闯了进来 递合同 讽刺梅就是花瓶了 汤米见到美丽的事物 就失去抵抗力 梅懒得去打嘴炮 直接掏出了一张支票 签了名 数额随便写 当时捐给基金会的善款 签完甩给利兹 让他去银行兑现 利兹也只能灰溜溜离开 实际上梅是个名媛 他走后 汤米希望梅留下来过夜 因为共党煽动罢工 回去的列车已经停了 还约定下午带他去看上东西 出门前 汤米数落了利兹几句 波利接了通电话 对方自然是卢卡 今天饶了麦克一命 已经很有诚意了 他要求波利尽快 弄到汤米的行程 否则下一次 枪里就会有子弹 波利直奔汤米的办公室 利兹去告诉他 汤米出去foking了 说着还拿出了支票 利兹已经填了 一万英镑的数额 他希望波利给自己占卜一下 波利答应了 他要求他腾出汤米 在礼拜五的行程 最后占卜的答案就是 利兹怀孕了 汤米这边出来 自然是要解决 格尔登父子的事 他已经答应了 让邦尼成为职业拳手 在提到党的威风之下 邦尼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职业证书 汤米会尽快 为他安排下一场比赛 对手是来自 卡姆登镇的哥利亚 解决完这事 汤米又马不停蹄地 赶回了工厂 秘书说 现在共党分子 越来越嚣张 罢工和暴乱带来了伤亡 他们可能要 武装发起革命了 得知死事的汤米 直接给艾达打去了电话 让他帮个小忙 等着汤米也没事干 没想去四周溜溜弯 但查理制止了他 现在跟黑手党 正处于水深活着 出去太危险了 还建议梅赶紧离开 他等的那个男人 根本不存在 到了下午 汤米闲了下来 拉着梅去了自己的酒库 现在金酒 在美国那边卖得很好 汤米自然要搞一下 他们自己酿的金酒 还在调味阶段 需要梅这个富婆给点意见 一旦确认味道 马上批量生产 梅的建议是减少甜度 他更在意汤米这个人 当年两人一分开 关系就越来越疏远 梅需要一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 可汤米的目标 是星辰大海 事已至此 汤米只能送他离开 什么列车停运 那不过是汤米 想让他跟自己睡觉的借口 最终梅还是离开了 正如查理所说 梅等的那个男人 根本不存在 既然已经决定 好好培养菲恩 亚瑟自然先给老弟 置办了一个房子 以后直接把女朋友 带来这就行 亚瑟同样语重心长地告诉兄弟 他们不能决定别人的生死 但如果有人踩到你的头上 就只管扣动扳机 汤米安排艾达的任务 自然跟杰西无关 他在刚刚搞完煽动言论之后 艾达就邀请他去喝一杯 杰西却说 这附近的酒吧不让女人喝酒 艾达只是微微一笑 自爆家门 来到酒吧 老板刚想赶人 看到艾达后 马上就客气了 他特来替哥哥传个话 踢倒党 愿意骑下所有工厂 改为男女平心 但需要杰西亲自过来谈 杰西不甘示弱 表示等他们共党当权 那工厂不一样能改成男女平心 艾达只是一笑 他对共党再了解不过 整天抱着白日梦 留下跟汤米见面的地址后 就离开了 这天 我们的语言艺术大师阿尔菲 来到了小西寺 邦尼的下一个对手 就是阿尔菲的人 皮肤可见身体状况 阿尔菲疯狂名义 可算是把汤米也炒来了 约定比赛前 汤米想让阿尔菲尝尝金酒的味道 他喝都没喝 放在手上一闻 直言说太淡了 美国人喜欢甜的 阿尔菲还提醒汤米 黑手党在伦敦 占领了萨比尼的势旅 你们的情况不容乐观啊 目前在伯明汉 虎视眈眈的黑手党 还有11个 杀死一个帮派老大 绰绰有余 汤米也奉劝了阿尔菲一句 哪一天黑手党把我除掉了 下一个就是你 戈尔登父子来后 整个画面都foking了 几个人三句话里俩foking 总而言之 双方的全赛是定了下来的 双方各有捞的 不然阿尔菲也绝不会 大老远亲自过来 终于到了礼拜五 这是波利刻意准备的行程 他借口让汤米去基金会颁奖 出发前 汤米刻意见了麦克一面 但麦克没有透露今天的危险 他还是选择了波利 汤米也没有多说转身离开 他前脚开车刚走 五个提着汤姆森冲锋枪的人 就跟了过去 这一切波利都看在眼里 但他却格外冷静 因为他不会背叛汤米 卢卡已经预测到 一会儿的围剿有多惨烈了 然而汤米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他的车突然停在了火炮广场内 等卢卡等人赶上后 迎接众人的只有汤米手中的机枪 没错 汤米已经识破了黑手党的轨迹 这是他跟波利反驳的一个局 在汤米熟悉的地形密作战 入瓮的反而成了卢卡 汤米的几次伏击加果断 成功击毙了三名黑手党成员 这让卢卡有些上手 硬是要把汤米追到死 最后甚至提出了对决 两个人两把枪 一发子弹定生死 玩硬的他汤米不怕任何人 果断站了出来 卢卡讲伍德没有群偶 就在两人要开枪的瞬间 莫斯突然带领一群警察冲了过来 卢卡等人被迫放弃 警方的突袭并非是汤米的质疑 而是因为波明汉的罢工 加武装暴乱 上面派来了军队维持治安 在真正的权力面前 莫斯也不能给汤米开后门了 这次出于曾经的情谊 他放走了汤米 汤米迟迟没有回过神来 刚刚的博弈关于生死 等家人们全部到齐后 他才说出了和波利的计划 今天汤米击毙三个敌人 如若阿尔菲情报没错 那卢卡他们只剩八人 汤米抓准了卢卡的心理 清楚他渴望亲手杀死自己 所以才敢一个人去当诱饵 今日的勇猛得到一众兄弟的赞许 可平时有着杀神之称的亚瑟 却后怕了起来 他已经容不得任何兄弟牺牲了 等事情暂时平复起来 莉兹才把自己怀孕的事 告诉了汤米 那是汤米的孩子 他要生下来 得知此时汤米也不能当混蛋了 带新缠家直接安排起来 如今的亚瑟很没安全感 几乎每晚都会喝成烂醉 回到家 还得像个小孩一样 被琳达安抚 另一边 玻璃带着迈克去见了戈尔登父子 现在 他跟卢卡撕破了脸皮 必须要保证儿子的安全 他会让戈尔登把迈克藏在一个 连踢倒党都不知道的地方 期间也就顺便养伤了 迈克走后 玻璃跟戈尔登眉了眼去的 找了个披静的地方 烤起了兔子 这种环境加氛围 两个人肯定要赤膊大战一份 不过玻璃有条件 戈尔登必须保护好迈克 之后就搞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 阿尔菲登场以来 是每次的患难关头 都要出卖下汤米 这回他也不例外 过些天 犹太帮跟踢倒党 会有一场拳击比赛 到时候 阿尔菲会把卢卡的人安排进去 装作是拳手的团队 接近汤米 一击比上 作为交换条件 他需要卢卡帮助自己出口郎姆酒 毕竟黑手党的根基在纽约 那是大市场 谈判的过程 阿尔菲肯定是一脸痛惜 说自己跟汤米是好兄弟 出卖他的话 得加价呀 虽然他犹太人 看不上美国佬 但谁会跟钱过不去 怼了洛卡几句后 两人达成了合作 这天 军队驻扎在了伯明汉 奉命来解决共党的事 作为伯明汉的扛把子 踢倒党肯定要暗中配合一番 于是 大庭广众之下 前共党成员艾达被抓了 雅各尚上校是汤米的朋友 他们只是走走行事 来震慑一下共党成员 对艾达也十分客气 没一会儿就放人了 事后 艾达很不满意的找上汤米 他被当众羞辱需要说法 而汤米则表示 国王要整治共党阻止革命 踢倒党作为当地最大势力 需要陪着演艺出戏 当然妹妹不可能被白白喜怒 军队给了三个供应合同 总价值两百万英镑 踢倒党会大赚一笔 当然想去挣到这笔钱 那肯定要先处理掉 卢卡才能踏实 今晚 共党成员杰西赴约了 汤米已经下了命令 之后工厂内的待遇 将会使男女平心 虽然不能解决罢工的事 但却能够获得杰西的信任 他身边的共党成员 才是关键 所以说 这一波叫谍中谍 汤米要帮政府办事 阻止革命 那就只能对共党成员献阴 打入内部控制局面 也不难看出 杰西愿意在这种情况赴约 肯定是对这个男人有想法 车夜长谈到天南地北 两个人也都喝多了 接着酒劲就操作一番 然而 见在弦上的汤米却停手了 他要见见杰西身边的人 一波欲擒故纵 成功拿下 这边 拳击比赛也在筹备当中 邦尼对任戈利亚 光凭名气和战绩来看 压戈利亚的人不要太多 这自然是汤米有意为之 控制这场比赛 名利双授 赌博本就是被人操控的游戏 随着拳击手入场 汤米跟阿尔菲 两个老板也见了面 这时的汤米 还没有意识到他出卖了自己 言语这方面 让阿尔菲玩懂的 他把一个人比作是瞎子 只能靠触摸和嗅觉去判断世界 可突然有一天 眼睛能看到东西了 那一切就变得透彻了 他想来 这么多年赚的钱都花不完了 可以我东西 自己永远买不来 那就是时间 今日以来算是告别 他退休了 他也度不过横行的美国佬 正如大鱼吃小鱼 后者总是会输 阿尔菲走后 汤米也没有马上离开 他这几句话 其实透露给了汤米两个消息 第一是自己时日不多了 第二便是 犹太帮干不过黑手当 全赛正式开始 前几回合 邦尼肯定是要落下风的 这样 人们抓准他不是对手 才会疯狂下注 对拳击极其了解的亚瑟 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对手的教练看起来相当业余 眼神从来没有放在选手身上 他怀疑 这个团队是假的 汤米让他别多虑 周围全是提到党的人 男人们看比赛 女人们自然不感兴趣 在化妆间里 利兹把怀孕的事告诉了大家 自己也算正式成为 希尔比家族的一员了 第三个回合 邦尼可以说是必输无疑了 裴率已经翻倍了 现在到了踢刀党的节奏 亚瑟见对方教练离开 果断就跟了上去 这人自然是卢卡的手下 警惕的亚瑟提前拿出了手枪 乃和对方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亚瑟很快就失去了抵抗力 汤米不放心跟了过来 听到枪声后 他快速跑了进去 一枪击毙了杀手 但大哥亚瑟却停止了呼吸 此时邦尼突然反杀 大获全胜 赢得盆满钵满 正是庆祝的时候 汤米把消息告知了玻璃 又通过给了琳达 然后迅速封闭了场馆 没会儿就抓住了一个人 他二话不说 一顿暴打 残忍程度 让飞恩不敢之事 可汤米却要求他用剃刀了结此人 想起大哥的死 飞恩也杀红了眼 玻璃联络了麦克 告知了刚刚的事 他们马上就派人接麦克回来 麦克回来后 汤米两眼无声 玻璃暗示他别剁嘴 现在情况严重 他们必须做出新的决策 一个小时后 麦克就得前往美国 这算是汤米的一种放弃吧 因为麦克对玻璃的事 知而不说 并没有提醒汤米 要注意陷阱 众人也没有责备他偏心了玻璃 那毕竟是母子 以后美国的事 就交给麦克打理 没有什么事就不用回来了 亚瑟的葬礼上 卢卡的母亲奥德利赶了过来 他来送学生最后一程 同时对汤米下了最后通牒 他们决定不杀汤米 都要拿走替刀党所有产业 否则会杀光谢尔比家族每一个人 亚瑟和约翰就是利子 自知无力回天的汤米默许了 此时 卢卡接管了萨比尼和阿尔菲的地盘 黑手党可谓是如日中天 明天就要来接管替刀党的产业了 汤米和玻璃正筹备着这件事 利子突然闯了进来 怀了孩子后 心情本就飘忽不定 汤米也不来探望他 让利子心里很难过 听说了替刀党现在的遭遇 他也沉默了 这天终于开始盗揽 幸喜而彼得只剩汤米 玻璃和肥根 看他们这副狼狈的模样 卢卡忍不住嘲笑了他一番 他带来了合同 汤米签了就能滚蛋了 不签也行 现在就杀了他们三人 强行霸占地盘 卢卡还有个要求 汤米要跪着趴地上签字 生圈在屋的卢卡 见汤米无动于衷 脾气一上来就要动手 过于大局的汤米跪下来 他想起阿尔菲走前说的话 大鱼注定要吃小鱼 说到这儿 汤米突然一笑 他早就联系了卢卡 在纽约的对头 卢卡在伯明汉 坐虎坐威这会儿 人家应该已经在 进攻你的地盘了吧 另外 汤米还联络了 芝加哥的大佬 阿尔卡鹏 这人有意进军 纽约的酒水行业 说到这儿 汤米指着指 卢卡身后的打手 没有血脉相承的人指认前 而现在 阿尔卡鹏出更高的下 让他们做事 简而言之 卢卡自以为胜权在握 实际上 他成了光杆司令 汤米突然起身 和他扭打在一起 没人敢插手他们的战斗 这时 黑暗中走出一个人 看清来者后 菲云杀野兰 他正是杀神亚瑟 这一切都是汤米的局 亚瑟当日重生 他决定将棘就棘 演了一出假死 用他的死 来打赢这场战争 大哥突然抬枪 一击带走了卢卡 他终究是为约翰报了仇 而这帮打手们 哪来得回哪去 汤米让他们回去 转告芝加哥 提倒党的麦克 别找他的事 这次提倒党赢得惊险 汤米重新聚起了家人 这次他允许大哥 即行发言 原本汤米给他 安排了退休计划 但亚瑟还是决定留下来 留在家人身边 还提议 大家给汤米放假 让他松松闲 汤米接受了 但在此之前 还有个恩怨 汤米跟阿尔菲 在海滩退市 阿尔菲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 担心汤米没有下手的理由 他承认自己患了癌症 时日不多了 想要在这里 体面地结束生命 希望汤米能带着 助人解脱的想法开枪 见他迟迟没有下手 阿尔菲突然转身 两人同时扣动扳机 子弹击積穿了 阿尔菲的脸颊 生死不明 之后的汤米 获了三个月的退休生活 平静反而让他应激症浮发 任何动静枪声 都格外敏感 这让汤米十分痛苦 心里出了些问题 这三个月浑浑噩噩 汤米最终决定回归 他重新带上勋章 配着枪 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博明汉小西斯 而如今 汤米有个更大的计划 他让秘书亲手 去给杰西一封信 完事后 就离开提到党 信里的内容很简单 来见我 见面先是一肯 汤米告诉他 自己要帮助共党完成卫业 他需要见杰西身后的人 杰西自然是百分百相信他 两个理由 一是他爱上了汤米 二是曾经的汤米 也加入过共党 得到了他身后之人的姓名和地址 两人先睡礼觉 随后 汤米展开真正的计划 他把这些资料给了上面 基本都是这次武装革命的核心人员 汤米不建议他们一网打尽 而应该辅助自己控制他们 由自己亲自领导这场革命 并暗中破坏 前提是 国王让自己上一阶层 他汤米歇而比 要从政了 以踢刀党的影响力 汤米得到了大量票数 又有着杰西和共党这层关系 汤米以碾压之势 当选了伯明汉南区议员 从此黑白通吃 这一季 汤米的光环竟然失效了 我是挂皮儿 剃刀党第五季 前情敌要 与黑手党卢卡之间的较量 跌宕起伏 汤米最终激高一筹拿下胜利 先后跟共党与政府达成协议 以偷身为业 来拉拢杰西等共产党成员 为自己所用 又按中将资料递交给政府 完成阶级跨越 这样一来 汤米拥有了大量人脉 因碾压之时 当选了伯明汉南区议员 成为了英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 工党一方成员 从此多了个身份 政客 两年来 希尔比家族在当地风生水起 汤米有权有权 家人们可以说是直接躺平 白道的事情他来处理 黑道的业务 则是交给了大哥亚瑟 这天 亚瑟传来消息 有邦派不愿服从 踢倒党的命令 还表示没听过 汤米现在是议员 万事都要以政客思维去做 他抛了个硬币 打电话让菲根带着戈尔登 给点压迫感 特意嘱咐菲根 自己别动手 菲根哪听 他想在家人面前证明自己 盲目上去挨了一枪 还是戈尔登使出了 黑龟老爷的决绝 才击毙了目标 联盟处理了菲根的伤口 爱达见状 那肯定是数落弟弟一番 西尔比加现在 不需要自家人出去冒险了 汤米今天要送别一匹战马 为了不让他遭受病魔之痛 汤米亲手解决了他 如同杀死了一个多年的伙伴 汤米的内心备受折磨 他这两年娶了利斯为妻 女儿也两岁了 可这个儿子要了命了 查尔斯懂的东西 远比汤米想象的多 因为马儿的死 他认为父亲只知道扣班机 这是1929年 从美国开始爆发了经济大危机 而踢倒党驻扎美国的人 正是迈克 可以说 汤米的绝大部分资产都在美国 可迈克整天是循环作乐 还娶了个美国媳妇 叫吉娜 华尔街的股票突然大跌这天 他没有做出任何应对 汤米早在经济危机前 就提醒他抛售股票 但迈克有自己的想法 没这么做 导致踢倒党多年的积蓄 一夜赔光 汤米只感觉大脑嗡嗡作响 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听自己的话 连自己这个儿子也是 发泄完后 汤米让亚瑟去传话 明天要在米德兰酒店召开董事会 他今天需要冷静思考下 这一夜 汤米独自坐在篝火旁 他无法入睡 撑起这个家的压力巨大 时常引发身体的负担 靠药物才能维持正常 而每次服药 汤米都会看到死去的格雷斯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帮助和温暖 可这拖后腿的一架子 是各顶各的能做 跟亚瑟的关系 那肯定不用说 但林达可是真有了嫂子的风范 家族大了 富了 自然有人贪图更多 林达想让亚瑟谋更多的权利 别汤米扔根骨头 亚瑟就跑过去捡 可亚瑟从未这么想过 中午 董事会聚齐了 汤米到来之前 亚瑟先给各位打了个欲望证 现在谢尔比家族的情况不容乐观 但亚瑟你们都懂的 不善言语 反倒林达在一旁阴阳怪奇 我们亚瑟现在是主席 不用等汤米 这话刚说完 汤米就到了 目前霍尔街带来了亏损 是无法挽回的 一块钱只能退五分钱 但汤米有自己的解决策略 这就关乎于家庭会议了 言外之意 你林达可以滚蛋了 会议开始前 艾达先把飞恩的事抖了出来 汤米又感叹了一句没人听话 并解释了早前行动的原因 什么帮派争斗都是胡扯 对方敲诈了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 出五万英镑 请汤米解决此事 还安排警方清空了街道 由提导党把这包装成了帮派争斗 这事也就亚瑟之情 这肯定是让其他人很不满意 总之 这就是政坛的黑暗 身在局中无能为力 李兹作为妻子都没有知情权 他闹情绪的离开了 言归正传 汤米是想告诉大家 家族现在还有其他现金收入来源 经济危机之下 现金才是王道 当然 这钱肯定是不干净的 汤米的想法很独特 当世界都在倒退时 就是他给钱进的时候 众人走后 玻利告诉汤米 艾达怀孕了 汤米自然早就知道 不过今天家族遭受到麻烦够多了 这事只能往后哨声 女人帮们一个接一个离开 只剩哥俩喝酒谈心 飞恩中的第一枪子弹还在他们手里 汤米要给飞恩留着 下次见面好好好教育教育弟弟 回到了下医院 汤米还有政治的事要操心 这一年 工党赢得大选 同样就经济危机这事 汤米在会议上代表南方发了眼 股票一崩盘 不少人希望工党能灵活处理一下 汤米认为 这是在寻找替罪羊 所以主张那些人自己给自己擦屁股 这番话 得到会议上一种好评 人群中 公爵莫斯利对汤米更是来了兴趣 会议结束后 主动上前大话 赞赏了汤米的发言 同为工党议员 莫斯利有意跟汤米交好 这个莫斯利有必要说几句关于他的事 莫斯利是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人物 还被评为20世纪最可恶的英国人 是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者 和希特勒的关系非同一般 可见 这是个臭名昭著的反派 不过这样一个罪人 却得到了善终 汤米后期跟他较量 就可见结局了 回到正片 汤米来见了那名法官 来拿走干脏活的五万英镑 结果对方用经济危机作为借口 只愿意支付两万英镑 这法官在一战时还是个骑兵啊 这是汤米最痛恨的一类人了 当年他和兄弟们落入绝境 结果骑兵们因为打扑克来晚了 当时活下来的汤米直接击毙了对方 而今天 这个骑兵还想玩弄他 汤米早就留了一手 把法官的把柄收集了起来 这五万英镑 一分不能上 否则他还是会选择击毙这名骑兵 另一边 汤米还是会如其上交共产党的情谋 负责这方面正是雅各尔 而艾达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的 可惜雅各尔还不知道 对于雅各尔各位可以放心 他绝对是这部剧里的正义之事 跟汤米的合作也很满意 又拿来了两份部队合同作为回报 到了深夜 汤米也没下班 助理送来了一封信 是秋吉尔寄来的 内容就是汤米分享自己游山玩水的过程 唯独对经济危机的事只字不提 显然这对秋吉尔来说是个好机会 汤米还剩最后一个特要接待 是泰晤时报的记者莱维特 此人是保守党成员 与工党的汤米属于对立关系 可惜汤米贵人多往事 不记得他了 当年跟坎贝尔博弈的时候 汤米曾当众点燃国王的画像 那时候请来的记者正是莱维特 此人为了报道 问了几个让人很不舒服的问题 例如 一个黑帮老大是怎么当上的政客 但汤米现在说话滴水不漏 当时的生意都合法化 希尔比加族还一直搞着慈善 想抓住他汤米的把柄 这些人还太年轻了 莱维特不甘示弱 提到了波利被指控刺杀坎贝尔的事 汤米也只是摇头一笑 没人能破坏他的声据 这一生都在运筹帷幄 汤米突然想起 这个莱维特是个同性恋 一个保守党是个同性恋 这事要说出去 可不晓得 男人惊慌失措 最终什么也没敢报道 上一次艾达怀孕 是波利陪在他身边 时隔多年 怀孕的还是他 陪伴的也还是他 作为一介大师 波利一眼就看出 怀的是个女儿 断定这孩子未来 会是好莱坞明星 同时 波利也希望艾达能理解汤米 话说是希尔比加族 现在阶层变高了 但特殊情况特殊解决 汤米的脑子里 现在就是一个期盼 每时每刻都在运转 儿子还在为马匹的事生起 一句你又不是上帝 让汤米沉默了许久 没几天 莱维特就遭到神秘杀手 行刺 当场死在电梯 汤米照常是要我为耻 窗外的农地吸了他 汤米提着冲锋枪 来到了田里 一个行刺他的稻草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还留有一张纸条 低头看看你的土地里 剥下的肘 土里明显是地雷 汤米开始警觉 并一步一步往回走 他想过一拳下去 一了百了 但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 儿子跑过来告诉他 来电话了 汤米不敢大意 快速冲向儿子 生怕孩子出事 抱着他跑出几十米 才放下心来 安全送走了儿子 默默点了个咽 汤米突然冲回了田里 提起冲锋枪 狂扫稻草人 但家没了再换一个 地雷也被接连打爆 汤米歇尔比 绝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他接起了电话 是艾尔兰人打来的 不久前 刚刚抓住了 赶回英国的麦克 带头的女人斯文 并非是要跟汤米交物 而是为了善意提醒一句 汤米有证据表明 麦克出卖了汤米 所以特来打电话 询问他们如何处置 是杀了 还是送回家 汤米自然选择送回家了 至于他们艾尔兰人 为何要帮这个忙 很简单 现在的汤米对他们 有利用价值 这个电话 可以说是巩固了 汤米对麦克的疑心 从他不停劝 亏得血本无归开始 这个人 就已经不能当亲信了 这一天 不怎么好的心情 从儿子的小提琴开始 变得更差劲了 汤米跟亚瑟赶回了酒馆 小弟飞恩 也开始花天酒地了 俩大哥只能浪费时间 跑过来教训他一顿 不听话差点牺牲 这让汤米非常气愤 飞恩的理由是 自己作为西尔比家族的人 那必须得有一番成就 他不想只当一个被人护着的小老弟 汤米则质问他 有哪个将军是冲在前面当炮灰的 这子弹 他让飞恩好好保留 同时飞恩还说 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孩 要结婚生子 这让哥俩想起了当年的约翰 自打上次会议有了分歧 丽兹就带着孩子住进了亚瑟家 跟琳达同流合污 而今天 麦克就要回来了 汤米现在对他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还时常做梦 有人想要自己的王位 那个人就是麦克 接麦克的任务 就交给亚瑟和波利了 他嘱咐大哥 要带好枪 以防万亿 三点一到 麦克和妻子准时下车 波利大老范十足 他相当不待见这个儿媳妇 见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判断麦克的忠心 现在全家人都对他起了疑心 所以 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一边试图插嘴的吉娜 被波利狠狠怼回去 麦克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 就要拉着妻子离开 这亚瑟怎么能同意 他们安然离去呢 他必须去米德兰酒店隔离 直到摆脱嫌疑为止 波利这个当妈的肯定不太好做 他只能亲自向汤米担保了 下医院里 一个警察找上了汤米 自然是为了莱维特被枪杀的事 遇害前最后一次出现 就是来采访汤米 汤米心里清楚 这事跟自己没关系 摆明了有人要栽赃险害 他不想浪费时间 几句话打发走了警察 接下来 汤米又在会议室发言 可以说 句句经典 让莫斯利刮目想看 艾达作为政治顾问 今天一直陪同汤米 散会后 莫斯利特意等来了汤米 一波商业护锤聊了起来 他丝毫不隐藏表明 自己调查了汤米 甚至还跟没有些关系 艾达对他的感觉非常不好 自然说话也一点不客气 究其原因是 莫斯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 跟这种人接触多了 会影响到汤米的声誉 莫斯利也不忌讳这方面 还向汤米展示了自己的人脉能力 他跟二蓝人交集不浅 汤米不想过多接触 磕头几句就离开了 今天 他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回去路上 汤米让艾达去查查麦克 琳达让亚瑟贪心点 二蓝人又掺和了进来 麦克还想篡位 汤米真心带不动 玻璃约来了汤米和亚瑟 麦克试图当面解释一下 为了防止冲突发生 玻璃还让亚瑟和汤米 把武器给撤了 汤米总会梦到黑猫 而黑猫寓意身边有叛徒 玻璃却说 黑猫还寓意着自己伤害自己 很快 麦克复复到了 他承认自己出卖了汤米 但仅限于心理 麦克曾想过 用汤米的钱离开 投资点电影和妻子隐退 这种虚的话 汤米不想听 他只想知道 二蓝人为何抓住他 情况也很简单 麦克被忽悠了 对方自称比利小子 还说汤米大事一去 正直让他没有多余的头脑玩江湖了 还没有来得及多说 就被二蓝人给抓了 这比利小子 他们有所耳闻 算是新兴的帮派 跟二蓝人和法西斯都有交情 涉黑也涉政 似乎在模仿提导党的发家过程 紧接着 麦克又带来了一个消息 吉娜怀孕了 对他的说辞 汤米半信半疑 明面上说已经相信了麦克 但话里还是有着威胁的 汤米告诉麦克 你孩子能否平安出生 取决于你是否背叛了我 家里积蓄 夜亏空 这肯定得需要麦克偿还 意味着 麦克要去做更有风险的事 来自比利小子的示威才刚刚开始 他们突袭了格尔登父子的营地 营地的位置属于提导党的吉米 格尔登怎么也想不通那鬼是谁 带头的人叫吉米 他重伤了格尔登 暴打了邦尼 甚至将邦尼盯在十字架上 然后一枪毙命 从头到尾 这对父子都没有还手的机会 没堵了儿子的死 格尔登的心都死 吉米让格尔登给他们一带句话 不让出地盘 十字架上下一个人就是他 格尔登死死记住了男人的模样 这场惨案 踢倒党并不知情 亚瑟带着飞恩来到了酒吧 这里的助唱 格拉德 曾是足球运动员 如今踢倒党不止赌马赌拳 还赌起了足球 格拉德在足球圈名声大噪 踢倒党需要他来控制比赛赚大钱 淫威之下 格拉德从来 但良心这关一直过不去 亚瑟这边跟老婆闹起了矛盾 琳达想在家族里有自己的发言权 于是 他和利兹写起了计划 计划书被亚瑟一把扔进了火堆 直言道 你琳达就配当个听话主妇 踢倒党的事 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番话让琳达彻底失望 决定 要离开亚瑟 同样的问题 汤米处理得比较冷静 他看完了利兹的计划书 然后才扔进火堆 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汤米不想弄得不愉快 每个人都在贪图他的位置 可每个人都没有自知之明 窗外传来轰鸣的引擎声 汤米立刻警觉了起来 扛着枪躲在暗处 第一个下车的是腹上的强尼 紧接着是戈尔登 他这个人悲情到头了 有人出卖了自己的位置 导致宝贝儿子死了 这个位置只有强尼和几个亲信之道 所以戈尔登打上了他 并送来了比利小子的警告 戈尔登已经痛心到了极点 甚至要对强尼下杀手 好在汤米拦住了他 安慰他要好好养伤 才能找比利小子复仇 想起儿子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死的 戈尔登再次失控 然而开枪的却是例子 他警告这群人滚出庄园 别在孩子面前闹事 可这个家永远是汤米说了算 他对强尼表达了信任后 就忙着给两人处理伤势了 这一天是玻璃的生日 但他和汤米气势汹汹赶到了婚儿院 直接打断了修女的祷告 反手点上一根烟 看起来挺过分的吧 但修女更出神了 这所孤儿院受希尔比加索赵国 每年都会捐助大量资金给孩子们 然而近期孩子们直接向剃刀党打了报告 例如这修女种族歧视 殴打儿童 黑人小孩因惧怕而上吊资金 这是汤米无法忍受的 打碎的眼镜重新戴上仍是坏蛋 正如孩子们的阴影 汤米和玻璃宣布撤回资金 并将所有孩子送往希尔比自家的机构 这不是协商 是命令 接下来 要去解决比利小子的事 一个小区后 汤米会带着亚瑟和麦克去下医院 原本麦克是要带妻子去妇产科的 可话没说完 就被汤米Folking回绝了 比利小子的头目 吉米杀了邦尼 而他们 要去伦敦见的人 跟吉米有着密切联系 妇产科就哨哨吧 另外 汤米还要让麦克把鞋底的屎擦干净 他依然对麦克不带半点信任 临走前 汤米希望玻璃能去医院看望下戈尔登 毕竟两人相爱了 还能打一针强心剂 邦尼的丑 剃刀党汇报 抵达下一院 汤米再三嘱咐两人 要管理表情 连位置都可以布置 比作曾经的对手是坏人 那一会儿 要见的人便是恶魔 此人正是莫斯利 汤米开门见身 问他的计划是什么 这人社交极广 跟比利小子多少打过交道 莫斯利 唯唯一笑撇向了亚瑟和麦克 他把两人的底裤都给调查清楚了 比如麦克的败家 诱惑着亚瑟老婆在外瞎搞 这让亚瑟恨不得捏碎一味 他们的暗语也被莫斯利识破了 莫斯利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可怕 他也不掩饰 直言希望汤米投靠自己 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 说完 扔下一个情节 顺便一提 记者的事他也摆平了 期待汤米做出决定 这话已经很直白了 提到党的麻烦 就是他莫斯利搞得贵 汤米要么归顺 要么归西 但莫斯利没有直接承认 自己认识比利小子 这次见面超出了语气 情节的内容是邀请汤米成为 新政党的副领袖 不用多说 自然是法西斯党 这是要把汤米往死路里逼 几个作妖人的剧情 我们一笔带过 艾达被迫陪着吉娜去妇产课 这女人表示 孩子非常健康 还高傲的拒绝艾达的帮助 艾达也是真的懒得理他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跟雅各尔下棋的这孩子 是艾达的儿子 没错 已经这么大了 这孩子其实不太愿意 让雅各尔当自己的后爸 在当时那个年代 人们对肤色和种族的偏见 是很极端的 犹太人和黑人 往往都是被歧视的对象 这番话其实令雅各尔很受伤 没一会儿 汤米等人赶了过来 自然是要跟雅各尔对接下钥匙 我们的汤米进屋的一件事 就是扶起了黑棋子 真正有格局的人 不会带着偏见去看人 谈话前 汤米让麦克去擦擦脚底的事 对于内鬼这件事 麦克在汤米心中还是有嫌疑的 麦克指示汤米 表示孩子一生起来 就跟汤米决裂 而汤米却比有神意的说了句 届时你会加冕为王 麦克走后 他把情节递给了雅各尔 汤米心里门清 莫斯利想借助伯明汉的劳动力 支持他的新政党 需要雅各尔把这件事情上报一下 对方明显有煽动意图 可光靠一个情节 雅各尔无法当作证据 何况 上面派他过来主要是解决共产党的事 汤米不管这些 你睡了我妹妹 你就是希尔比加的人 希尔比加办事不走流程 汤米更说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他会加入莫斯利 加入法西斯 从内部和对方斗 直至毁了对方的算法 这个过程可以是孤身一人 也可以由雅各尔暗中相助 话语至此 雅各尔同一帮忙 说到戈尔登这边 儿子死后 他的生活都没了光 但玻璃的到来 似乎为这暗淡的男人 带来了一丝希望 他背着汤米 把戈尔登带出了医院 一路送到了其家人身边 这一前提是 戈尔登乖乖养生 让汤米去给邦尼报仇 戈尔登递过一束玫瑰 表示自己已经跟死神 做了交易 说晚 还暖心的祝玻璃生日快乐 波利这次安心离开 但戈尔登的眼神告诉我们 他不可能坐以待避 回到家的汤米 察觉到屋内有人 定眼一看 是强尼在跟女佣偷星 汤米还跟女佣调侃了一句 强尼的话你可别信 完事后 他才得知 玻璃带走了戈尔登 担心戈尔登做出傻事 汤米让强尼 带着亚瑟连夜追过去 务必要阻止戈尔登冒险 强尼肯定是百般不情愿 戴伤虽然能偷星 但是不能玩命啊 这边 吉娜在波利面前 无法掩饰着优越 他跟麦克商量好了 孩子生下来后 就带着波利一起离开 说白了就是回娘家 让麦克坠续 波利伸手摸向了吉娜的腹部 作为一介大师 却感受不到任何新生命的迹象 自己之奶奶是真当假当 还有戴伤却 杰西作为汤米背后的女人之一 他和他身后的共产党 在汤米从政的路上帮了不少忙 而如今听说汤米要导向法西斯主义 杰西说不失望那是假的 可这背后的真相 汤米肯定不能说 只能让这误会继续下去 没有人理解的时候 他又想到了格雷斯 赶紧回家找利兹来了一下 关键时刻不能往兄弟 汤米问出了琳达的事 直接打电话告诉了亚瑟 希望大哥能优先解决戈尔登的事 亚瑟肯定不允许 踢刀缝金绿帽子 威胁汤米 你不说我就去你家守着 直到你告诉我弟子 不又无奈 汤米告诉了他 天一亮 亚瑟就找上了琳达 在教会结识的男人 哪怕男人发誓 自己跟琳达只是相互诉苦 从没有阅格的事 但火气上来的亚瑟 还是割烂了他的脸 亚瑟还要快速整理心情 接格尔登回来 可能会遭遇比利小子 他让查理和克利多准备点武器 但接琳达回来 准备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这边 格尔登跟族人们 埋伏在了比利小子的必经之路 对方过来就是一个下马威 张嘴就要抢走地盘 格尔登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随着他一动手 族人们迅速干掉了一众比利小子 留个活口给琳达带话 他的枪里 已经有颗子弹刻上了琳达的名字 届时会亲手替儿子复仇 说完 一通滚烫的利青泼了下去 当场给男人烧成重伤 这人好歹 活着把话传给了琳达 琳达自然是要带着比利小子过去报复 不过亚瑟抢先一步 找到了格尔登 来不及解释了 快上车呀 完事不忘布置一番陷阱 机密等人赶到后 一颗手雷炸着他们伤亡严重 在对方看来 提倒党这时接受了战争 不过这件事也就止于此了 因为汤米来见了莫斯利 多日的精神折磨加误会 见面后 汤米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法西斯联盟的副主席他当了 既然成为了合作伙伴 那一切针对提倒党的计划 就都得停止了 汤米立刻把消息传给了雅各尔 一场里应外合的战斗开始了 纵使他再恨比利小子 对方也再想杀了汤米 碍于莫斯利这层关系 双方也只能暂时休战 汤米会在伯明汉 给比利小子一些方便 并单独给了机密一些小费 随便花的那种 当然要尽力在比利小子 遵守条约的情况下 如若不然 提倒党会让他们全都变成尸体 另一边 负责提倒党赌球业务的格拉德 心里那是百般折磨 想不同但又不敢 想反抗可没耐实力 兽气包只能忍其吞声 跟飞恩从此搭伙干赌球生意 不过他迟早躲不过真相定律 完事后 就跟汤米去见了一个百姓 殊不知 身后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 妇人的悲惨遭遇 人人听了很不舒服 她丈夫是个酒鬼 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时常对家人发脾气 那天楼下传来了歌声 男人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拎着刀 下去扑扑两下直接带走 三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尸体女人带来了 希望汤米帮忙解决一下 我不知道汤米 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没有小畜生 但我清楚 亚瑟肯定是憋坏了 这就是议员要做的工作 很残忍 这时 九宝米奇通知二人 下一个客人马上就到了 然而行政上 根本没有这码的事 哥俩警惕了起来 来人叫陈南是个华人 希尔比家族明文规定 别惹中国人 要知道童年 我们可是有杜月生 这个超级大佬 可惜 这个陈南是个老仔 来见汤米和亚瑟之前 他提前安排人 假扮成小姐 现在 已经挟持了费恩 危及到弟弟的事 亚瑟无法接受 现在双方互相拿着枪 可以正经谈下生意了 有七吨的货物 运到了欧洲 市值大约119万银磅 如今华尔街崩盘 这是拿到现金的最好机会 陈南需要提早党的帮助 让这批货安全运出伦敦 流入旧金山 失踪之后 能拿到25万英镑的报酬 而提早党要做的 仅仅是把货运船停进运河 避开检查 这钱能弥补不少损失 自然要让麦克去探风险了 最终 汤米和波利两票胜过亚瑟 停而走险 这事就这么敲定了 亚瑟着实不想趟这浑水 加上最近琳达的事 心情很是不好 波利也帮他解决了教徒的事 兼亚瑟放弃琳达 寻找另一个能扑灭怒火的女人 可这何其困难 格尔登在下医院见到了汤米 下手的时机 地点 一切都安排好了 结果汤米告诉他 要跟B的小子休战 这让格尔登无法接受 汤米早有准备 他强调 休战只是暂时的 绝对会让格尔登手认了机密 但现在还不能 另外 为了安抚格尔登的心情 他会让波利嫁给格尔登 对 你没听错 这也就是剃刀党家主的分量 当然 这是建立在波利跟格尔登 两情相悦的前提了 过去天就有一场宴会 是汤米跟莫斯利联手举办的 当天的气氛肯定到位 他希望格尔登能够向波利求婚 波利说了 现在起 爱必须战胜复仇 接下来汤米又是一系列经典发言 而这次 秋劲就在暗处看着 莫斯利找他商议晚宴的事 汤米请了一个芭蕾舞团助兴 外人看来 这场晚宴不过是在为利子庆生 只有他和莫斯利庆彻 这次在为法西斯联盟搞煽动 莫斯利还提到 想搞一个建筑工程 并且让法西斯联盟 跟共产党做兄弟党 关于利子 他以前当小姐的事 被莫斯利查了甩 甚至说 自己可能还点过他呢 汤米还镇定 想起了一件事 因莫斯利 貌似在伦理方面不太道德 妻子 妻子的继母 小姨子 都是莫斯利的玩弄对象 汤米想知道 晚宴他要带哪个去 莫斯利的脸色很难看 却还是告诉汤米 我们的字顶里 没有禁止两个字 首次合作的震慑 他输了 侮辱自己的老婆 汤米自然是气愤的 要不是顾全大局 刚刚一枪就给莫斯利崩了 脑海中的格雷斯再次出现 提醒着他要遵循内心 桥上 夜幕笼罩了汤米 桥下的一跃 格雷斯静静躺着 双眼圆睁 而船夫就是汤米自己 其实 上一结尾就表明了 汤米出了问题 是精神医或者是心理 所以需要药物维持 有那么一瞬间 汤米竟然觉得 莫斯利的理念是对的 他们联手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这让汤米很恐惧 害怕自己踏足错的地方 唯有医院才能带他远行 在这格雷斯远行 汤米内心的斗争 远比外面的儿与我诈要激烈 他淋着雨 把消息带给了雅各尔 既然莫斯利想跟共产党 做兄弟党 那这件事 雅各尔就能顺理成章接手了 完事后他提醒妹妹 孩子出生以后 一定要远离自己 他现在危险又不稳定 关于那七吨货物的事 玻利把合同给了麦克 表面上就是煤炭运输 货都埋在下面了 他就负责运输供给 汤米跟陈南那边会长久合作 每年都会运三次货进欧洲 一次七吨 七吨百万英镑 麦克想问问吉娜的意见 见他这副七管炎的模样 玻利之言 告诉吉娜利润 看看高傲跟钱哪个重要 这差事 汤米肯定跟比利小子分一杯 毕竟现在跟莫斯利是合作关系 不分享好处会被拿住把柄 机密很嚣张 想用支票拿货 在这经济危机之下 支票如同废纸 除非莫斯利愿意为其担保 汤米这才算是给了比利小子一口汤喝 这次不能黑吃黑了 惹了中国人等于找死 完颜开始 想要跟吉普赛人共度一晚 莫斯利也就难以言表 麦克趁机跟吉娜聊了聊运输的事 钱能拍死所有骄傲的人 更何况麦克还画起了大饼 已经幻想起了国王般的生活 本想介绍一下莫斯利 却不曾想 吉娜运比自己知道得多 汤米这会忙着卸火 让玻璃先去招待一下莫斯利 玻璃自然是给足了气场 这边玩活的汤米 顺嘴问起了莉兹以前的事 万一他真的遇到过莫斯利呢 不过那都不重要了 汤米让他放下过去 现在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若是莫斯利敢对莉兹动手动脚 汤米今晚就要了他的命 办公室里 莫斯利对晚宴的待遇很不满意 吉普赛人的那一套他接受不了 而汤米屌都没屌这件事 直接把跟比利小子的支票拿了出来 担保人得签字 一旦签了字 最证明莫斯利跟比利小子关系匪浅 直到现在两人还在互相试探 不过 他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 透点底也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莫斯利签字了 汤米这才正式介绍了莫斯利 这狗贼上来就说自己睡过莉兹 莉兹却表示 那晚你早就睡着了 说完还付了小费 汤米反手朱利兹生日快乐 还跟众人碰了杯 莫斯利久留小费 只能在一旁干瞪眼吃憋 芭蕾舞表演开始了 人群中亚瑟看得最专注 借助这个气氛和音乐 戈尔登担心跪地 向自己的女王求了婚 突然有车时来 汤米察觉不对劲 见是琳达的坐骑 他招呼亚瑟过去看看 结果这丝过来是寻仇的 他痛恨这群剃刀党的祸害 抬枪就要杀了亚瑟 然而枪声过后 却是琳达应声倒地 玻璃出手了 听不到动静的莫斯利 赶过来查看情况 却被汤米以家丑 不能外扬为由赶了出去 琳达这事吧 不太重要 总之 他最终活着离开了亚瑟 彻底掰了 这晚宴的主人解决家事 客人们自然只能 由莫斯利招待了 刚好他可以借这个场合 公布自己的计划 像他一样 不满当下正当的人 数不胜数 正如莫斯利自己 在这经济危机之下 担任政府部长 解决就业问题 可他提出来的计划 却是从来不被采纳 久而久之 萌生了退出工党的想法 而今天 莫斯利要代表大家站出来 推翻体系 不再让经济动荡 掌握在个别人手中 现在是1929年 他将于新十年的1月1号 退出工党 成立一个全新政党 法西斯联盟 让英国踏上新的征程 说的好听啊 明白人都清楚 莫斯利是打算独裁 他在发言中 还替汤米表明了立场 这让汤米心中做好 但为了局势都忍了 之后在两人单独的谈话里 莫斯利批评了 谢尔比加今晚的私事 这种场合 跟局势下 公然枪击是很low的 法西斯跟犹太人的关系 就不用说了 莫斯利自然也痛恨 厌恶这个种族 所以要求汤米 开除公司内的犹太人 汤米点头答应了 同时 莫斯利还私自答应了 比利小子 会把提到党 一个赛马场给他们 理由是比起瓜分因果 一个赛马场就是个屁 全力才是王道 汤米满脸问号的点了头 心里全是妈妈屁 夜里玩嗨的莫斯利 还邀请莫斯利 加入公共战局 莫斯利自转头就走 却发现 汤米比自己还要反心 他汤米忍入负重 就是为了拉莫斯利 这个混蛋下马 否则白给地盘 这种事都不可能发生 对莫斯解释的是 我这是为政府办事 当卧底 事后能拿到天价合同赚大钱 但莫斯清楚 汤米这么做是为了正义 本书那句话 形容现在的他 最合适不过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汤米约来了雅各尔 这一次 有一系列铁锤证据要上交 其一是莫斯利的担保支票 这是莫斯利 跟犯罪团伙比利小子 有关的直接证据 其二是一份名单 上面都这些 想加入法西斯联盟的一员 其三最关键了 是莫斯利 要成立法西斯联盟的 日期和地点 但现在 雅各尔也在被施压 本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进展 汤米得到的证据 他又无法公布来源 甚至自己还遭到了人身威胁 汤米之所以跟他交接 也只是想给雅各尔一个大功 同时 还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却不想 这番真心酿成了大祸 雅各尔在离开时 坐驾突然爆炸 连人带证据一起葬入火海 爆炸牵连到了一个孩子 汤米紧急疏散了百姓 然后 立刻赶到了艾达家 告知了雅各尔的死讯 艾达其实对他感情并不是很甚 虽然怀了孩子 但只是建立在喜欢这个层面 但他的难过是真的 艾达想不明白 为何跟谢尔比家族有关的人都会死呢 至于谋害雅各尔的真凶 汤米也猜不出是谁 这场事故 汤米的愧疚是最大的 如果他遵循自己的内心 也许雅各尔跟小孩都不会死 汤米依旧想用药来麻痹自己 甚至 无法确定自己的车是否安全 是格雷斯给了他点火的勇气 另一边 提到党如约去帮陈南运输货物 原本计划的很简单 卸货 藏七天 然后运货 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伪装成警察的太太帮 伏击了他们 陈南也身负重伤 亚瑟因为感情问题 正愁没地方发泄 提着机枪 一个人就杀了出去 打空了子弹 敌人也撤了 好在这七吨货物 安然无恙 亚瑟要跟戈尔登回去查查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汤米这边经历了层层检查 在一个监禁里见了个人 曾经的战友巴尼 他还是个神枪兽 此人打一战结束后 就被关押在此 精神状态已经接近于疯子 见到汤米时 恢复了不少理智 这是士兵的本能反应 巴尼的后半生 都会被关在这里 所以汤米给了两个选择 他收了有药 吃了当场解脱 或者过些天 汤米救他出去 去狙杀一个恶魔 巴尼肯定选择后者 神枪兽失去了 狙击枪是没有灵魂的 于是 他就这么默默的 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等着 几天后 一声巨响 巴尼越狱了 汤米暂时放弃了 北方的地盘 因为泰坦帮的袭击 他现在要统一南方势力 可似乎 基米对这事情并不知情 莫斯利在伦敦这边 还需要一些支持 汤米本想推进阿尔菲 可惜他死了 再者 阿尔菲是犹太人 没一会儿 亚瑟他们带着货回来了 想起亚瑟这个老铁 给自己送了颗手雷 基米就很不舒服 等休战结束 非要跟亚瑟干一下 杀神恨不得有人过来一走 同样期待休战结束的那天 至于戈尔登 他早下船了 他怕自己看见比利小子后 忍不住割烂他们的喉咙 给基米分完货 双方就散了 汤米现在已经点火 1月2号当天 他会站在莫斯利身边 宣布法西斯联盟成立 届时 巴尼将一枪击毙莫斯利 汤米顺利成章 接任党首 等到那一天 比利小子就随便 亚瑟跟戈尔登杀了 汤米在下医院 接待了一个贵客 此人正是丘吉尔 作为汤米身后的靠山 两人打了很多年交道 已经很熟了 现在白厅那边 四处在传汤米跟法西斯的事 丘吉尔很容易就猜出了 汤米的想法 接替莫斯利 掌控法西斯联盟 这会让汤米的权力 足以跟自己抗衡 不过两人都没明说 毕竟 曾一明一暗合作过 丘吉尔提醒汤米 要选队阵营 说白了 他们之间一旦出现立场分歧 成为敌人 只是眨眼的事 临走前 他还问出了坎贝尔的死因 表示有机会 非得去见见汤米这一大家子 伯明汉这边 格拉德真相定律 赌球赚的钱 让他气质都不压了 什么良心过不去 没有的事 跟菲恩还打成了一片 成了兄弟 对于他的改变 亚瑟也比较满意 他提醒菲恩 别多嘴 别让自家的生意不好做 格拉德联盟表示 我们只是聊足球 亚瑟这次拉着菲恩离开 堪比世界名画了 他首先欢迎格尔登 正式成为西尔比家族医院 三周后 就会跟玻璃举办婚礼 然后悼念了亚瑟 原本他也会成为西尔比家的人 再就是工作问题 他需要麦克报告一下 最近的进展 结果麦克一掌口 就是老太子了 跟陈南那边的长期合作 每年都能给提到党 带来200万英镑的收益 所以麦克建议家族重组 让新生代掌控提到党 还要在吉纳的老家开个文部 只要一切顺利 美国那边每年能赚2000万美金 总之 一切都规划好了 就等汤米让位 说着 吉纳还拿出了计划书 汤米看都没看 直接扔进了火坑 嘴里还念叨着 屋里真冷啊 得加把火啊 这让麦克脸面丢尽 吉纳在一边煽风点火 麦克边直言 美国人不想跟你这个 老过时的提到党合作 没等汤米回话 巴尼就出了岔子 这让汤米相当心烦的 麦克就在一边念经 这让他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 撂起来句 别让我再看见你就离开了 汤米走后 玻璃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 这一期的麦克夫妇 只好落多年的低血压 这一时 吉纳花柳花的说了句 巴尼这边精神病犯了 唯有见到汤米这个长官时 才本能立正 解决完兄弟 汤米也重新返回去开会 这次屋里的人 全都是汤米信任的 亚瑟 查理 强尼 以及格尔登 他把刺杀莫斯利 揭拳的计划说了出来 如之前所说 巴尼患有精神病 但却格外听汤米的话 由他击杀莫斯利 任何部门都找不出破绽 提刀党不会有任何嫌疑 即便巴尼被抓 也无所谓 没人会绞死一个精神病 最多是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小屋 这么做虽然不道德 但汤米起码 给巴尼放了个假期 计划之疯狂 让格尔登直呼 他的野心没有上线 到时候 吉米会负责安保 位置 汤米告诉他了 就看格尔登想怎么杀 汤米把陈南的货 也算了进去 到时候 所有警察都会赶到现场 查理就负责把七顿的货 送出宝密汉 拿到25万英镑的抽牢 汤米是算尽了一切 之后 他跟亚瑟叫来了酒保米奇 这货天天在酒馆打交道 出卖给泰坦帮消息的人 就是他 另外 米奇还卖了情报 给一个叫罗斯的人 此人跟北爱志愿军有关系 这直接导致了雅格尔的死亡 不过这个罗斯 已经被亚瑟和汤米杀了 没等米奇上演真情悔过 汤米就一枪崩了他 没了琳达之后 亚瑟变得非常不稳定 他甚至认为 麦克尔的想法是对的 自己应该和汤米一起退休 这种话汤米肯定不想听 何况 出自最信任的大哥嘴里 在进行刺杀之前 汤米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正是我们死而复生的阿尔菲 当年那颗子弹只是打成了脸颊 他侥幸活了下来 打麻药期间 还给汤米写过信 法西斯的事 阿尔菲也听说了 这回我们大可放心 阿尔菲没有出卖汤米 犹太人跟法西斯 可是不共戴天的 汤米此行是为了 跟阿尔菲借点人 到时候 他需要一些犹太人 去制造混乱 这事就有了有据了 单凭汤米要杀了莫斯利 灭了法西斯这件事 阿尔菲那是果断答应 说着就谈起了待遇问题 总而言之 价格双方满意 汤米获得成就 阿尔菲的诚心帮助 聊到汤米什么时候退休 他的答案是 找到一个自己 无法战胜的人 这汤米跟麦克彻底决裂 当妈的玻璃是最难为情的 他不知道该帮谁 所以选择了辞职 从此离开谢尔比加 放任汤米跟麦克去动 家人不是离开就是背叛 汤米心里相当忧愁 深夜打电话给家人们 却没有一个人接到 仿佛这一刻被世界抛弃了 一路淋着大雨走到工厂 铁打的查理 永远不会离开 了解汤米母亲的死 查理瞬间被悲伤笼罩 当时他就那么直勾勾的 走进运河自杀 汤米的爹根本指不上 只有心爱着他的查理去了 可见到的 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就是谢尔比加的诅咒 母亲外公全都是自杀身亡 他汤米必须坚强的活下去 负重前行 今天是1月2号 白天 汤米让巴尼找了找手感 确认这兄弟是个自苗 之后便前往兵力厅 见证法西斯联盟的成立 阿尔菲的人跟汤米的人 都混在了人群里 费文也正准备赶过去 顺嘴就抖落了 今晚要刺杀法西斯 格拉德直接就拿起了电话 宾利听外 杰西带着一众共产党 发起抗议 担心他遇到危险 汤米出手救下了他 找个没人的化妆间 直言自己会干掉 外面那个畜生 解开了之前的误会 而邦尼也已经架好了狙击枪 到时 汤米只要低头看表 就是开枪的时机 吉米还在汇报周围的情况 说到提到党时 莫斯利让他放一百个心 那是咱们的盟友 莫斯利在万种瞩目下 走上了台 会在今天宣布 法西斯联盟的成立 身后 汤米紧跟着他 后台的格尔登 二楼的巴尼 所有兄弟都在等汤米的信号 台上 莫斯利讽刺了秋吉尔 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退出了工党 一口一个事业 说得慷慨激昂 要打破阶级的口号 喊得人人费腾啊 张嘴闭嘴就是灭掉犹太人 实行社会主义 让汤米和阿尔菲都嗤之以鼻 在群众最激动的时候 汤米这都看了眼表 收到信号的犹太帮 一股脑子冲进大厅制造混乱 可巴尼刚要开枪 就遭人暗杀了 后台的格尔登 也在出手前被连筒树透 两张王牌当场丧命 好在亚瑟反应快干掉了对方 见半天没动静 汤米慌了 不过他瞅着莫斯利这架势 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还在提醒自己注意安全呢 几人在化妆间碰了面 汤米百思不得起劫 究竟是哪个流程出了错呢 这混蛋莫斯利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啥 内鬼到底是谁呢 第五集的结尾是个问号 一路看过来的观众 此时肯定是压抑的 从头到尾都在暗示我们 汤米身边出了内鬼 而且全篇都在投掷烟雾弹 飞恩的漏嘴 吉娜的B计划等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刺杀莫斯利的计划百分之百失败了 这狗贼可是得了善终啊 飞恩的嘴漏 格拉德虽然有嫌疑 但他应该不是莫斯利或者比利小子的人 后两者明显对刺杀的事不知情 又说到麦克 他典型娶了媳妇忘了爹 一心想要当希尔比加真诚的老大 除了突出一个摊字 实在是没有当内鬼的嫌疑 众多网友有人倾向秋吉尔 不想让汤米当圈 又有人觉得强倪出卖了汤米 但不论怎么样 简单的我们会想复杂 复杂的我们会想简单 第六集明年年初就会开播 届时一线谜题都会揭晓 所以这一局的狼人是谁呢 各位一起探讨一下吧 我是瓜皮儿 下期见